三国的历史非常让人着迷,但在各类影视作品和小说书籍的演绎下,三国的原貌逐渐被遮盖起来,很多人误把虚构当成了真实。 虽然各类影视剧是根据三国历史改编的,不过,两者的区别非常大,要想了解真正的三国,就得用史料来还原这段时期的面貌。 三国的故事要从东汉末年的两个人开始说起,这两个人分别是曹操和刘备,曹操于公元155年生于桥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伯州,他的父亲名叫曹松,是宦官曹藤的养子,后世为了美化曹操的身世,把曹操祖上追溯到西汉开国功臣曹参,就连三国志这样的证实也声称曹操是汉象国曹参之后,实际上曹松和曹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更和曹参扒杆子打不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曹操的父亲原本姓夏侯,过继给曹藤之后才改姓,从日后曹操与夏侯家的亲密关系来看,这种说法是比较站得住脚的,从小生于官宦家庭,曹操在物质方面非常丰盈,但由于疏于管教,致使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十分猖狂,曹操与袁绍从小一起长大,算得上是发小,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一起干过抢别人新娘的够大, 活脱脱一副不务正业的公子哥模样,年轻时的曹操一心想着扬名立万,当时曹松在京城为官,曹操以曹松之子的身份可以在皇宫走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宦官张让的房间,他见张让睡得正熟,便萌生了刺杀张让的念头,如果刺杀成功,不但能为国家除害,也让自己扬名立万, 不巧的是,就在曹操准备下手的时候,张让突然醒来,他大声进行求救,曹操见状不妙,便仓皇离开,关于曹操刺杀张让一事并没有被三国志收录,而是记录在东晋史学家孙盛的《一同杂语》中,关于曹操刺杀张让一事,可能性还是有的, 只不过这次刺杀很可能是临时起义,并不是蓄谋已久,这次刺杀举动,后来被三国演义嫁接到董卓身上,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孟德陷刀刺杀董卓,后来张让并未追究曹操的责任,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年轻时的曹操虽然比较顽劣,但非常喜爱读书,他不喜欢读官方推荐的四书五经,而是《钟爱兵法》类的书籍,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曹操变得逐渐稳重起来, 对于生在官宦家庭的曹操来讲,最好的出路就是入朝为官,东汉当时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查举制和征辟制,在这种制度下,要想进入仕途,首先要拥有一定的名望,拥有名望最好的方式,便是找社会上的权威人士给自己做一番评价,于是曹操通过家里的关系,找到了太尉乔玄,乔玄精通相面之术,他见到曹操后非常惊讶,再经过一番详谈,知道曹操是个胸怀大志的人, 于是,当着众人的面称赞曹操,乔玄的赞赏让曹操在乡里有了一定的名气,但要在世人中间获得名望,就得去找许绍,许绍是当时有名的人物评论家,他在汝南主持着一档名叫月旦平的栏目,主要是对天下的青年才俊进行评价,如果得到他的称赞,身价和名望会暴增, 仕途之路就会顺畅很多,最终曹操在许绍那里得到了一句志士之能臣,乱士之奸雄的评价,对于这句评价,曹操十分满意,随着这句评价广泛流传,曹操也得到了足够的关注, 公元174年,年满二十的曹操被举荐为孝联,进了洛阳城为郎官,曹操的父亲在京城为官,加之自身具备才华,他很快便被洛阳北部位负责洛阳城的治安,由于洛阳是达官显贵聚集地,常年鱼龙混杂,而且他们自视身份高贵,经常不遵守当地的法令,曹操上任后,立刻严肃法纪并对外公布,有犯禁者不必豪强,一律傍杀, 起初人们以为曹操只是装装样子,后来曹操将大宦官简朔的叔叔简徒以违反禁令的名义逮捕,并命人将其活活打死,此事让曹操声名鹊起,但同时也得罪了宦官简朔,由于曹松在朝中为曹操撑腰,使得简朔并未明目张胆地报复曹操,而是将其赶出了京城,后来曹操的妹夫被宦官诛杀,曹操也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赶回了老家乔, 公元180年,曹操重新被启用,尽管他十分卖力地为朝廷出谋划策,但汉陵帝根本不予采纳,这让一心想施展报复的曹操有些失落,四年后,黄金起义全面爆发, 朝廷急需军事人才前去镇压起义,曹操主动请鹰前往,并被任命为齐都尉,并跟随黄府松一起大破黄金军,立下战功后,曹操被提拔为济南下,上任济南后,曹操一心力经图治, 他凭借一己之力在济南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纵观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腐败都是不能杜绝的,这是人性使然,曹操之所以拿腐败开刀,是想进一步积累自己的名望。 反腐这件事,几千年来都没能从根源上解决,曹操发起的反腐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时的曹操,想做一个治世的能臣, 但东汉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无论他如何修补,都无济于事,黄金起义过后,各种大大小小的起义接踵而来,不断摇晃着东汉帝国, 此情此景逐渐让曹操打消了做治世能臣的想法,既然做不了能臣,那就做一个奸雄, 曹操知道东汉倒下只是时间问题,他要做的就是静待时机。 不久后,冀州刺史王芬等人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他想联合曹操一起造反,废掉汉陵帝, 拥立合肥猴为帝,尽管曹操有僻逆天下的梦想,不过,他还是拒绝了王芬的邀请, 因为他知道王芬并非成事之人,事情也正如曹操所料,没过多久, 王芬就因为谋反而被朝廷诛杀,公元188年, 汉陵帝为了制衡大将军和晋,设立了西元八校尉, 曹操凭借身家背景和自身才能被任命为典军校尉,身居高位的曹操, 在盼望真正的天下大乱,国家越乱,他的机会就越大, 就能追求自己的霸义,与曹操一路风生水起,步步高升不同的事, 三国另外一位主角刘备还在寻求崭露头角的机会, 刘备于公元161年生于桌陷, 与其他帝王出生时会显现意象不同的事, 刘备出生时并未出现特殊的景象, 可能史官也懒得编撰这种谎话, 很多人对刘备的印象是文弱书生, 实际上,他是一个四肢非常发达的人, 从小就喜欢武枪弄棒, 还曾经对自己的玩伴说过想当皇帝的话, 刘备的父亲名叫刘红, 是东汉的一个基层小利, 他在刘备年幼时就去世, 刘备母亲为了寻求生计, 只得带着刘备织草席卖草鞋为生, 刘备的这段经历也时常被对手拿出来调侃, 刘备之所以能改变命运, 有母功不可没, 在刘备15岁那年, 刘备决定让他外出求学, 不要再围着草鞋摊子打转, 于是,刘备带着母亲的期盼走上了求学之路, 虽说此时的刘备身处社会底层, 但他的父亲有过当官的经历, 使得有人能为他引荐名师, 刘备的老师便是九江太守卢职, 与刘备一同学习的, 还有辽西人公孙赞以及堂兄刘德燃, 如今, 很多创业者经常拿刘备的草根经历来勉励自己, 实际上, 刘备根本算不上草根, 能败在卢职这样的大家门下, 岂是一般草根能做得到的, 卢职是当事名士, 但刘备在求学期间并未获得学问上的提升, 而是借助卢职的平台和一众顽固子弟玩到了一起, 刘备求学之前, 有母将多年卖鞋的积蓄全部给了他, 但这些钱根本不够刘备维持在上流社会的开销, 为了继续经营自己的豪爽形象, 刘备开始向同窗好友公孙赞借钱, 公孙赞家境殷实, 他也非常欣赏刘备, 便借钱给他, 不过刘备的花销实在太大, 后来便不好意思向公孙赞开口, 但刘备还想继续和这群顽固子弟玩, 于是写信给刘德燃的父亲, 也就是他的叔叔刘元启, 他在信中表示, 由于平时学习过于刻苦, 学习用品用量很大, 之前的积蓄已经花完了, 希望刘元启能赞助一些, 刘元启比较看好刘备, 又见他学习如此用功, 便赞助了刘备学习期间的所有开销, 使得刘备能维系他的求学生涯, 在求学期间, 刘备一直在寻找机会干大事, 但腐败的上层政治, 让他根本没有机会瓜分利益蛋糕, 他心里很明白, 只有天下大乱, 才能打破这种利益固化的状态, 黄金起义的爆发, 让刘备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黄金起义爆发后, 刘备第一时间选择募兵前去讨伐黄金军, 此时, 关羽、张飞二人, 已经陪伴在刘备左右, 刘关章三人的桃园三结义想必人尽皆知, 张飞是刘备的老乡, 而关羽是河东谢县人,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运城, 关羽之所以能与刘备、张飞认识, 是因为, 他之前在老家惹上了人命官司, 桃制捉献, 三人因为意气相投, 而结拜为异姓兄弟, 桃园结义的情节很可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到了同床而寝的地步, 在刘备求学期间, 关章二人就已经作为刘备的侍从出现, 刘备在求学期间, 结识了不少江湖豪杰和商骨大户, 当他决定募兵讨伐黄金军之后, 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一些看好刘备能力的人, 给他送来了金银马匹, 有了创业启动资金后, 刘备便带着规模不大的队伍, 投奔到了校尉邹敬会下, 被邹敬收留后, 刘备就能以官方名义前去讨伐黄金军, 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带着为数不多的队伍, 与黄金军浴血奋战, 终于为自己拼得了战功, 刘备因此被任命为中山郡安喜县县位, 正式成为朝廷官员, 但刘备的县位之路并不顺利, 当时中山郡都游前来巡视刘备的政绩, 都游不喜欢刘备, 并打算以官阶来对刘备施压, 起初刘备托人去疏通都游的关系, 被都游拒之门外, 都游打算以治理不合格之名将刘备遣散, 刘备好不容易散尽家财, 浴血奋战才得到一个县位的差事, 眼见都游如此仗势欺人, 刘备怒从心起, 命人将都游捆起来并当众进行鞭吃, 出完恶气的刘备自知保不住官职, 便留下印寿离开了中山郡, 三国演义里把刘备鞭吃都游的情节 嫁接到了张飞身上, 实际上,此事是刘备自己做的, 刘备并不是小说里那般儒雅, 而是一个十足的暴脾气, 县位之职后, 刘备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 后来, 刘备在丹阳遇到了前来募兵的朝廷都尉吴秋义, 吴秋义见刘关章三人武艺高强, 便留他们在身边做了侍卫, 在护送吴秋义的过程中, 刘备从黄金军残党中救过他的命, 在吴秋义的推荐下, 刘备坐了下密宪县城, 重新成为了朝廷官员, 不久后又被任命为高堂县县位, 由于自身能力突出, 没过多久就被提拔为县令, 此时的刘备尚且不到三十岁, 看起来一片前途光明, 就在刘备志得意满时, 黄金军残部攻克了高堂县, 刘备只能选择逃跑, 带着关羽张飞来到了公孙赞旗下暂居, 公孙赞知道, 刘备是个有能力的人, 便用自己的信誉作为担保, 举荐刘备坐了别步司马, 寄人篱下的日子和刘备当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不过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此时的东汉帝国已经满目疮痍, 大家都预料到朝廷时日无多, 便开始积极拓展地盘, 各地太守和刺史逐渐有了割据一方的苗头,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 此时刘备尚书汉灵地, 让他对现在的行政制度进行改革, 刘备属于汉氏宗亲, 他告诉汉灵地, 要想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可以设立周牧一职, 以此来代替刺史和太守的作用, 然后重用汉氏宗亲到地方担任周牧一职, 这样就能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面对刘备的建议, 汉灵地选择了同意, 这项政策便是著名的废史立幕, 刘备之所以提出这种建议, 表面上看是为了国家着想, 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谋私利, 此前刘备一直在朝中围观, 并一度做到了宗正、太常等官职, 属于九卿之列, 如果在太平盛世, 身处九卿之列可以确保一生无鱼, 但现在是乱世, 皇帝昏庸不堪, 奸臣宦官霍乱朝政, 朝廷即将分崩离析, 在朝堂任职的风险非常大, 最好的出路就是离开朝堂独具一方, 刘备见汉灵地同意了他的建议, 便主动请英担任一周牧, 之所以选择义周, 是因为有人告知刘焉, 说义周上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股天子之气, 汉灵地没有看透刘眼背后的真实意图, 以为他是为国家担惊截律, 便任命他为义周牧, 事后证明, 废史利牧是一个败笔, 虽然周牧弱化了次使和太守的权力, 但他们的权力并未回归朝廷, 而是被周牧揽入手中, 此举相当于把次使和太守的权力, 进一步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设立周牧不仅没有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反而加速了地方脱离中央的节奏, 使得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 根基越来越脆弱, 而大将军何晋的出现, 又给了东汉致命一击, 何晋是何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 也就是汉灵帝刘红的大舅子, 当时东汉朝堂主要有两股势力在博弈, 一股是以简朔和石长氏为首的宦官集团, 石长氏是汉灵帝最宠幸的十二位宦官, 为首的人名叫张让, 汉灵帝对石长氏的宠幸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 他曾表示,石长氏是他的爹妈, 并将朝堂之事都交给宦官打理, 另一股是以何晋为首的势力, 何晋是屠户出身, 完全是凭借何皇后的关系才能爬到大将军一职, 虽然身居高位, 但他的政治智慧和职位完全不匹配, 公元189年, 汉灵帝在酒色的侵蚀下突然驾崩, 汉灵帝死后留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14岁的刘便, 另一个是9岁的刘邪, 汉灵帝生前并未策立太子, 因此, 围绕刘便和刘邪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 又展开了一场争斗, 刘洪死前有意让刘邪继任, 并将此事告诉了宦官简朔, 汉灵帝死后, 简朔并未直接宣布支持刘邪登基, 因为刘便母亲和皇后的哥哥是当朝大将军何晋, 要想拥立刘邪为帝, 必先解决何晋, 否则, 刘邪的皇帝之位就坐不安稳, 为了除掉何晋, 简朔以商讨策立新皇帝的名义, 赵何晋进宫, 打算在宫中将其杀掉, 何晋此前没有在官场上混过, 因此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当他收到简朔的邀请后, 没有过多怀疑便欣然前往, 刑治半途被人告知简朔的阴谋, 便火速逃离了宫中, 并调集大军在皇宫外集结, 以此来向简朔施压, 简朔眼见计划暴露, 不敢和何晋硬碰硬, 便答应雍丽刘便为帝, 当年四月, 刘便继位视为汉少帝, 新皇帝登基并未平息各方势力之间的争斗, 各方都在伺机而动, 准备给对方致命一击, 刘便继位后, 何晋成为了朝堂第一人, 对于当初简朔试图谋害自己一事, 他始终耿耿于怀, 他发誓, 一定要除掉简朔出一口恶气, 简朔意识到形势不妙, 便离开了皇宫到禁军中躲避, 简朔明白, 只有除掉何晋才能解除自己的危机, 为此, 他召集宦官集团开会, 说何晋早晚会把矛头指向整个宦官集团, 希望能联合石长氏共同干掉何晋, 石长氏并非铁板一块, 其中也有支持何晋的人, 并将简朔与石长氏密谋的消息告诉了何晋, 何晋得知消息后, 选择先发制人, 直接派兵将简朔杀死, 简朔的死并未下退宦官集团, 张让、赵忠等宦官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铲除的目标, 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何晋, 为了提高胜算, 宦官集团打算联合太皇太后董事, 由于董事形势过于冒进, 早早地暴露了意图, 不但没能除掉何晋, 反而被何晋连根拔起, 将其驱离了宫中, 不久后, 董事便因过度恐惧而身亡, 除掉简朔和太皇太后董事之后, 何晋彻底将朝政大权把持在手中, 由于宦官集团长期乱政, 何晋的手下纷纷建议他应该趁机将宦官集团一网打尽, 其中, 左军校尉袁绍多次建议何晋一定要尽早铲除宦官, 只要杀光宦官才能在朝堂上站得稳, 在人们的不断劝说下, 何晋下定决定铲除宦官, 但何太后却不同意这么做, 虽说何太后与何晋都是外妻, 但何太后长期居于宫中, 与宦官集团存在矛盾的同时也存在共同利益, 何太后与当初的斗太后想法一样, 她觉得, 只要杀几个宦官立威即可, 没必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由于何太后反对, 何晋只能暂时作罢, 为了让何太后改变主意, 何晋在袁绍的建议下打算召集地方上的势力带兵来洛阳, 向何太后请愿诛杀宦官, 这种带兵进京请愿, 实际上也是一种逼宫, 为此, 袁绍给何晋提供了四个人选, 分别是东郡太守乔茂, 吴蒙都尉丁元, 大将军府苑王匡和前将军董卓, 何晋认为袁绍这个建议比较靠谱, 便将此事放在朝堂上让大臣们讨论, 对此大臣们一致表示, 同意用逼宫的方式让何太后就范, 但一定不能把董卓引入洛阳, 因为董卓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把他引入洛阳等同于引狼入室, 但何晋却不顾群臣的反对执意要引入董卓, 董卓收到何晋的邀请后大喜过望, 当即就点兵往洛阳奔赴, 在去洛阳的路上, 董卓上书给朝廷, 声称此次前去只是为了清军策杀宦官,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一路上, 董卓命人大张旗鼓地宣扬张让等人的罪行, 为自己的洛阳之行呐喊助威, 董卓是一个狼子野心的人, 此次进京虽说是为了谋取私利, 但他只是想在朝中谋求一个位置, 没想过携天子令诸侯, 因为和大将军何晋比起来, 董卓没有优势, 但何晋并没有将自己手中的牌打好, 在诸杀宦官之前事先走漏了消息, 让宦官集团有了防备, 当何太后听说何晋召四路兵马进洛阳诸杀宦官后, 吓得魂不守舍, 为了平息事态, 何太后将张让等人全部罢免, 并将他们赶出宫中, 后来张让托自己的儿媳向太后说情, 张让的儿媳是太后的亲妹妹, 张让的儿子则是过季来的, 张让让儿媳向何太后传递一个信号, 只要能让他们再次回到宫中, 他们愿意为大将军何晋安前马后任其差遣, 何太后在妹妹的劝说下, 最终又将时常事重新照进宫, 何晋本来对罢免时常事一事就感到不满, 因为他要的是诛杀时常事, 而不仅仅是罢免, 得知时常事重新入宫后, 何晋便去找何太后理论, 张让等人偷听了何晋与太后之间的谈话, 确定何晋是铁了心要诛杀他们, 时常事经过商量后决定先发制人, 他们火速集结了几十个人, 等何晋从何太后房间出来后, 在出宫的必经之路上截住了他, 此时的何晋知身一人, 并未带随从侍卫, 宦官见何晋落单便一起冲上去, 将何晋斩杀, 此时何晋的下属还在宫外等候, 他们见何晋许久不出来便起了疑心, 宦官见何晋的死讯很难捂住, 干脆将他的头砍下来扔到外面, 并大喊何晋谋反, 业已扶珠, 何晋的下属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 稍作镇定后便抄起兵器杀进宫中, 准备为他报仇, 张让等人眼见局势失控, 便裹挟太后、皇帝以及陈流王、 流血等人逃亡北宫, 在场面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 袁绍扛起了杀宦官的大旗, 袁绍在杀宦官这件事上, 有着近乎狂热的执着, 他先是带人杀掉了中常室赵忠, 又派人将皇宫封锁,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将宦官一个不留全部杀掉, 在皇宫一片混乱期间, 张让带着皇帝刘便和陈流王留邪逃跑了, 董卓趁乱带着军队进入了洛阳, 本来大将军何晋对朝政拥有绝对掌控权, 即便不引董卓进京, 也能一点点铲除宦官, 他却在袁绍的窜夺下, 选了一条最错误的道路, 最终不但没有全部除掉宦官, 自己还丢了性命, 同时还让董卓捡了个大便宜, 八, 如今整个洛阳都落入他的手中, 张让带着皇帝逃走后, 如直和敏贡前去寻找他们, 最后在一个渡口附近找到刘便等人, 敏贡眼见张让等人还未死, 于是拔出剑逼着他们自杀, 张让自知在劫难逃, 最终选择了投河自尽, 解决完张让后, 敏贡带着刘便和刘邪回到了洛阳, 此时董卓已经率领大军在城北等着迎接刘便, 就这样, 董卓不费一兵一卒, 成了秦王的首要功臣, 之前合尽引入的四路人马当中, 只有丁元到了洛阳, 但很快被董卓联合丁元的手下将其杀死, 并兼并了他的军队, 袁绍本想将董卓赶出洛阳, 但涉于董卓的实力只能作罢, 董卓入主洛阳后, 先是任命自己为司空, 然后废掉皇帝刘便, 改立陈刘王刘邪为新皇帝, 视为汉宪帝, 这也是汉朝最后一位皇帝, 刘邪本身资质要比刘便强太多, 不但聪慧过人, 遇到大事的时候还不怯弱, 按理说, 让刘便继续做皇帝更便于控制, 但董卓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用这个举动来向世人昭示, 他已经控制着整个大汉王朝, 此后不久, 董卓又下令将废帝刘便堵死, 至此, 董卓成了大汉王朝的实际掌控者, 董卓在施政的时候非常简单粗暴, 从来不拐弯抹角, 他直接在朝堂上和其他大臣们摊牌, 如果谁不服从他的命令, 一律诛杀, 羌人出身的董卓, 刑事风格非常残暴, 在举办酒席之前, 董卓会事先抓一批反对他的人, 在宴席间歇的时候, 当着众人的面, 当场将这些人杀害, 董卓将这种残暴的行为称之为助性, 入主洛阳后, 董卓纵容手下的将士在城内烧杀抢掠, 金银财物, 妙龄女性无一幸免, 在董卓的纵容下, 经营上百年的洛阳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强权统治势必带来反噬,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无一例外, 士大夫集团虽然表面上臣服于董卓, 私下里却密谋将其除掉, 东郡太守乔茂以三公的名义 发了一封讨伐董卓的席文, 号召一起进京讨伐董卓, 公元一百九十年, 十八路诸侯约定在酸枣会盟组成了关东联军, 目标就是讨伐董卓, 这十八路诸侯包括衍州刺史刘代, 冀州穆寒复, 豫州刺史孔纵, 渤海太守袁绍, 广陵太守张超, 山阳太守袁夷, 后将军袁树, 河内太守王匡, 吉北向报信, 陈留太守张淼, 萧綦校尉曹操, 行军司马张阳, 破鲁将军孙坚, 东郡太守乔茂, 北海太守孔荣, 西梁太守马腾, 徐州刺史陶谦, 北平太守公孙赞, 从账面势力上来看, 关东联军汇集了东汉几乎所有的精英, 阵容十分豪华, 最终在大家的推举下, 袁绍成为了联军盟主, 之所以推举袁绍, 因为他四世三宫的背景, 这个背景也被袁绍吹嘘了一辈子, 只可惜袁绍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 当初诛杀宦官集团就体现出他谋略不足, 如今让袁绍率领这支讨伐队伍, 很难发挥联军的真正实力, 董卓得知士大夫集团联合起来, 讨伐自己的消息后怒不可遏, 因为此前董卓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稳定, 努力讨好士大夫集团, 但士大夫集团打心底里看不上董卓, 在他们眼里, 董卓就是一个野蛮人, 和世人不能相提并论, 在十八路诸侯当中, 袁绍、韩复、张淼等人的官职都是董卓任命的, 董卓以为士大夫集团是真心和自己合作, 没想到这么快就调转枪头来对付他, 感觉到被羞辱的董卓决定展开反击, 他先是将朝中与十八路诸侯有联系的重臣斩首, 然后又调派重兵把守住洛阳外围的关口, 防止洛阳被偷袭, 董卓虽然野蛮, 但面对群雄组成的联军还是非常害怕, 为了保住自己的成果, 董卓决定迁都长安, 于是逼迫汉县帝留邪带着文武百官离开洛阳前往长安, 在离开洛阳之前, 董卓下令对洛阳开始新一轮的抢劫, 全城百姓无一幸免都遭到了劫掠, 死伤百姓不计其数, 最后董卓又用一把大火将洛阳城焚烧殆尽, 然后逼迫无家可归的百姓跟随他一起迁往长安, 在这个过程中死伤了数十万百姓, 当洛阳城的惨状传到诸侯联军内部时, 作为盟主的袁绍, 因为害怕董卓的凶残而不敢主动出击, 对此曹操十分愤怒, 他力劝袁绍应该主动出击攻打董卓, 因为董卓已经闹得天怒人怨, 此时出兵兼具天时地利人和, 而袁绍和一众诸侯仍然没有胆量前去, 曹操见状, 知道这些诸侯都是狐假虎威的人, 难成大事, 于是,率领手下的数千兵马一路西进, 准备和董家军正面交锋, 后来曹操在汴水与董家军遭遇,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 但曹操的人马因为数量不占优势而败下阵来, 他率领的几千人几乎全军覆没, 就连曹操自己的坐骑也被乱箭射死, 后来曹洪将战马让给了曹操, 并跟着曹操脱离了险境, 此战让曹操几乎败光了家底, 当他返回酸枣大营时, 袁绍等人却在饮酒作乐, 曹操强忍住内心的愤怒, 向袁绍等人提出新的作战方案, 但袁绍对曹操的建议仍然选择无视, 而是继续与其他诸侯高谈阔论他祖辈的光辉历史, 曹操知道, 继续跟着袁绍没有希望, 直骂袁绍数子不足预谋, 然后带着自己的残兵扬长而去, 董家军打败曹操后, 看清了诸侯联军的真面目, 知道他们是一盘散沙, 便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 当河内太守王匡的军队受到攻击时, 其他诸侯联军不但不来救援, 反而想趁机吞并其他盟友来做大自己, 为此, 刘带趁机杀了乔帽, 使得联军彻底变成了一种摆设, 纵观这十八路诸侯联军, 除了曹操满腔热血的讨伐董卓外, 另外一块硬骨头则是孙坚, 孙坚此前隶属于袁树部下, 公元一百九十年冬天, 孙坚的部队在鲁阳遇到了董卓大军, 当时孙坚的实力比较弱, 他的军力无法和董卓相提并论,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选择出门迎战, 基本上等于送死, 如果选择弃城而逃, 可以暂时保命, 但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董家军追上, 面对两难的境地, 孙坚摆出了一个空城计, 让董家军误以为孙坚是在诱敌深入, 就没有贸然攻城, 孙坚因此得以解围, 后来, 孙坚在进军洛阳的过程中, 被董卓的大将虚荣包围, 因为寡不敌众而溃败, 孙坚带着一小部分残兵突出重围, 继续在周边招兵买马, 谋求卷土重来, 孙坚这种打不垮的精神, 让董卓很是头疼, 后来, 董卓派出大将胡诊挂帅, 吕布为副帅前去围剿孙坚, 董卓不知道胡诊和吕布二人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 这次围剿最终以董家军惨败告终, 董卓手下大将华雄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斩杀, 孙坚也凭借此意声名大噪, 不少人都慕名前来投奔, 孙坚的成功让袁树寝食难安, 为了制衡孙坚, 袁树断了他的粮草, 任其自生自灭, 孙坚得知粮草被断后, 连夜面见袁树, 孙坚表示自己只想讨伐董卓, 除此之外别无二心, 希望袁树不要被人挑拨, 袁树自知理亏, 加之联军需要孙坚来撑场面, 便恢复了对孙坚的供应, 不过这次事件让他们二人产生了嫌隙, 后来孙坚继续对洛阳发起进攻, 准备收复京都, 董卓见孙坚主动前来挑战, 便亲自率兵迎战, 令人意外的是, 董卓的亲自迎战换来了一场大败, 眼见孙坚势不可挡, 董卓带人仓皇出逃, 孙坚最终重新进入了洛阳, 此时的洛阳已经被董卓破坏成一片废墟, 为了表示对汉室的忠诚, 孙坚命人整理汉室的宗庙和坟墓, 在这期间, 孙坚意外得到了传国玉玺, 这个象征君王最高权力的玉玺, 被认为是吉祥之物, 孙坚得到玉玺后并未声张, 妥善保管后, 便带人离开了洛阳, 驻扎在附近的鲁阳城伺机而动, 随着孙坚攻破洛阳, 董卓仓皇逃往长安, 这次征讨董卓的行动暂告一段落, 在这期间表现最神勇, 收获最大的当属孙坚, 其他诸侯在这次行动中一无所获, 随着联军解散, 他们也由之前的盟友变为对手, 作为联军盟主的袁绍, 在联军解散后变得十分慌张, 因为他没能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也没有扩充自己军队, 这个虚名被董卓视为头号敌人, 想到此处, 他决定必须找一块更大的地盘来立足, 在袁绍看来, 从董卓手中抢地盘风险太大, 便将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盟友, 冀州穆韩复身上, 袁绍自身能力不强, 不过,韩复比袁绍更弱, 让韩复这种人坐拥冀州这片富庶之地, 袁绍心里非常不平衡, 手下谋士得知袁绍的意图后, 给他献上了一个计策, 他让袁绍暗中联系公孙赞, 共同猎取冀州, 然后再把公孙赞攻打冀州的消息告诉韩复, 胆小的韩复得知公孙赞前来攻打的消息后, 必定会向袁绍求援, 届时便可以趁机进入冀州, 将其据为己有, 袁绍认为此祭甚妙, 便派人前去联系公孙赞, 公孙赞长期在北方边境与其他游牧民族作战, 军队战斗力非常强, 当他收到袁绍的书信后, 内心大喜, 如果两人成功联手, 冀州城就是囊中之物, 于是便接受了袁绍的邀请, 并准备点兵前往冀州, 袁绍得到公孙赞的回应后, 立马派人前去游说韩复, 袁绍的使者告诉韩复, 如果冀州城被公孙赞攻破, 韩复的下场会非常惨, 如果把冀州城让给袁绍, 不但能保全性命, 袁绍也会感念韩复的大度而优待他, 韩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陷入危险后, 变得更加盲从, 面对不怀好意的袁绍, 不但没有加以防范, 反而将其当作救命稻草紧紧抓住, 打算把冀州城拱手相让, 韩复身边的谋士得知他的决定后极力劝阻, 他们告诉韩复, 冀州城现在拥有几十万军队, 粮食足够支撑数年, 即便打不过公孙赞, 也可以选择坚守不出, 不至于失去城池, 鉴于袁绍大军的粮草需要冀州城来供应, 现在应当以粮草供应作为筹码, 让袁绍前去迎战公孙赞, 而不是将冀州城送给袁绍, 韩复认为, 谋士的分析合情合理, 但他仍不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并认为将冀州城让给袁绍, 能为自己博取一个美名, 于是, 不顾手下人的极力劝阻, 派自己的儿子将应寿送给袁绍, 并主动搬离官邸, 迎接袁绍进城, 就这样, 袁绍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了复数的冀州城, 公孙赞得知被袁绍玩弄后, 十分愤怒, 但又无可奈何, 只好放弃了攻打冀州的想法, 至此, 公孙赞和袁绍之间结下了深仇大恨, 韩复归附袁绍后, 袁绍任命他为奋威将军, 不过这只是个虚名, 韩复失势后, 他的老部下因为之前的升迁问题前来寻仇, 并将韩复大儿子的双腿打断, 尽管袁绍为韩复主持了公道, 但他因为此事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激, 主动要求离开冀州, 前去投奔陈留太守张淼, 打算在陈留安度余生, 袁绍同意了他的请求, 韩复到达陈留后, 袁绍派使者找张淼商讨事情, 韩复以为袁绍派人前来 是想唆使张淼杀他, 韩复感到走投无路, 最终选择了自杀, 谁也没想到, 曾经割据一方的诸侯, 最终用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 袁绍入主冀州后, 韩复的老部下都纷纷投掷袁绍门下, 袁绍对于这些人才都来者不拒, 并给予他们高官厚禄,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举兽, 当初就是举兽力劝韩复不要将冀州城拱手相让, 如今改投袁绍门下后, 便主动为袁绍出谋划策, 袁绍是一个能力不足, 但志向远大的人, 他向举兽请教谋徒天下的计策, 举兽给了他一个精彩的答案, 举兽表示, 应该先灭掉黄金军, 黑山军残军, 然后继续往北方拓展, 只要拿下幽州和燕地, 就能消灭公孙赞, 届时在武力震慑北方的龙敌, 让匈奴前来俯首称臣, 完成这两步后, 在横扫黄河以北, 合并幽州、冀州、 青州和冰州, 以此为根据地做大做强, 把天子和文武百官接回来, 携天子以令诸侯, 用朝廷的名义向天下发号施令, 逐步征讨这些不肯归附的诸侯, 举兽给袁绍画了一副清晰的目标蓝图, 这张大饼也让袁绍听得十分兴奋, 当即上表朝廷封举兽为奋武将军, 不过, 袁绍实力配不上他的野心, 面对如此宏大的宏图愿景, 他没有能力实现, 后来与目标渐行渐远, 慢慢过起了安乐土皇帝的日子, 袁绍的松懈给了其他人得以发展壮大的机会, 当初曹操因讨伐董卓全军覆没后, 率领残军来到了扬州, 并在当地招募了一千多士兵, 这样的兵力在诸侯割据的时代根本不值一提, 但曹操是一个善于发现机会并把握机会的人, 当时在民间作恶的黑山军, 在魏郡东郡一带烧杀抢掠, 东郡太守无力抵抗, 曹操健壮便率兵前去救援, 成功击退流寇属性的黑山军, 并顺利进入东郡, 东郡太守不想管这个烂摊子, 提出将东郡拱手相让, 袁绍得知此事后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上表朝廷让曹操做了东郡太守, 就这样, 曹操凭借极其微弱的代价, 成为了东郡主人, 获得了一块宝贵的立足之地, 在得到东郡的同时, 曹操也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 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荀玉, 荀玉是尹川人, 是当地的门阀士族, 被称为王左之才, 能辅佐帝王成就霸业, 董卓乱政后, 荀玉便辞官回家, 带领宗族人员迁往冀州居住, 后来袁绍占据冀州, 多次请荀玉出山相助, 均被拒绝, 后来, 荀玉听闻曹操在东郡立足, 便主动前往乡头, 荀玉的到来, 让曹操阵营实力大增, 荀玉为曹操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和战术方案, 成为曹操身边第一谋士, 在荀玉的帮助下, 曹操彻底在东郡站稳了脚跟, 并以此作为根据地, 继续谋取天下, 就在曹操入主东郡后, 袁绍和公孙赞打了起来, 之前, 袁绍摆了公孙赞一刀, 为此, 公孙赞一直怀恨在心, 但他不能以这个理由出兵袁绍, 后来, 公孙赞的堂弟公孙岳, 在与周昂战斗的过程中, 被刘史误伤致死, 周昂是袁绍的部驾, 因此, 公孙赞将堂弟的死归咎为袁绍, 并以此为借口出兵攻打袁绍, 面对公孙赞的讨伐, 袁绍有点心虚, 他知道公孙赞不是等贤之辈, 真的动起手来, 可能会两败俱伤, 被他人趁乱钻了空子, 于是, 袁绍打算和公孙赞和解, 殊不知, 公孙赞的真正目的, 不是为了给堂弟报仇, 而是吞掉冀州城, 为进一步谋取天下做准备, 公元192年, 公孙赞率领精锐部队, 率先对袁绍发起了进攻, 从实力层面来讲, 公孙赞是要强于袁绍的, 但袁绍手下有一员大将, 名叫屈翼, 屈翼根据公孙赞骑兵的作战特点, 制定了一系列破敌之策, 利用步兵和弩兵之间的精妙配合, 将公孙赞的骑兵彻底击垮, 后来, 双方又来来回回进行了几次战斗, 公孙赞均以失败告终, 此役过后, 公孙赞元气大伤, 再也没有能力和袁绍抗衡, 这场胜利让袁绍喜出望外, 同时也让他的声望进一步提高, 眼见袁绍接连取得胜利, 袁绍非常不高兴, 虽然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袁绍打心底里看不起袁绍, 因为袁绍的母亲是郑氏, 袁绍的母亲只是一个小妾, 按照理智, 袁绍才是家族接班人, 袁绍对袁绍最大的不满, 源于自己一直被袁绍压过一头, 此次眼见袁绍取得大胜, 袁绍便邀请公孙赞和陶谦组成联盟, 联合起来围剿袁绍, 至此, 袁氏兄弟正式宣布决裂, 在此后的日子里, 他们兄弟二人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这也是三国时期各路诸侯关系的一种 真实写照, 大家都遵循利益至上的原则, 为了利益, 可以将义气抛诸脑后, 诸侯间相互争斗博弈, 让尼族深陷的董卓得以获得喘息之机, 搬到长安后, 董卓将自己封为太师, 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 继续在长安城内实施暴政, 他的行为不断地刷新下线, 对不听话的朝堂大臣进行蛙眼割舌处理, 为了震慑对手, 他还下令将投降的俘虏放到油锅烹杀, 在治理内政方面, 董卓更是搞得一塌糊涂, 他将宫内的铜器全都融化铸成钱币, 致使货币贬值, 百姓手中的钱急速缩水, 最夸张的时候, 一壶稻米卖到了几十万钱, 一时间长安城内民不聊生, 饿瓢遍野, 对于自己的兽刑, 董卓并不觉得不妥, 反而认为这是自己能力的体现, 更让董卓感到高兴的是, 他一向忌惮的孙坚在攻打荆州的时候, 被弓箭射中, 最后不至身亡, 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孙坚的死让董卓异常兴奋, 他认为除了孙坚之外, 世间再没有人能对他形成威胁, 殊不知, 司徒王允很久之前便密谋除掉董卓, 王允近来见董卓越来越肆无忌惮, 决定加快节奏, 不能让董卓继续放动下去, 王允明白, 如果诸杀董卓失败, 他就会被董卓诸杀三族, 王允有诸杀董卓之心, 但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就在他无从下口之际, 董卓的义子吕布主动找上门来, 表示愿意为王允效劳, 吕布是一个武艺高强, 但底线很低的人, 他之所以主动来找王允, 并不是出于道义, 而是自己遇到了麻烦, 据《三国志》记载, 吕布与董卓的小妾私通被发现, 吕布担心会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主动来投奔王允, 并透露出诸杀董卓的决心, 后来王允经过打探后得知, 吕布和董卓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之前吕布因为犯了一个小错, 董卓便将一个手挤狠狠地朝吕布扔过去, 差点伤及吕布的性命, 如今吕布私通董卓的爱妾, 董卓肯定不会轻饶吕布, 王允见吕布杀董卓的欲望很强烈, 便将事先制定的诸杀董卓的计划告诉了吕布, 公元192年4月, 汉县帝留邪大病出狱在魏央宫大摆宴席, 朝廷上下的官员都要去参加, 王允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派人给董卓送去请柬, 希望他能给皇帝一个面子参加宴会, 董卓自视重兵在手, 根本无所畏惧便答应前往, 然后王允又把太普鲁迁上书扬赞, 司力校尉黄婉、中郎将吕布, 其都为李肃召集起来, 制定诸杀董卓的详细方案, 按照计划, 李肃等人带着几十个亲兵扮作宫廷侍卫, 把守皇宫大门, 只要董卓迈进皇宫大门, 就立刻将其诸杀, 宴会那天, 董卓带着吕布前去赴宴, 刚踏入魏央宫大门, 李肃就下令将董卓围了起来, 慌张的董卓立马喊吕布救驾, 吕布趁机拿出圣旨, 当众宣读董卓的罪状, 然后一己将其刺死, 整个诸杀过程非常干净利落, 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的董卓就此隐命, 三国演义着重描写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恩怨, 并加入了貂蝉的角色, 实际上, 貂蝉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 历史上并不存在其人, 董卓死后, 皇帝下令诸杀董卓三族家产悉数上脚国库, 董卓的尸体也被拖上街暴散, 士大夫集团将能想到的最残酷的手段 都用在董卓及其家人身上, 董卓死后, 以王允为首的士大夫集团重新掌握了朝政, 吕布因为诸杀董卓有功被封为温侯, 董卓风波过后, 东汉朝堂并未迎来安宁, 关于如何处置董卓留下的几十万西粮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董卓的西粮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队伍, 在那个年代, 骑兵的战斗力是最强的, 西粮士兵都是野蛮粗暴之人, 很多人都惧怕和西粮军作战, 在处置西粮军仪式上, 吕布主张将他们全部杀死, 但王允不同意, 王允准备了两个方案, 一是将他们赦免, 然后重新为朝廷效力, 二是撤销西粮军将他们遣散, 就在王允犹豫之际, 吕布派李肃前去攻打董卓的女婿牛腐, 结果李肃被打得惨败, 吕布一怒之下将李肃斩首, 尽管李肃失败, 但此举让西粮军成了惊弓之鸟, 士兵们以为朝廷打算清算他们, 于是军中发生了叛变, 牛腐被叛军杀害, 他的头颅也被送到了长安, 西粮军以此来向朝廷表达忠心, 证明他们并无反应, 请求朝廷不要因为董卓牵连到他们, 王允见牛腐被杀, 觉得西粮军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厉害, 于是拒绝了西粮军的请求, 他给了西粮军两条路, 要么向朝廷投降, 编入其他军队, 要么自行遣散, 此时的西粮军仍然抱有一丝希望, 觉得王允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 但随后王允做的一件事, 让西粮军彻底不对王允抱有希望, 在董卓当政期间, 非常后代蔡庸, 蔡庸是东汉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 也是世人的领袖和楷模, 也是蔡文基的父亲, 董卓当初为了拉拢士大夫集团, 把蔡庸摆在非常高的位置, 当蔡庸得知董卓的死讯后, 在家中轻声叹息, 此事传到了王允耳朵里, 王允以蔡庸视董卓同党为名, 将其下狱, 最终蔡庸惨死在狱中, 蔡庸的死在民间激起了很大的波澜, 天下世人皆为之哭泣, 西梁军见王允对蔡庸都如此决绝, 他们作为董卓的嫡系军队, 自然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 西梁军领袖李雀本打算解散西梁军, 让大家各自逃命, 但此事被贾许阻止, 贾许是董卓手下的谋士, 他告诉李雀, 西梁军可以打着为董卓复仇的名义反攻长安, 如果事成, 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如果失败, 再遣散也不迟, 这是一条进退游刃有余的道路, 在贾许的鼓动下, 李雀决定放手一搏, 他集齐了十万余人的大部队直逼长安, 面对李雀前来叫阵, 王允自信地认为朝廷军队能够轻松将其击垮, 于是大开城门前去迎战, 结果被西梁军打得落花流水, 王允见状大惊失色, 赶紧明金收兵, 关闭城门选择防守, 当时的长安城非常坚固, 西梁军久久未能将其攻下, 就在局面陷入僵持阶段时, 吕布的手下出现了叛变, 偷偷将城门打开, 放西梁军进城, 西梁军果断抓住机会一举将长安城攻破, 吕布见状不妙, 率领部下选择了逃跑, 而王允不甘心失败, 想奋力一搏扭转乾坤, 只可惜回天乏术, 最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无路可退的王允带着汉县帝躲到了城楼上, 此时的他悔恨交加, 不该把西梁军逼入绝路, 但一切为时已晚, 没过多久, 王允和汉县帝就被李雀包围, 李雀此行只是想诛杀王允, 由着汉县帝还有用处, 于是李雀对汉县帝叩拜行礼, 声称此次前来是为了清军策, 不会伤害他, 汉县帝见李雀没有杀他的意思, 松了一口气, 不过王允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李雀抓住王允后, 在汉县帝面前将他乱刀砍死, 王允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给世人上演了一出聪明, 反被聪明误, 王允被杀后, 李雀接过董卓的大旗, 开始了邪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 李雀把控朝政之后, 开始了比董卓更疯狂的统治, 至此, 东汉彻底成为一团乱麻, 当长安城陷入一片混乱时, 其他诸侯也在相互征伐, 其中, 公孙赞和袁绍斗得最为激烈, 此前, 公孙赞在借桥之战中败于袁绍, 让他颜面尽尸, 后来他养精蓄锐, 将前来进犯祭宪的袁绍军队打得大败, 歼灭袁绍军队八千多人, 此次大胜让公孙赞出了一口恶气, 同时也让他被胜利冲昏头脑, 结果在之后的战斗中被袁绍击败, 拱手让出了幽州, 后来双方发生了多次战斗, 互有胜负, 就在两者进入僵持阶段时, 朝廷派人前来调解袁绍和公孙赞之间的矛盾, 此时他们都已经接近弹尽两绝, 便时级而下, 双双选择了退兵, 公孙赞撤回渤海后, 幽州木刘渝想趁机吞并公孙赞, 此前, 公孙赞在刘渝手下当差时, 两人就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此次刘渝对公孙赞出兵, 纯粹是基于个人层面的恩怨, 公元193年, 刘渝集结了十万大军前去征讨公孙赞, 刘渝出发前对外宣称, 谁要能将公孙赞的人头送上, 必定给予重赏, 此举实际上是在离间公孙赞阵营,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士兵主动诛杀公孙赞, 此时的公孙赞只剩下几千人马, 如果用常规战术, 公孙赞根本打不赢刘渝, 为了取胜, 公孙赞选择了出其不意, 在刘渝大军到达前线时, 公孙赞集结了一支赶死队前去偷袭, 由于刘渝大军的帐篷驻扎得非常紧密, 公孙赞选择用火攻, 一把火将刘渝的大营焚烧殆尽, 刘渝没想到, 公孙赞会铤而走险, 眼见大营被焚烧殆尽, 便集结残军逃跑, 公孙赞见势头发生了逆转, 乘胜追击, 最终俘获了刘渝全家老小, 逼迫刘渝前来投降, 刘渝为了保命选择了屈服, 随后, 公孙赞将刘渝当作棋子, 顺利拿下了幽州, 后来, 公孙赞又给刘渝安了一个谋反的大帽子, 说他与袁绍密谋推翻当今皇上, 另立他人为帝, 于是将刘渝诛杀, 至此, 幽州彻底成为公孙赞的地盘, 此前成功拿下东郡的曹操, 这一次, 他将目光放到了衍州, 由于朝廷混乱不堪, 无暇顾及黄金军渝党, 使得黄金军再次发展壮大, 青州一带聚集了百万之众黄金军, 这百万人并非都是士兵, 其中大部分都是士兵们的父母妻儿, 黄金军在打仗的时候都带着家人,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部落, 为了扩大生存空间, 黄金军准备拿下衍州作为根据地, 衍州刺使刘渝得知黄金军的动向后, 他认为黄金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非常不屑一顾, 准备出城迎战, 在出战之前, 吉北向报信建议刘戴应该选择兼臂清野, 因为黄金军偕老代幼, 物资十分紧缺, 只要兼臂清野坚守城池, 用不了多久就能将对方拖垮, 报信的建议是非常靠谱的, 但自是高傲的刘戴没有听从报信的建议, 执意出城迎敌, 结果被黄金军斩杀, 刘戴死后, 衍州刺使的位置出现了空缺, 曹操的谋士成功火速赶往衍州, 与当地官员商讨, 请曹操担任衍州牧一职, 此时的曹操已经扬名天下, 衍州官员也想找一位有名望, 有能力的人前来主政, 而曹操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商讨后, 衍州官员最终同意迎接曹操入城, 带领大家抵抗黄金军, 吉北向报信也支持曹操入主衍州, 就这样,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又拿下了衍州, 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 拿下衍州后, 曹操联合报信对黄金军发起了总攻, 在战斗中, 报信为了掩护曹操不幸战死, 报信的死让曹操悲痛欲绝, 他为报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亲自为他写了一篇记文, 曹操在记文中发誓, 一定会为报信报仇血恨, 安葬完报信后, 曹操带着愤怒对黄金军发起了决战, 曹操尽管报仇心切, 但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仔细研究黄金军的作战特点, 并找出对方的命门, 最终一举将其击败, 击败黄金军后, 曹操将其中的精锐单独编成了一支队伍, 就是有名的青州兵, 在随后的征讨博弈中, 曹操连续打败黑山军、 袁术等势力, 不断夯实自身的基础, 部队规模已经发展到数十万,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大诸侯, 在衍州站稳脚跟了曹操, 打算把父亲曹操接来衍州, 于是写信给曹操, 让他带领一家老小前来相聚, 饱受战乱颠簸的曹操, 接到曹操的书信后大喜, 当即收拾了一百多车自重, 带领全家人往衍州进发, 准备在衍州安享晚年, 为了保护曹操州全, 曹操让泰山太守在半路进行迎接, 但曹操还没走到半路就发生了意外, 当曹操走到徐州地盘时, 徐州慕桃谦手下的一个部将建材起义, 他缩使士兵假扮成强盗, 在途中将曹操以及他的小儿子曹德斩杀, 并将一百多车财物全部抢走, 泰山太守得知曹操的被杀后, 大惊失色, 他不敢回去跟曹操复命, 害怕被曹操责怪保护不周, 索性直接投靠了袁绍, 曹操得知曹操的死讯后, 怒不可遏, 他将这一切归咎于桃谦, 认为是他管理不善才导致这出惨剧, 于是率兵只取徐州, 之前曹操就一直觊觎徐州, 只是没有合适的借口, 曹松的死正好给了他出兵的理由, 公元193年, 曹操率领大军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 为了发泄怒火, 曹操在徐州等地大肆屠杀百姓, 数万人被赶至四水河中溺毙, 这就是曹操制造的徐州大屠杀, 正所谓, 新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辜的百姓, 成了曹操泄愤的对象, 这种场景也是三国乱世百姓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公元194年, 走投无路的陶谦向公孙瓒搬救兵, 公孙瓒决定施以援手, 便派出手下一员大将前去支援, 这员大将就是刘备, 此时的刘备担任平原县令一职, 拥有一千多兵马, 为了支援徐州, 刘备又在当地招募了一批人马, 最终凑齐了四五千人, 会同公孙瓒的部将田凯一起奔赴徐州, 尽管刘备干尽十足, 奈何与曹军实力相差甚远, 首战以失败告终, 陶谦见刘备是真心相救, 便给了刘备四千士兵, 刘备是一个身怀雄心大志的人, 他见陶谦如此拉拢自己, 认为在陶谦身上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于是刘备脱离了公宿战, 转而改投陶谦, 作为回报, 陶谦上报朝廷封刘备我御州自使, 在小配驻军, 刘备的到来只是提振了陶谦的士气, 并未改变结局, 不久后, 曹操便率领大军身穿高速兵临城下,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曹操大后方传来不利的消息, 谋士陈公和张淼等人, 趁曹操出征之际, 把吕布引入了城中, 让吕布做了眼周幕, 陈公之所以谋反, 是因为曹操在眼周杀了一批名士, 这其中就包括陈公的朋友, 陈公为此恼羞成怒, 于是, 趁曹操出征之际选择反幕, 陈公与曹操反幕后, 眼周各地陆陆续续竖起了反曹大旗, 就连曹操的留守将领也加入了反曹队伍, 这也说明, 曹操在平时为人处事的时候, 得罪了太多人, 面对浩浩荡荡的反曹大军, 巡御率领曹军积极应对, 最终成功守住了真城、东阿和范县, 得胜后的吕布, 没有钱去掐断曹操的援军路线, 而是领兵驻扎在蒲阳城, 此举充充分证明吕布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 后来曹操及时前来支援, 与吕布形成了对峙, 曹操并不怕吕布, 而是害怕足智多谋的陈公, 为了诱使曹操进城, 陈公命城中大户田氏给曹操写信, 信中痛斥吕布残暴不仁, 表示愿意作为内应迎接曹操入城, 尽管曹操认为这封信可能有诈, 但急于打败吕布的他选择了相信, 当曹操带兵入城的时候, 被事先埋伏在城中的吕布团团围住, 曹军死伤惨重, 曹操为了活命换上士兵服装, 在点尾等人的掩护下才得以返回大营, 负伤归来的曹操决定 将计就计,假装身亡, 下令全军将士身穿高速, 并将这个消息散布到吕布那里, 吕布听闻曹操身亡的消息后, 大喜过望, 准备一股作气拿下曹操的老巢, 于是率军直奔曹营, 结果中了曹操的计谋, 吕布大军死伤惨重, 他本人拼死立战才得以脱身, 吕布返回蒲阳后归缩不出, 局面进入到僵持阶段, 经过几个月的僵持, 双方粮草均已耗尽, 已经出现了人吃人事件, 双方都无力再战, 只好各自撤兵, 进入到修生养息的阶段, 事情进行到这里, 各路诸侯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刻, 但这种和平没有维持多久, 各路诸侯都在时刻准备吞掉对方, 在曹操与吕布休战的日子里, 孙策和刘备趁势而起, 孙策是孙坚的长子, 孙坚被杀时, 孙策年仅17岁, 正所谓虎父无犬子, 孙坚是一位有勇有谋的猛将, 战斗力很强, 孙策完美继承了父亲的优点, 而且在武力方面, 更胜父亲一筹, 人称小霸王, 尽管孙策的资质丝毫不逊于孙坚, 但孙坚的部下见孙策尚且年轻, 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 便纷纷投奔了袁术, 对此,孙策也不能强加阻拦, 毕竟人各有志, 要想获得他人的认可, 必须证明自身实力, 三年守校期满后, 孙策找到了袁术, 希望能要回曾经跟随孙坚的将士, 然后为父亲报仇, 起初, 袁术并不想归还这些人, 但孙坚曾为袁术立下不少战功, 他的家人理应受到后代, 否则, 袁术的威望就会受到折损, 袁术见孙策只是个矛头小伙, 即便把孙坚的旧部给他, 也对自己构不成威胁, 便给了孙策一千多人, 此时的孙策, 并未打算离开袁术, 而是尽心尽力地在袁术手下做事, 希望以此赢得袁术的重视, 孙策的表现很快赢得了大家一致赞誉, 袁术对他的能力赞不绝口, 并表示会提拔他为九江太守, 不过袁术食言了, 他将九江太守的位置给了沉寂, 孙策对此非常生气, 但选择了隐忍, 后来, 袁术让孙策去攻打卢江, 并承诺拿下卢江后, 就让孙策做卢江太守, 为此, 孙策前去攻打卢江, 并成功将其拿下, 就在他满心欢喜地准备做卢江太守时, 没想到, 袁术又没有兑现承诺, 将卢江太守之位给了刘勋, 袁术接连违背承诺, 让孙策失望至极, 他自知, 在袁术手下没有发展前途, 便打算自立门户, 此时的孙策没钱没粮, 更没有谋事, 创业之路困难重重, 但孙策已经抱定自立门户的决心, 后来在别人的引荐下, 孙策前去拜访名氏张宏, 张宏见孙策是个身怀大志的人, 便给他指了一个方向, 张宏表示, 孙策应该去投奔他在丹阳做太守的舅舅武警, 以吴郡、 快击作为根据点发展势力, 逐步往荆州、 扬州发展, 然后以长江为天险, 进一步占据江东, 孙策听从了张宏的建议, 准备自立门户, 他当下需要一个脱离元术的契机, 恰好此时元术正在攻打扬州, 可派出几路人马均以失败告终, 孙策见状主动请鹰前去攻打扬州, 元术虽然孙策有防备之心, 但他不认为孙策有自立门户的能力, 便同意了孙策的请求, 元术给孙策配备了一千多名士兵和几十匹战马, 让他自己到地方上去募兵, 就这样, 孙策带着这一千多人和数百名父亲曾经的旧部, 开启了创业之旅, 凭借自己的威望和极强的战斗力, 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投奔, 没过多久, 他的队伍就发展到五千多人, 随后, 孙策又将自己的好友周瑜拉拢过来, 周瑜于公元175年生于卢江, 周瑜家中世代为官, 在江东一带颇有势力, 孙策和周瑜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结交, 因为志趣相投,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 孙策将打算自立门户的消息告诉周瑜后, 他便毫不犹豫地带着钱财和人马前来支援, 周瑜给孙策带来的不仅仅是钱财, 兵马上的支持, 更多是管理上的支持, 周瑜就像是孙策的大总管, 在他的辅助下, 孙策只管行军打仗, 不用操心粮食后勤这些事情, 在横扫江东的过程中, 孙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刘游, 刘游在江东地区很有威望, 而且他围观清廉, 民意基础很高, 从道义层面来看, 出兵攻打刘游似乎不太合适, 但孙策生在乱世, 乱世第一要务便是生存, 生存第一要务就是获得更多的地盘,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孙策决定, 先袭击牛主营地, 这里是刘游的粮仓和武器库, 也许是没料到有人敢来攻打自己, 刘游并未在牛主营地部署重兵, 结果被能征善战的孙策轻易拿下, 刘游失去牛主营地后元气大伤, 但并未伤及根基, 因为当地伤股大户都依附于刘游, 这些人都愿意倾尽全力来帮助刘游, 刘游只是失去了一个武器库和粮仓, 根据地并未丢失, 士兵也没折损多少, 在面对孙策的时候, 仍能保持很大的优势, 但刘游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不会知人善用, 刘游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太史慈, 此人战斗力很强, 而且具备足够的谋略, 当时就有人建议刘游重用太史慈, 结果刘游没有听从建议, 只是任命太史慈做一个侦察员, 负责侦查孙策的动向, 当孙策得知刘游的人事部署后, 果断选择了出击, 他先是击败了刘游的帮众, 然后目标直指刘游的大本营, 屈额, 面对孙策的强烈攻势, 刘游自知没有还手之力, 最后选择了逃跑, 孙策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屈额, 屈额之战为孙策荡平江东打下了基础, 拿下屈额后, 孙策并未沾沾自喜, 而是严肃军迹, 禁止士兵伤害百姓, 为了在江东树立形象, 孙策对刘游的旧部采取了宽容政策, 只要他们愿意主动投降, 一概既往不救, 为了调动当地人参军积极性, 孙策出台了一个规定, 每家只需要出一个人参军, 全家就可以免除赋税遥役, 在多种举措的鼓励下, 孙策的军队得到了迅速的扩充, 完成队伍升级后, 孙策又对会计郡展开攻势, 会计太守名叫王朗, 也是一个为人清廉且能力出众的人, 不过在带兵打仗方面, 王朗完全不是孙策的对手, 孙策没有耗费太多代价, 便将会计拿下, 攻破会计后, 王朗成为了俘虏, 孙策知道, 王朗平时并未作恶, 在会计一带有些威望, 便没有加害他, 却不肯为孙策效力, 对此, 孙策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将其释放, 后来, 王朗辗转转来到了曹操帐下为官, 大家之所以熟知王朗, 是因为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个情节, 王朗前去劝降诸葛亮, 结果被诸葛亮大骂厚颜无耻, 严迈的王朗经受不住打击吐血身亡, 不过这只是小说中的情节, 现实里, 诸葛亮的确骂过王朗, 不过是通过书信的方式, 而且王朗也并未因此身亡, 小说里这个情节, 实际上是在抬高诸葛亮, 接连拿下刘游和王朗, 摆在孙策面前的障碍, 只剩下严白虎, 严白虎是山贼出身, 后来集结了数万人盘踞在吴郡一带, 和孙策的正规军比起来, 严白虎只能算一群乌合之众, 当得知孙策前来征讨时, 严白虎甚至都没有抵抗, 就弃城而逃, 至此, 孙策彻底掌控了江东, 此时的孙策不但兵强马壮, 身边也聚拢了一批诸如周瑜、 城朴、 王盖这样的人才, 不断朝着霸业迈进, 比起孙策的风生水起, 刘渝的发迹之路显得非常曲折, 之前, 刘渝脱离公孙瓮阵营前来支援徐州, 让徐州木陶谦十分感动, 公元194年12月, 陶谦病逝, 在病逝之前, 陶谦告诉弥竹, 打算把徐州让给刘备, 对此弥竹表示赞同, 弥竹家族是徐州的商股大户, 产业遍布整个徐州城, 当初陶谦担任徐州木时, 为了便于治理, 请弥竹担任别价一职, 帮助他打理徐州的政务, 弥竹由此从一位商人成为了政客, 作为一名商人, 弥竹深谙政治投资之道, 要想在乱世之中保持家族兴旺, 仅靠金钱是不够的, 必须依附于政治力量, 以他的识人之道, 他认为刘备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人才, 陶谦死后, 弥竹便第一时间派陈登到小配, 请刘备入主徐州, 刘备得知陈登的来意后, 内心大喜, 但刘备为了保持君子人设, 以自己能力低下为由, 选择了推辞, 陈登知道, 刘备是故意推辞, 并请恐龙帮忙劝说, 最终在恐龙的劝说下, 刘备接受了邀请, 随后, 弥竹将徐州墓的印售交给刘备, 就这样, 刘备正式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这一年刘备34岁, 距离第一次参加黄金起义,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就在刘备准备在徐州大干一场时, 却因为卷入曹操和吕布之间的战争, 再次失去了徐州, 之前, 曹操和吕布在濮阳爆发了大战, 后来因为缺粮, 双方暂时休战, 休战后的曹操仍未解决缺粮问题, 袁绍得知曹操的情况后, 主动邀请曹操到夜城休整, 此举看似是在向曹操示好, 实际上是想将曹操收支麾下, 面对袁绍抛出的橄榄枝, 曹操动了投奔袁绍的心思, 谋视承玉看出了曹操的心思, 他力劝曹操不要去投奔袁绍, 如果投奔了袁绍, 再想脱离他的控制就会非常困难, 承玉告诉曹操, 虽然眼周大部分已经被吕布占领, 但仍有三座城池在他们掌控之中, 此时应该以这三座城池和手中数万军队作为基本盘, 慢慢寻找打败吕布的机会, 而不是投奔袁绍, 在寻玉、承玉等人的帮助下, 曹操放弃了投奔袁绍的想法, 挺过了极其艰难的一年, 第二年春天, 曹操带领已经恢复战斗力的军队, 偷袭巨野成功, 斩杀了吕布两员大将, 吕布得知消息后, 与成功一起攻打曹操的大本营, 曹操没有料到吕布会来偷袭, 便安排其他士兵在麦田里收割麦子, 大本营仅有一千多士兵, 根本受不住吕布的攻势, 但吕布见曹操营中没有设防, 以为有诈便掉头撤兵, 撤兵后的第二天, 吕布越想越不对劲, 他觉得曹操大营一定空虚, 否则就会前来追击, 他不想放弃全奸曹操的机会, 于是,当即率军再次攻打曹操, 曹操得知吕布再次来袭, 预先设下了埋伏, 一半士兵在营中等候, 另一半士兵在周边埋伏, 吕布到来后, 见曹操营中士兵和上一次差不多, 大喜过望, 下令全军进攻, 等吕布军队快到曹营时, 埋伏在一旁的曹军杀了出来, 将吕布前后包抄, 由于缺乏战前准备, 吕布军队乱了阵脚, 他下令全军撤退, 曹操见时机成熟, 下令全军追击, 并一举拿下了衍州全境, 此前被吕布占领的城池又回到了曹操手中, 战争就是如此的出人意料, 如果吕布能继续保持对峙, 大概率能取得这场博弈的胜利, 但他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失去了衍州, 战败后的吕布来到了徐州寻求庇护, 刘备知道吕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 并不想接纳他, 但考虑到曹操和徐州结怨, 如果率兵来攻, 以现在的兵力恐怕难以抵挡, 无奈之下接纳了吕布, 接纳吕布后, 刘备没有等来曹操的报复, 却等来了袁树极度, 袁树见刘备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了徐州, 分外眼红, 于是率军前来攻打, 与此同时, 袁树还派人和吕布密谋, 让其袭击下批, 事成之后就送二十万壶大米给他, 反复无常的吕布答应做袁树的内应, 面对前来征讨的袁树, 刘备带着关羽前去迎击, 让张飞镇守下批, 就在刘备在前线和袁树打得难解难分时, 张飞却丢了下批, 张飞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 通俗来讲就是情商很低, 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在镇守下批期间, 张飞与下批守将曹豹发生了矛盾, 为了报复张飞, 曹豹暗中联系吕布, 并大开城门放吕布军队进来, 张飞尚不知道曹豹已经叛变, 仓皇之下不知如何应对, 最后选择了逃跑, 吕布兵不血刃拿下了下批, 进而占领了徐州, 并将刘备的妻室俘虏, 得知下批失守后, 刘备无心恋战, 只能带着残兵逃跑, 此时的刘备陷入到了绝境, 这是他起兵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 关键时刻, 刘备得到了贵人相助, 这个贵人便是弥主, 弥主非常看好刘备, 此次见他落难, 弥主将自己府上豢养的 两千多个家奴送给刘备, 补充军队损失, 同时还给了刘备大量金银财物, 作为后勤补给, 为了进一步和刘备捆绑, 弥主又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 她的妹妹就是著名的弥夫人, 在弥主的帮助下, 刘备暂时渡过了难关, 士兵们不至于继续挨饿, 不过此时的刘备需要寻找一个落脚点, 无奈之下, 他选择投奔吕布, 此时的吕布已经占领了徐州, 面对刘备前来请降, 吕布选择了同意, 之所以接纳刘备, 是因为袁术没有兑现承诺, 之前答应给吕布二十万壶大米, 如今一厘米都不愿意拿出来, 通过之前, 袁术对孙策的反复无常可以看出, 袁术是一个心胸极其狭隘的人, 这样的人只是吃了父辈留下的红利, 否则, 以他的人品和能力根本不能在三国立足, 吕布接纳刘备后, 将其安排在小佩驻扎, 时宜事宜, 前不久, 吕布还来请求刘备收留, 没过多久, 两人的境遇完全反转, 这种情况在三国时期非常正常, 所以诸侯之间除非有深仇大恨, 不然不会下死手, 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刘备到小佩驻扎后, 内心十分郁闷, 不过他表面上仍保持着气定神险, 这是刘备的可贵之处, 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没有颓废不堪, 而先是生存下来, 在伺机而动, 刘备的隐忍并未换来元素的宽恕, 他觉得刘备是个隐患, 便派大将纪灵率领三万大军前去攻打刘备, 吕布得知此事后, 亲自率军前去救援, 纪灵涉与吕布的勇猛, 不敢贸然出兵, 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在对峙期间, 吕布做起了和事佬, 他将纪灵请到大营, 说撮合他与刘备讲和, 为了让纪灵答应和谈, 吕布命人将他的兵器方天化戟放在150步处, 吕布表示, 如果他能射中己上的小只, 纪灵就撤兵回退, 如果射不中, 他便不再插手此事, 纪灵可以随意讨伐刘备, 150步的距离非常远, 除非是神射手, 否则无法用弓箭射中这个距离上的目标, 纪灵知道,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便答应了吕布, 随后, 吕布张弓搭箭, 射中了目标, 吕布展示出来的高超武艺, 让纪灵等主将大为吃惊, 他们自知不是吕布的对手, 便选择了撤兵, 这就是著名的原门射击, 这个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三国志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这其中或许存在一些夸大的成分, 但也可以窥见吕布的武艺确实高超, 解除危机的刘备, 并未打算长期寄人篱下, 他开始积极招募士兵, 凭借自己先前积累的名望, 刘备很快便招募了 数千士兵, 逐渐走出了失败的阴霾, 吕布得知刘备的举动后, 认为不能仰虎为患, 马上率兵前去攻打刘备, 刘备的新兵在吕布军队面前不堪一击, 没抵抗多久便被击溃, 眼见自己的心血腹之东流, 刘备十分心痛, 不过他心痛之余还保持着理智, 为了生存, 刘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前往许县投奔曹操, 面对刘备来头, 曹操表现出很大的热情, 他不但给刘备拨付兵马粮草, 还上书朝廷任命他为豫州务, 尽管这只是一个虚职, 没有实际地盘, 也看出曹操对刘备足以重视, 经过连续奔波, 刘备总算在曹操这里得到一丝休整的机会, 在诸侯争霸的这段日子里, 长安城里也充满了一片肃杀之气, 当初李确等人率领西梁军反攻长安杀死王允后, 便以武力控制了朝廷, 将汉县帝刘夕当成了傀儡, 西梁军各路首领逼迫刘夕对他们进行提拔封杀, 最终李确被任命为车骑将军, 统领全国兵马, 郭四被任命为后将军, 樊仇和张继分别被任命为右将军和票骑将军, 整个朝堂成了这四路军阀任意摆弄的后花园, 所有的官员任免都要经过他们同意,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当一个帝国的权力掌握在四个人手中时, 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权力争斗, 权力可以让人成为紧密的战友, 也可以让人反目成仇, 这是人性使然, 公元194年, 西梁军团的另一股势力马腾和韩岁, 在与李确谈利益的时候产生了分歧, 双方之间出现了矛盾, 此事被马羽、刘范等朝堂大臣察觉, 于是刘范等人派人前去与马腾接洽, 鼓动马腾率兵进攻长安, 他们可以作为内应, 马腾被说动, 率领大军直奔长安而去, 就在即将到达长安之际, 刘范等人的计划遭到泄露, 他们害怕被李确清算, 选择了逃跑, 失去内应的马腾变得很被动, 为了巩固自身地位, 李确派自己的侄子李立, 连同凡仇、郭四前去迎战马腾, 李立自视自己是李确的侄子, 在军中表现得非常懒散, 凡仇见状怒斥了李立一番, 此事被李立记恨在心, 产生了报复凡仇的想法, 凡仇是一员猛将, 打仗的时候很有一套, 在他的率领下, 马腾、韩岁被打得溃败, 并一路将他们追至陈仓, 韩岁眼见不是凡仇的对手, 于是集中生智, 他下令军队停止撤退, 然后在军中大摆宴席, 请凡仇赴宴, 以此来向凡仇谢罪, 凡仇是个城府不深的人, 他本来和韩岁都是出自西梁军这一脉, 如今见韩岁主动示弱, 便命令士兵放下兵器前去赴宴, 九族饭饱后, 凡仇选择了班师回朝, 此事被李立完全看在眼里, 回朝后, 他将凡仇的举动添油加醋后告诉了李确, 李确疑心很重, 此后便对凡仇产生了猜忌, 碍于凡仇手中握有军权, 李确并未在凡仇面前表现出异样, 而是暗中观察, 后来李确担心凡仇造反, 便摆了一桌鸿门宴, 席间让刀斧手将凡仇杀死, 然后顺势收编了凡仇的军队, 李确的行为让郭四产生了防范, 他担心李确将来也会像对待凡仇一样对待他, 整日生活在惶恐中, 后来郭四决定结束这种惶恐的日子, 公元195年, 郭四和李确正式反目成仇, 双方军队在长安城内展开了巷战, 这场巷战持续了数月, 期间死伤不计其数, 眼见通过巷战不能分出胜负, 两人便展开了皇帝争夺战, 双方都想把汉县帝抓在手里扣为人质, 最终李确抢先一步把汉县帝抢了过来, 郭四见皇帝被抢, 下令把朝堂大臣都抓起来扣为人质, 然后双方士兵继续展开厮杀, 相互分不出胜负, 正所谓欲棒相争余翁得利, 就在李确和郭四两败俱伤时, 领兵在外的张继返回了长安, 他以维护国家稳定的名义, 命令双方停手, 否则就出兵攻打, 精疲力竭的郭四和李确, 无法与张继抗衡, 虽释放了皇帝和朝堂大臣, 至此, 持续数月的长安巷战就此结束, 这场内乱让摇摇欲坠的东汉帝国更加雪上加霜, 汉县帝经此叛乱后, 打算重新将都城迁到洛阳, 因为长安城到处都是李确和郭四的势力, 公元195年秋, 汉县帝带领百官启程前往洛阳, 汉县帝东归洛阳的艰难程度堪比唐僧取经, 汉县帝刚离开长安不久, 郭四就派兵前去劫持, 他想把汉县帝这块金字招牌抓在手里, 汉县帝仓皇之中跑到了大将杨凤营中避难, 杨凤成功为汉县帝解了围, 劫持皇帝失败后, 郭四和李确暂时搁置了争议, 打算再次将皇帝抓回来, 于是派出更多的兵力前去追捕, 护送汉县帝的杨凤、董成等人不是对手, 最后拼死让汉县帝冲出重围, 此意汉县帝虽然得以保命, 但后宫嫔妃以及车马自重都被叛军劫掠, 还有一批大臣在劫掠中被杀, 杨凤战败后, 主动联系黄金军与党, 请求他们前来相助, 之前杨凤曾担任过黄金军领袖, 后来才投靠李确, 黄金军与党经过权衡, 认为这是一桩比较划算的生意, 便答应了杨凤的请求, 派兵前来相助, 并将郭四、李确联军打败, 这次战胜为汉县帝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没过多久, 郭四又派更多的士兵前来追击, 无奈之下汉县帝躲到了安逸, 此时的汉县帝已经山穷水尽, 连一辆马车都没有, 只能坐着牛车逃亡, 河内太守见汉县帝实在是过于可怜, 派人送去一些钱粮, 让汉县帝不至于被饿死, 但这些钱粮仅能暂时维持温饱, 穷途末路之下, 汉县帝派人前去与郭四理确求和, 郭里二人见汉县帝一行人已经走远, 如果将他们逼死, 也会引起天下诸侯的愤怒, 便同意了求和, 并且把汉县帝的嫔妃, 以及抢来的皇宫用品还给了他, 汉县帝帝带着仅有的物资和一众大臣, 咬牙坚持着往洛阳出发, 为了冲击, 大臣们靠挖野菜来填饱肚子, 皇帝也跟着一起吃野菜,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 汉县帝终于到了洛阳, 但此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 此前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焚烧, 没留下一座完整的宫殿, 偌大的皇宫成了遗址, 上面长满了杂草, 汉县帝到了洛阳后总算脱离了湖口, 不用再担惊受怕, 为了让皇帝能吃上饭, 大臣们每天到附近的山上砍柴, 摘野果来维持基本的温饱, 不少大臣在此期间殒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 汉县帝好歹活了下来, 后来汉县帝回到洛阳的消息, 传到各路诸侯耳朵里, 对此有人表示惋惜, 有人幸灾乐祸, 曹操得知汉县帝回到洛阳的消息后, 打算将其接到许县, 起初一些谋士反对曹操迎接汉县帝, 害怕此举招致其他诸侯前来讨伐, 但巡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力挺曹操前去迎接汉县帝, 有了巡域的支持, 曹操动身前往洛阳进行迎接, 当初举授给袁绍做目标蓝图的时候, 其中就有迎接天子这一条, 如今有了接天子回家的机会, 袁绍却开始犹豫起来, 因为汉县帝不是他用力的, 他本人不喜欢汉县帝, 不想把皇帝接到冀州, 在这方面, 袁绍和曹操差得不止一星半点, 曹操迎接汉县帝也并非一帆风顺, 当曹洪率兵到达洛阳表达来意后, 董承担心皇帝再次落入虎口, 坚决不让曹操入城,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时, 董昭主动出面打破了局面,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部下, 在袁绍手下一直得不到重用, 遂离开袁绍到朝廷谋职位, 后来被提拔为一郎, 董昭知道曹操的雄才大略, 认为只有曹操才能挽救汉氏, 于是, 假借曹操的名义给杨凤写了一封信, 信中对杨凤大家赞赏, 把他捧为挽救汉氏的守宫之臣, 除此之外, 还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 这封书信让杨凤看得飘飘欲先, 当即答应让曹操前来觐见皇上, 曹操见到汉县帝后, 表明了来意, 汉县帝对此很感动, 受与曹操节约, 见到皇帝只是第一步, 并不代表能将他带到许县, 必须要经过杨凤的同意, 后来, 董昭给曹操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曹操给杨凤送了一份大礼, 然后以洛阳缺吃少喝为由, 带皇帝回鲁阳改善生活, 趁杨凤松懈之际, 火速将皇帝转移, 杨凤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 当他听说曹操要把皇帝带到鲁阳时, 感觉鲁阳距离自己的驻地梁县不远,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便同意了曹操的请求, 得到杨凤的默许后, 曹操火速带着汉县帝直奔许县, 后来杨凤发现自己上当, 带兵到许县讨伐曹操, 最终以失败告终, 杨凤为了保命, 前去投奔了元术, 就这样, 汉县帝被曹操接到了许县, 许县就是后来的许都, 汉县帝的到来, 让曹操谋徒霸业时, 又多了一张王牌, 汉县帝在曹操的安排下, 在许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对此, 汉县帝非常满意, 后来夏诏封曹操为大将军, 袁绍为太尉, 在东汉末年, 朝廷百官之首是大将军, 而不是太尉, 对于皇帝的封赏, 袁绍选择了拒绝, 因为袁绍感觉自己比曹操强太多, 曹操是宦官后人, 让他趋于曹操之下是对他的侮辱, 曹操得知袁绍的态度后, 知道此时不能激怒袁绍, 于是让汉县帝把大将军之位封给袁绍, 曹操重新被任命为司空, 对此袁绍表示满意, 不再与曹操计较, 安抚完袁绍的情绪后, 曹操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招揽人才, 他知道早晚有一天会与袁绍翻脸, 要赶在翻脸之前增强实力, 而积累人才是增强实力的基础, 于是曹操提拔巡域为市中, 代理上书令总管一切事务, 在巡域的举荐下, 曹操又得到了郭家和中游, 这三人都是顶级人才, 有了人才的储备, 曹操便开始继续寻求扩张, 此次他将目标放在了荆州, 荆州木刘表是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人, 只想偏安抑郁, 奈何荆州的地理位置过于优越, 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注定了荆州不可能偏安抑郁, 刘表为了防范曹操偷袭, 特意将张秀安排在晚城抵御外敌, 张秀是西梁军领袖张继的侄子, 张继能归附于刘表纯属意外, 当初张继因为缺粮到荆州劫掠, 结果被刘表打败, 张继也意外身亡, 张继死后, 张继接手了他的队伍, 刘表眼见张继无处可去, 便提出收留他, 就这样, 之前还是剑拔弩张的梁伙人, 如今成为了战略伙伴, 曹操要想拿下荆州, 就必须先打败张继, 公元197年, 曹操率领大军攻打张继, 张继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 刘表将他安排在晚城, 就是为了抵御曹操, 不过, 张继的实力不能与曹操匹敌, 为了自保, 张继第一时间打开城门, 向曹操请降, 张继的投降让曹操很欣喜, 甚至有些得意忘形, 一旦得意忘形, 就容易犯错误, 曹操拿下晚城后, 并未打到回府, 而是进城考察了一番, 在考察过程中发现, 张继的遗孀颇有姿色, 对寡妇情有独钟的曹操, 迫不及待地把她收至怀中, 张继看到自己的婶婶被曹操霸占, 心里不是滋味, 但只能默默忍受, 后来曹操又不断对张继的部下示好, 这让张继感到不安, 以为曹操是在架空她, 于是萌生了反意, 此时, 西梁军谋士贾许已经在张继仗下效力, 贾许得知张继对曹操不满后, 为其精心制定了一个诛杀曹操的计划, 在贾许的指导下, 张继让自己的婶婶把曹操惯得醉生梦死, 然后率军将曹操的大营包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曹操几乎不可能逃脱, 但曹操手下猛将太多, 首当其冲的便是典维, 典维有万夫不当之勇, 在他的拼力厮杀下, 曹操获得了逃命的机会, 典维因为陷入重重包围, 最终栗战而死, 曹操在逃亡的途中, 坐骑被射死, 他的长子曹昂将坐骑让给了曹操, 曹操骑上战马成功逃脱, 曹昂却在乱军中被活活砍死, 除了典维和曹昂之外, 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也被张秀所杀, 这场战争就是晚城之战, 此意让曹操损失惨重, 因为他的疏忽大意给军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尤其是长子曹王的死, 让后来曹氏集团陷入了立储之争, 晚城之战过后, 曹操的实力得到一定的削弱, 与曹操相邻的袁树, 见曹操如此不堪一击, 便加快了称帝的步伐, 袁树想称帝并非一时兴起, 两年前,袁树就曾在众人面前表达了称帝的想法, 袁树说流世衰落, 汉世气数已尽, 袁家四代公卿备受百姓爱戴, 他想顺应民心登基为帝, 对于袁树想称帝的举动, 他的臣子几乎都表达了反对, 但袁树并未因此放弃称帝, 而是时刻静待时机, 他觉得只要时机选得好, 就没人能阻止他称帝, 他认为当下就是比较好的时机, 从客观层面来看, 此时的袁树正值鼎盛时期, 他占据十一郡, 治下有百万人口, 兵力超过十万, 而且袁树占据的地方都是生产力发达的区域, 很少受战乱的侵扰, 这些都是袁树称帝的底气, 如今, 曹操刚刚战败锐气受挫, 袁绍和公孙赞争得你死我活, 刘表安于现状, 孙策埋头于江东, 此时称帝无人能前来阻止, 下定决心后, 袁树找了一个算命大师向上天求了一句称语, 作为他登基称帝的理由, 公元197年2月, 袁树不再理会他人的看法, 毅然决然地选择称帝, 定都寿春, 改国号为众士, 袁树称帝后, 并未打算做一个明军, 而是彻底放飞自我, 他不但压制治下的百姓, 就连自己的士兵也不放过, 在袁树的统治下, 皇宫里一片阴歌厌舞, 皇宫之外则是饿瓢满地, 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袁树称帝相当于否定了东汉政权, 加之自身横征暴敛, 没过多久就遭到各路诸侯的一致声讨, 袁树称帝之前, 孙策就写信力劝他, 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否则就会成为公敌, 孙策料到, 袁树不会听自己的劝阻, 之所以依然写信, 是想表明自己的态度, 撇清与袁树之间的关系, 曹操看到孙策声讨袁树后, 便主动前去拉拢, 让他作为讨伐袁树的先锋, 作为交换条件, 曹操向朝廷上书任命他为明汉将军, 此时的孙策虽然已经是江东霸主, 但这些称号都是自己加封的, 没有得到东汉朝廷的认可, 得到朝廷的加封后, 相当于承认了他的合法性, 可以名正言顺地前去抢袁树的地盘, 对于曹操的提议, 孙策欣然接受, 按照曹操拟的诏令, 孙策需要会同吴郡太守陈宇一起出兵讨伐袁树, 但在讨伐的过程中, 吴郡太守陈宇产生了异心, 他见孙策如此年轻就作用这么大一片地盘, 内心十分妒忌, 于是暗中与丹阳宣承等地的流寇密谋, 等孙策大军离开大本营后, 与这些流寇匪首就一拥而上, 共同瓜分孙策的地盘, 但陈宇的密谋被孙策截获, 还未等陈宇动手, 便派人直取他的老巢, 将陈宇全家老小以及心腹将士全部活捉, 陈宇见状不妙, 逃跑至冀州投奔了袁绍, 孙策见陈宇逃跑, 趁机收编了他的队伍, 紧接着, 孙策又拿宣承、京县等地, 将整个江东全部收入囊中, 孙策的公开声讨, 让袁树失去了江东大片土地, 加上曹操、刘表的联合围攻, 袁树的处境十分危急, 此时的他迫切需要一位盟友为他分担压力, 于是他将目光描向了吕布, 派人游说吕布与其结盟, 为了表示诚意, 袁树愿意与吕布结为儿女亲家, 让自己的儿子娶吕布的女儿, 吕布见袁树主动来示好, 而且他的身份还是皇帝, 内心十分高兴, 当即接受了袁树的拉拢, 并让自己的女儿跟随袁树的使者一起回去, 后来吕布在佩国向陈规的劝说下放弃了与袁树结盟, 陈规明确地告诉吕布, 袁树在这个时候拉拢他, 就是把他当冤大头, 让其他诸侯把矛头指向吕布, 吕布认为陈规说的有道理, 自己确实被袁树算计了, 于是不再与袁树结盟, 并亲自骑马追赶袁树的使者, 把自己的女儿抢了回来, 吕布的反悔让袁树非常生气, 派张勋、杨凤等七路大军前来讨伐吕布, 面对袁树的讨伐, 吕布惊恐不已, 他向陈规讨教如何解围, 陈规让自己的儿子陈灯以吕布的名义给杨凤写了一封信, 劝说他不要为袁树效力, 否则会被当作乱臣贼子被其他诸侯讨伐, 吕布表示, 愿意与杨凤暗中联手反攻袁树, 事成之后, 钱粮都归杨凤, 杨凤是一个底线不是很高的人, 和张勋等袁树的心腹大将相比, 他只能算是个外人, 在吕布的引诱下, 杨凤选择了倒戈, 当张勋等人率领大军前去讨伐吕布时, 杨凤突然在大后方抄了张勋等人的后路, 把袁树大军打得溃败, 紧接着, 吕布联合杨凤乘胜追击, 进一步打击袁树的势力, 曹操见袁树被吕布孙策打得死去活来, 也于当年秋天正式向袁树宣战, 袁树知道, 自己不是曹操的对手, 他安排部将殊死利拼, 然后带着家小选择了逃跑, 袁树逃跑后, 整个国家迅速土崩瓦解, 身边的得力干将几乎被杀得干干净净, 从此之后, 袁树便一蹶不振, 不久后便彻底覆灭, 在讨伐袁树的过程中, 曹操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了徐楚这员猛将, 徐楚本是袁树的部下, 袁树逃跑后, 徐楚觉得没有必要为袁树继续送命, 于是率领部众选择了投降, 徐楚的到来替代了典威的作用, 成为曹操身边最忠实的护卫, 多次救曹操于为难之中, 打败袁树后, 曹操并未选择休整, 而是将征讨目标锁定在张秀身上, 此前张秀突然反叛, 差点要了曹操的命, 此事曹操一直记恨在心, 如今携大胜袁树的余威, 曹操打算找张秀一雪前池, 张秀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 急忙派人向刘表求救, 刘表见曹操来势凶猛, 只派了议员部将前去象征性地支援了一下, 张秀看透了刘表的心思, 为了保存主力, 张秀也选择了逃跑, 曹操兵不血刃便拿下了晚城, 由于实质年关, 将士们思乡心切, 无心恋战, 曹操选择了班师回朝, 此次南征虽然收获颇风, 但曹操仍然不满意, 因为没有活捉张秀, 每当想到张秀的时候, 曹操就恨得咬牙切齿, 第二年开始, 曹操就打算集结大军前去征讨张秀, 对此军师寻忧表示反对, 他告诉曹操, 张秀和刘表之间, 迟早因为粮草问题会发生矛盾, 等他们发生矛盾, 再承虚而入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此时前去攻打, 反而会让他们更加团结, 对于寻忧的判断, 曹操表示认同, 但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毅然决然地表示, 当下就要前去征讨, 曹操之所以如此着急, 一方面是想为大儿子曹昂报仇血恨, 另一方面是因为袁绍已经强势崛起, 他必须敢在和袁绍撕破脸皮之前, 消除张秀这个后顾之忧, 否则将来和袁绍对峙的时候, 张秀就会在大后方捣乱, 不得不说, 曹操的眼光还是比较长远的, 公元198年3月, 集结完毕的曹操新率大军前去讨伐张秀, 张秀察觉到曹操的动向后, 再次向刘表搬救兵, 在刘表援军赶来之前, 张秀已经被曹操围在阳城, 但张秀不是一个庸才, 在他的带领下, 曹军未能攻进阳城, 两者就这样形成了僵持, 就在此时, 曹操得到一个消息, 有人劝袁绍趁曹操远征之际, 率兵直取许都, 这个消息让曹操冷汗直流, 如果袁绍真的偷袭许都, 之前的心血都会复制东流, 想到此处曹操打算班师回朝, 不过, 曹操的撤军过程并不顺利, 张秀眼见曹操撤退, 便联合刘表的援军, 对他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曹操因此吃了一次败仗, 好在曹操的军队训练有素, 最终突出了重围, 于当年七月成功返回了许都, 回到许都后, 曹操发现是虚惊一场, 因为袁绍还在与公孙瓒纠缠, 而且袁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在是否偷袭许都这件事上犹豫不决, 最终错失大好机会, 回到许都曹操打算腾出手来对付吕布, 之前刘备被吕布以卑鄙的手段赶出徐州, 为此两人结下了仇恨, 刘备投靠曹操后, 一直在寻找报复吕布的机会, 时不时地派人前去骚扰吕布, 后来吕布不堪其扰, 派北地太守张辽前去讨伐刘备, 曹操得知消息后, 派夏侯敦前去支援刘备, 但在夏侯敦到达之前, 刘备已经被打得溃败, 他的妻儿也被吕布俘虏, 刘备本以为夏侯敦能与吕布一战, 结果也被打败, 得知前线失利想消息后, 曹操决定亲征, 公元198年, 曹操率领大军前去征讨吕布, 当曹操到达鹏城时, 成功告诉吕布, 一定要趁曹操立足未稳之际主动出击, 但吕布却想等曹操主动进攻, 然后将其赶到似水, 吕布的疏忽大意, 让其错失了打败曹操的最佳时机, 等曹操的军队休整完毕后, 一鼓作气拿下了鹏城, 为了震慑吕布, 曹操对已经投降的士兵 和没有武器的百姓进行了屠杀, 这是曹操的又一次屠城, 拿下鹏城后, 曹操紧接着攻打下批, 眼见形势不妙的吕布, 打算与曹操讲和, 但陈公坚决反对讲和, 因为陈公之前背叛过曹操, 一旦讲和必死无疑, 为了让吕布继续作战, 陈公指出, 曹操的粮草已经不足, 只要能守住一个月, 曹操必败, 他坚持让吕布死守到底, 在陈公的建议下, 最终,吕布选择了坚守城池, 这一守就是几个月, 吕布城中的粮草已经出现了紧张, 但更紧张的是曹操的粮草, 为了速战速决, 巡忧和国家联合给曹操献了一记, 挖开四水和以水, 淹掉下批城, 这一招非常狠毒, 但非常奏效, 吕布本来就处于断粮的边缘, 如今又雪上加霜, 军中将士怨声载道, 隐隐约约出现了滑遍的声音, 吕布再次萌生了投降曹操的想法, 不过陈公依然反对, 后来, 吕布手下几位将军把陈公绑到了曹操那里, 作为归降的投名状, 吕布知道大势已去, 没过多久便选择了投降, 吕布投降后, 向曹操表达了归负之意, 他表示, 愿意做曹操手下一员部将, 率领骑兵为曹操东征西讨, 对此, 曹操比较心动, 毕竟吕布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 但一旁的刘备和吕布有深仇大恨, 想借曹操之手除掉吕布, 于是提醒曹操, 让他别忘了吕布异负丁元和董卓的结局, 刘备的话, 让曹操下定决心杀掉了吕布, 最终, 曹操下令让吕布自意身亡, 曹操在处理吕布的问题上, 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犹豫, 而吕布的谋士陈公, 却让曹操百赶交集, 武卫杂陈, 陈公在曹操起兵之初就全力跟随, 并帮助曹操成功拿下眼周, 如果没有陈公的帮助, 曹操的发展不会这么顺利, 陈公之所以离开曹操, 是因为曹操在徐州屠城, 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滥杀无辜, 尽管陈公背叛了曹操, 但曹操内心并不想杀陈公, 只要陈公愿意低头服软, 继续为曹操效力, 曹操还是会重用他的, 但陈公是一个硬骨头, 面对曹操的好言相劝, 他一心赴死, 最后曹操无可奈何, 只能杀了陈公, 陈公死后, 曹操善待了他的家人, 也并将他后葬, 也算是给当初一起并肩作战, 画下一个句号, 此次曹操攻打吕布, 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就是得到了大将张辽, 张辽在遇到曹操之前, 跟随过丁元, 何进, 董卓和吕布, 可以说空有一身本领, 但没遇到民主, 遇到曹操之后, 张辽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 成为曹操手下一员不可获取的大将, 此时的刘备仍未脱离曹操, 而是跟随他回到了许都, 曹操对刘备非常重视, 灭掉吕布后, 曹操上书举荐刑刘备做了左将军, 此时的曹操已经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大诸侯, 不仅占据着大量地盘, 手里还握有汉县帝这张王牌, 凭借汉县帝这张王牌, 曹操经常对他人发号施令, 其中最不满意的就是袁绍, 袁绍之所以没有和曹操翻脸, 是因为他身后还有公孙赞这个威胁没有解决, 公孙赞就像是袁绍的一个心病, 必须除之而后快, 此后, 袁绍又与公孙赞进行了多番博弈, 公孙赞虽然打不过袁绍, 但袁绍也无法剿灭公孙赞, 后来, 公孙赞眼见称霸天下无望, 干脆选择放纵自己, 把图谋天下的事情放在一边, 整日与妻妾吃喝玩乐, 对治下的百姓实施残暴统治,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之后, 终于被袁绍抓住机会, 一举攻陷了他的地盘, 最终公孙赞杀死了自己的妻妾, 自己引火自焚, 称霸多年的大军阀, 最终以悲剧收场, 消灭公孙赞之后, 袁绍成功统一了河北, 自身实力大增, 此时的袁绍占据冀州、 青州、 幽州和冰州, 手中握有数十万军队, 个人势力达到了巅峰, 称王称霸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过程, 欲速则不达, 战争作为实现王霸大业的主要途径, 背后需要良好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 在军队数量和战将水平旗鼓相当的情况下, 战争最终比拼的是后勤补给, 袁绍平定北方之后, 军队已经疲惫不堪, 此时他最应该做的就是修生养息, 让将士们养精蓄锐, 为下一步拓展地盘做准备, 但一心想要称霸天下的袁绍有点急不可耐, 在军队疲惫不堪的情况下, 仍然寻找与曹操决一死战的机会, 后来便爆发了著名的关渡之战, 就在袁绍达到人生巅峰的时候, 他的弟弟袁树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此前袁树一直看不上自己的哥哥袁绍, 他自认为天之骄子, 在没有能力称帝的情况下, 强行选择称帝, 结果换来了诸侯们的讨伐, 并一败涂地, 公元199年, 已经无力维持皇帝之位的袁树烧掉了自己的皇宫, 带着妻妾以及一份残兵前去投奔自己的属下, 正所谓人走茶凉, 这些老部下见袁树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纷纷拒绝收留他, 众叛亲离的袁树想起了袁绍, 他给袁绍写了一封信, 并把传国玉玺献给袁绍, 希望能得到收留, 袁绍对袁树没有感情, 但对传国玉玺感兴趣, 便答应收留袁树, 当他兴奋地率领妻妾家丁准备投奔袁绍时, 曹操派刘备截住了袁树的去路, 将他困得寿春, 无论袁树如何低声祈求, 曹操始终不同意放袁树一马, 最终万念俱灰的袁树在愤恨中发病身亡, 随着袁树倒下, 天下诸侯又少了一个, 袁绍已经迫不及待地寻求与曹操决议死战, 此时的曹操和袁绍之间只需要一个小火苗就能引燃熊熊大火, 不久后, 这座小火苗就出现了, 当初曹操在下批攻打吕布时, 和内太守张阳打算去救援吕布, 但还未出发, 就被部下杨丑杀死, 张阳死后, 杨丑打算带着张阳的队伍投奔曹操, 结果在半路上又被部下衰顾杀害, 随后, 衰顾打算带着军队投靠袁绍, 曹操得知此事后, 派人截住了衰顾并将他击杀, 杀死衰顾后, 曹操顺便将和内郡收入囊中, 这件事让袁绍极为愤怒, 此时的袁绍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曹操决战, 曹操也知道, 与袁绍这一战不可避免, 在正式决战之前, 袁绍把手下谋士召集起来, 询问他们该不该对曹操用兵, 对此举授和田锋表示, 此时不宜大举进攻曹操, 因为百姓已经不堪重负, 士兵们也因为连年征战疲惫不堪, 此时最应该做的是修生养息, 慢慢扩张地盘, 时常派兵前去骚扰曹操, 让他不能安心生产, 三年后修整完毕, 在集中兵力前去征讨, 而不是在军民疲蔽的时候, 寻求与曹操决战的机会, 之前举授给袁绍制定了谋徒天下的整体战略, 可谓是高屋建林, 此次针对征讨曹操一事, 举授的建议也是非常理智的, 但除了举授和田锋之外, 其他谋士都赞成此时应该全力征讨曹操, 免得夜长梦多, 他们认为, 现在袁绍集团兵强马壮, 名将如云, 将士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建功立业, 如果此时不征讨曹操, 未来恐怕会生变, 在这场辩论中, 主张对曹操用兵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听完谋士们的辩论后, 袁绍的大脑彻底被急功近利的思想占据, 当即决定讨伐曹操, 当袁绍准备征讨曹操的消息传到许都后, 曹操阵营的谋士一片惊慌, 大家都觉得, 曹操根本无法抵挡袁绍的进攻, 但巡御对此却不慌不忙, 他给大家仔细分析了袁绍手下文臣武将们的特点, 并给出了应对方案, 巡御作为曹操的大管家, 可谓是十分尽职, 不仅了解自己阵营的优劣势, 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命门, 听完谋士们的讨论后, 最后, 曹操一锤定音地表示, 袁绍此人志向大, 谋略小, 虽然纸面实力很强, 针到了硬碰硬的时候, 就会暴露出不足, 因此,袁绍不足为惧, 当下要做的就是积极应战, 曹操此言并非夸大其词, 而是打心底里不怕袁绍, 即便袁绍不主动寻求决战, 他也会找机会征讨袁绍, 公元199年6月, 袁绍召集了精兵十万, 准备南下进攻许都, 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战争, 为此, 双方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眼见袁绍来袭, 曹操让巡御坐镇许都, 负责筹前梁, 承郁坐镇过程, 保证大后方不被攻破, 在前线布阵方面, 一方面在主要关口上部署重兵, 应对袁绍突然偷袭, 一方面派人监视江东的洞下, 防止孙策在背后插刀, 与此同时, 曹操还派人到西梁去安抚韩岁, 马腾等人, 并成功说服他们与曹操合作, 韩岁, 马腾为了表示诚意, 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许都作为人质, 经过这番部署后, 曹操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与袁绍正面交锋上, 避免了因为与袁绍之争 而延伸出其他问题, 面对袁绍派出的十万大军, 曹操精心挑选了三万士兵, 并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关渡, 吸引袁绍前来决战, 在这场博弈中, 曹操看似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但经过他的精心部署, 逐渐占据主动权, 反而成为了以意待劳的一方, 不得不说, 曹操在军事方面 确实有非比寻常的天赋, 在曹操积极备战的同时, 袁绍也在为这场战争布局, 为了给曹操制造麻烦, 袁绍派人去拉拢张秀和刘表, 张秀和刘表位于曹操的南边, 如果能和袁绍联合, 将会对曹操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届时曹操将会父辈受敌, 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面对袁绍的拉拢, 张秀十分动心, 就在他打算答应的时候, 谋视贾许当着袁绍使者的面痛斥袁绍, 贾许此举是故意得罪袁绍, 让张秀断了与袁绍合作的念头, 张秀一向敬重贾许, 他知道贾许这么做肯定有有原因, 贾许告诉张秀可以前去投靠曹操, 这个回答让张秀有些意外, 因为前不久, 张秀差点要了曹操的性命, 曹操的大儿子曹王也是因为张秀而死, 对此曹操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将张秀剥皮抽筋, 此时前去投靠曹操, 无异于自投罗网, 贾许看出了张秀的疑虑, 他告诉张秀, 袁绍自认为实力比曹操强, 此时前去投奔不会得到重用, 曹操是一个志在称霸天下的人, 这样的人会为了完成目标放弃私人恩怨, 如果前去投奔曹操, 他一定会善待他们, 并且将他们当作爱才的典型向天下人展示, 贾许作为三国第一都市, 对人性的揣摩已经真挚化镜, 他此番对曹操的分析非常精准, 后续也正如他所料, 当张秀率兵投降曹操时, 曹操不仅不计前嫌, 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军娶了张秀的女儿, 贾许因为劝降张秀有功, 被曹操败为执金玉并深得曹操的重用, 在接纳张秀这件事上, 曹操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把个人恩怨放在大局观之后, 只要是对达成目标有用的事情, 都可以接受, 张秀归附曹操, 让袁绍十分恼怒, 但又无可奈何, 荆州木刘表见张秀归附曹操, 内心十分尴尬, 他本身就是一方诸侯, 坐拥十几万大军, 没人能逼其归附, 不过, 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决战迫在眉睫, 刘表必须做出选择, 否则就会因为战错队而付出代价, 但刘表只想偏安抑郁, 不想被当成木偶一样被人摆弄, 最终他选择了保持中立, 夹在两个阵营之间看戏, 等曹元之间分出胜负再做打算, 除了张秀和刘表外, 还有一支力量能左右战局, 那便是江东的孙策, 在曹操与袁绍剑拔弩张的日子里, 孙策继续在江东扩展地盘, 袁树死后, 孙策将目标放在卢江和江下上, 卢江太守刘勋当初抢了孙策的太守之位, 也算是和孙策之间存在过节, 在谋取卢江的时候, 孙策并未选择强攻, 而是采用了智取, 他派人向刘勋表达了合作意向, 邀请他一同攻打上辽, 并承诺和他一起瓜分新打下的地盘, 刘勋见孙策不计前嫌拉拢自己, 内心十分高兴, 当即表示要出兵上辽, 就在刘勋准备动身之际, 谋视刘液看穿了孙策的心思, 他知道, 孙策之所以前来拉拢, 是想让刘勋离开大本营, 等刘勋率军出发时, 孙策必定回来偷袭刘勋的大本营, 刘液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刘勋, 但刘勋并不认可他的判断, 执意要去攻打上辽, 结果正如刘液所预料, 孙策趁刘勋攻打上辽之际, 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刘勋的地盘, 刘勋得知上当后, 无力找孙策报仇, 为了寻找立足之地, 便率兵去江夏投奔了皇祖, 皇祖和孙策之间有深仇大恨, 当初孙策的父亲孙坚就死于皇祖之手, 眼见刘勋投奔皇祖, 孙策火冒三丈, 当即派出一路大军同时征讨皇祖, 并对刘勋发起了集中猛攻, 在孙策的围剿下, 刘勋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带着刘勋一起投奔了曹操, 孙策通过讨伐刘勋收获颇丰, 不仅得到了他的残军, 也得到了上千艘战船, 打败刘勋后, 孙策并未进行修整, 而是一鼓作气大举讨伐皇祖, 此时的孙策已经无人可挡, 皇祖眼见不是对手, 只身逃走, 他的妻妾孩子都成了俘虏, 此意让孙策获得了战船六千余艘, 金银财物不计其数, 让自身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两战皆胜后, 孙策并未前去进攻刘表,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只能和刘表势均力敌, 没有必胜的把握, 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江东的势力, 孙策又派人劝降了豫章太守, 豫章太守知道自己不是孙策的对手, 而且, 孙策在对待百姓方面并不残暴, 最终选择打开城门请孙策入城, 至此, 孙策完成了对江东的深度掌控, 成了名副其实的江东霸王, 这一年, 孙策仅仅26岁, 曹操听闻孙策建立的工业后十分感慨, 他预见到孙策将来可能是他的对手, 但此时, 曹操无暇分身与孙策作战, 于是, 他打算与孙策联姻, 以此来安抚孙策, 防止孙策在曹操与袁绍争霸的时候趁虚而入, 后来, 曹操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 孙策将自己的侄女 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张, 两个集团完成了首次联姻, 经过一系列的部署后, 曹操将大本营转移到了关渡, 此时的袁绍已经来到阵前, 双方爆发局部小规模战事, 在战事全线爆发之前, 曹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便是征讨刘备, 此时的刘备已经和曹操对立, 在徐州扛起了反曹大旗, 当初刘备奉曹命令拦截完袁术后, 并未回去跟曹操复命, 而是带着这支曹军逃跑了, 通俗来讲, 就是选择了叛变, 不再继续留在曹操阵营, 对于刘备的叛变, 曹营中很多人都是有预感的, 当初刘备被吕布打败前来投奔曹操时, 承郁等人就力劝曹操杀掉刘备, 因为刘备并非持中之物, 如果不除掉他, 以后会成为后患, 起初曹操也动了杀心, 但郭家劝曹操不要杀刘备, 而是采用软禁的形式, 曹操求贤的形象, 让其他人才望而却步, 之前曹操在徐州杀掉了陈公一众朋友, 引来了陈公的造反, 如果再杀掉刘备, 恐怕会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 曹操听从了郭家的建议, 没有杀掉刘备, 但也没有软禁他, 曹操知道刘备是个人才, 想将他收为己用, 于是安排了一次私人宴会, 请刘备前来赴宴, 以此来探查刘备的志向, 这次饭局便是著名的青梅竹酒论英雄, 席间刘备故意示弱, 后来为了隐藏自己的志向, 甚至到田间劳作耕种, 他以为这样能够成功骗过曹操, 没想到曹操反而更加重视他, 不但上书朝廷提拔刘备为左将军, 还与他出则同车, 作则同席, 刘备意识到, 自己不能继续留在曹操身边, 否则就可能等来杀身之祸, 于是刘备时刻寻找离开曹操的机会, 后来曹操派刘备前去拦截败走的元术, 让刘备成功脱离曹操的控制, 离开曹操后, 刘备来到了下批驻军, 后来杀死了徐州刺史, 自己取而代之, 入主徐州后, 刘备积极拉拢周边的武装势力, 共同加入抗曹大营, 很多对曹操不满的人纷纷归附刘备, 与此同时, 刘备还积极联络袁绍, 准备协同夹击曹操, 刘备的一系列举动让曹操难以置信, 曹操醒悟过来后勃然大怒, 至此, 曹操和刘备彻底决裂, 成为不死不休的对手, 在征讨刘备之前, 曹操在内部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众将士规劝曹操应该把精力放在与袁绍的博弈上, 不应该分心去攻打刘备, 而曹操坚持认为袁绍不足为虑, 刘备才是他最大的对手, 对此, 郭家站在了曹操这边, 郭家表示, 袁绍性格优柔寡断, 不会趁机前来攻击许多, 刘备刚入主徐州不久, 只要趁其人心慰稳之际发起猛攻, 一定能取得胜利, 只有击败刘备才能避免父辈受敌的情况, 曹操非常信任郭家, 他见郭家与自己的意见一致, 更加坚定了攻打刘备的决心, 此时的刘备尚且不是曹操的对手, 在曹操的争讨下, 刘备全线溃败, 此战关羽被活捉后投降了曹操, 刘备的妻儿也被俘虏, 刘备则趁机逃跑, 按照事先规划好的路线, 刘备选择了投奔袁绍, 袁绍为了树立求贤若渴的形象, 亲自出城前去迎接战败而来的刘备, 在曹操讨伐刘备的时候, 牟士田锋利劝袁绍前去偷袭许多, 此时的许多必定防守空虚, 只要能拿下许多, 就能把曹操逼入绝境, 但袁绍没有听从田锋的建议, 他给出的理由让人惊掉下巴, 袁绍说, 他的小儿子正在生病, 没有心思前去攻打许多, 就这样, 袁绍失去了改写历史的机会, 后来, 袁绍意识到, 自己错过了一个灭掉曹操的机会, 心中十分恼火, 为了弥补这次过错, 袁绍打算马上出兵攻打曹操, 此时, 田锋出来阻拦, 他表示, 曹操已经返回了大营, 全军上下军心稳定, 不能贸然进攻, 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和曹操打持久战, 急于冒进, 只会陷入对方的节奏, 最终被拖垮, 田锋的力劝让袁绍很生气, 他将之前错失偷袭曹操的怒火, 全部都发泄到田锋身上, 一怒之下, 将田锋关进了大牢, 紧接着, 袁绍命行军主部陈林写了一篇 征讨曹操的席文, 隶属曹操的罪状, 为发起大决战做最后的准备, 随着讨伐曹操的席文传至天下, 袁绍正式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公元200年2月, 袁绍正式进军黎阳, 此战袁绍任命大将严梁为主帅, 率领一万士兵前去攻打白马县, 试图夺取黄河南岸, 只要控制住黄河南岸, 袁绍大军就能顺利渡河, 与曹操在正面战场上和曹操相遇, 袁绍能够利用自身军队数量上的优势, 对曹操形成碾压, 镇守白马的刘炎只有三千兵马, 刘炎知道白马的重要性, 他一边向曹操求救, 一边率军殊死抵抗, 硬生生扛下了两个月, 当年四月, 严梁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曹操知道, 白马不能失手, 打算去支援白马, 巡御告诉曹操, 曹军数量不能和袁绍相比, 要想取胜必须分散袁绍的兵力, 他建议曹操领兵到严金, 假装要渡过黄河, 切断对方后路, 袁绍多疑, 一定会分兵向西, 届时曹操再率领骑兵精锐, 到白马偷袭严梁, 一定能够大获全胜, 巡御作为当事顶尖谋士, 对袁绍研究得非常透彻, 并利用袁绍的这个特点进行拿捏, 这也是整个曹元整个博弈的一个缩影, 曹操听完巡御的分析后, 便率兵大张旗鼓地赶往严金, 成功吸引袁绍的注意后, 又亲率关羽、张辽等人火速奔赴白马, 直到距离白马十几里的时候, 严梁才得知曹操前来救援的消息, 此刻严梁没有时间做出调整, 最后被关羽斩于马下, 白马之战也是关羽的成名战, 严梁的死让袁绍大为震怒, 于是决定渡过黄河与曹操决议死战, 谋士举兽力劝袁绍不要冲动, 胜败乃兵家之长, 此时应该稳扎稳打, 如果贸然进攻就会落入曹操的圈套, 举兽作为袁绍的头号谋士, 当初给袁绍制定霸业蓝图的时候, 袁绍一片赞叹, 举兽认为袁绍是个可扶持之人, 后来袁绍的所作所为让举兽认定 他是个妄自尊大缺乏谋略的人, 于是辞掉了在军中的职务, 不再主动为袁绍出谋划策, 袁绍认为举兽此举是在意气用事, 是为了逼迫他顺从给全军做了不好的榜样, 为了惩罚举兽, 袁绍不但没有攻身请举兽回来, 还把举兽的队伍交给了郭图, 此举看似是在惩罚举兽, 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挖坑射线, 曹操解除白马之围后, 料定袁绍必然会大怒, 然后率兵反扑, 还可能屠杀当地百姓来泄愤, 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撤军的时候带着当地百姓一起走, 这个举动是收买人心的最好方式, 以曹操过往的屠城经历来看, 百姓的死活对他来讲并不重要, 用这种方式举起仁义大旗收买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由于带着百姓行军, 曹军撤退速度很慢, 很快就被袁绍的军队追上, 前来追击的是袁绍的大将文丑, 建援军步步紧逼, 曹操命人将资重财物扔掉, 同时命令军队原地休息, 曹操之所以这么做, 事料定援军看到财物后, 会抢夺财物而放弃进攻, 因为援军克扣军饷的情况非常严重, 军官经常截留士兵的军饷, 经过层层剥削, 到士兵手中所剩寥寥无几, 如今他们见到满地都是财物, 遂放弃进攻前去抢夺, 曹操见时机已到, 派出一支骑兵精锐前去攻击援军, 并将援军一举击破, 此意曹操麾下的大将徐晃表现出色, 袁绍却损失惨重, 不仅折损了大将文仇, 还让整支军队的士气备受打击, 不过袁绍的底蕴很厚, 这些损失并未动摇袁绍的根基, 战争的主动权仍掌握在袁绍手中, 随后袁绍将十几万大军驻扎在关渡附近, 双方进入到相持阶段, 眼见袁绍和曹操斗得难舍难分, 远在江东的孙策想趁机捞取利益, 便派人袭击许多, 准备将汉县帝劫持到江东为他所用, 只要拥有了汉县帝, 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此时的许多已经空空如也, 如果孙策趁机偷袭, 成功率非常大, 就在孙策准备动身之际, 突然间传来了噩耗, 孙策遇刺身亡, 刺杀孙策的人是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 之前孙策在占领江东的过程中杀死了许贡, 为此他的门客一直在寻找为其复仇的机会, 后来孙策单枪匹马地出去打猎, 被许贡的门客守了个正招, 猝不及防的孙策被射中面部, 尽管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情势十分危机, 孙策自知命不久矣, 临死之前, 他将跟随自己的江东重臣聚集在一起, 当着他们的面将位置传给了弟弟孙权, 然后一命呜呼, 十年二十六岁, 孙策之死是一件比较令人惋惜的事情, 他当时取得的成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父亲孙坚, 与曹操、袁绍相比, 孙策拥有巨大的年龄优势, 以孙策的雄心壮志, 假以时日, 必将打出一片灿烂的光景, 孙策临死前已经有了儿子, 不过, 出于为江东大局考虑, 孙策选择将位置传给年龄更大, 做事更稳重的孙权, 如果强行让自己的幼子上位, 恐怕会重蹈汉县帝的悲剧, 孙策之死让曹操暂时摆脱了大后方的威胁, 能够将全部精力放在与袁绍的正面博弈上, 前两战的胜利并未让曹操实现战局上的逆转, 只是让曹操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 袁绍将十几万大军集结在一起, 利用地道、 望迪楼都一系列方式对曹军展开了攻击, 这些非常规手段给曹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最终都被曹军化解, 曹军凭借坚固的防御攻势, 将数倍于自己的对手牢牢挡的门外, 在战争相持戒断, 比拼的是耐心, 比耐心更重要的是粮草, 由于袁绍占据杨武、 严金、 白马等地, 后方运输粮道能够直达关渡, 北方粮草能够源源不断地运送进来, 反观曹军, 许都和关渡之间的粮草并不畅通, 时常受到袁绍的侵扰, 只能勉强维持粮草供应, 时间已久, 曹操缺粮的问题日益严峻, 为了筹措粮草, 曹操只能加大当地百姓的税负, 这让百姓们苦不堪言, 纷纷逃至袁绍阵营, 饿肚子的生活也让曹军上下士气低落, 对此, 曹操显得十分无助, 甚至萌生了撤回许多的想法, 但巡御力劝曹操不要撤军, 如果此时撤军, 将来再卷土重来就难上加难, 巡御的鼓励, 给了曹操继续打下去的勇气, 但勇气不能当饭吃, 再这么继续耗下去, 曹军坚持不了几天, 就在曹操陷入绝境之际,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战据, 此人便是许优, 许优是袁绍身边的谋士, 生性贪财, 他觉得袁绍给的待遇太低, 而且不重视他的建议, 前不久, 许优曾向袁绍建议, 让他派一支骑兵前去偷袭许都, 让曹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届时拿下曹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许优这个建议是非常毒辣的, 如果袁绍采用了他的建议, 必然会加速曹操灭亡的进程, 但袁绍对许优的建议置之不理,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被重视, 许优还不至于叛变,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反水的, 是因为他的亲属贪污被袁绍严厉法办, 这是许优叛变的导火索, 到曹操听闻许优前来投奔的消息后, 兴奋不已, 亲自前去迎接, 许优来到曹营后, 直指曹操的粮草问题, 曹操知道许优是个明白人, 便不再掩饰自身粮草短缺问题, 并向许优请教解决之道, 许优打算给曹操送一份大礼, 作为前来投奔的投名状, 他告诉曹操, 袁绍的粮草全部都囤积在乌朝, 只有将乌朝一把火烧掉, 才能逼迫袁绍撤军, 其他将士对许优的到来持怀疑态度, 但巡御和贾许认为, 许优是真心来投, 力劝曹操采纳许优的建议, 为了战争的胜利, 曹操打算放手一搏, 于是, 亲率五千精兵连夜启程, 穿上袁绍军队的衣服, 一路穿过层层关卡, 终于在天亮之前赶到了乌朝, 将袁绍的全部粮草复之一具, 得知粮草被烧后, 袁绍十分愤怒, 不过, 他也看到了新机会, 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突袭曹操的大本营, 于是, 一边派人前去救援乌朝, 一边派郭图、张和率领大军前去攻打曹操的大本营, 曹操知道, 袁绍不会善罢甘休, 临走前派曹洪驻守大本营, 并下达了死守的命令, 曹洪面对前来偷袭的援军, 殊死栗战保住了大本营, 而曹操则打退了前来支援乌朝的援军, 并升勤了大将淳于穷, 淳于穷本是曹操的同僚, 他俩一起曾在大将军合尽手下为官, 曹操本想放淳于穷一马, 但许忧力劝将其杀之, 以免日后留下后患, 曹操杀掉淳于穷之后, 便率兵火速赶回大本营, 此时援军对曹操大本营发起了又一轮猛攻, 潮水般的攻势让曹洪难以招架,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大军, 曹洪下达了殊死搏杀的军令, 此时的曹军已经疲惫不堪, 但已经杀红眼的他们就像嗜血的恶狼一般, 扑向了援军, 当郭图得知淳于穷被杀的消息后, 知道此次行动已经失败, 为了避免自己被追责, 他打算让张和等人出来背锅, 于是向袁绍进献谗言, 构献张和, 在前线作战的张和, 听说郭图陷害自己, 为了避免被袁绍清算, 最终选择了向曹军投降, 起初曹洪以为张和投降是假, 没接受对方的投降, 后来经过探查后得知郭图的构陷, 逼得张和等人不得不另寻他路, 便大开城门接受了张和的投降, 此时曹操正在赶往大本营的路上, 当他得知张和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 回营后第一时间便接见了张和, 任命他为偏将军, 封都停侯, 张和的倒戈让援军彻底失去了主力, 当消息传到袁绍大本营时, 大家都预见到了结果, 袁绍自知大事已去, 继续相持下去就会成为曹操的俘虏, 无奈之下带着自己的长子袁潭匆忙渡过黄河选择了逃命, 本来袁绍占据着绝对主动权, 最后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失败, 或许人们觉得曹操能取得这场胜利, 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实际上大部分是运气的结果, 这些运气因素环环相扣, 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获得胜利, 尽管曹操个人能力比袁绍强很多, 但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 曹操没有任何犯错的机会, 只要错一次就会葬送整个战局, 而袁绍几乎每个环节都在犯错, 向世人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 袁绍逃走后, 大部分将士都成了曹操的俘虏, 在清理袁绍战利品的时候, 曹操发现了一些曹军将领与袁绍勾结的书信, 对此曹操百感交集, 他痛恨别人对自己不忠, 但也知道这是人之本性, 毕竟在那种情况下,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胜利无往, 随后曹操命人将这些书信一把火烧掉, 曹操此举换得了这些人的忠心, 同时也给世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吸引了更多人前来相投, 袁绍的突然溃败, 让被俘的援军将士猝不及防, 很多俘虏兵不甘心失败, 计划联合起来作乱, 曹操得知此事后, 为了永绝后患, 一举坑杀了七万俘虏, 对曹操这种志在霸业的人来讲, 为了实现目标, 即便坑杀七十万人也在所不惜, 至此, 曹操取得了关渡之战的全面胜利, 袁绍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他的主力军队已经被彻底消灭, 曹操一跃而上成为北方最大的霸主, 当初袁绍兵败时, 只顾着自己跑路, 他的首席谋是举兽没来得及逃跑, 被曹操俘虏, 曹操是一个非常爱才的人, 他知道举兽的能力, 想将他招致麾下, 但举兽的家人妻小, 全部都在袁绍手里, 没有选择归附曹操, 尽管如此, 曹操还是给了他极大的后代, 希望有一天能感化他, 曹操的后代没有感化举兽, 后来, 举兽密谋回到袁绍的阵营, 曹操无奈之下杀了举兽, 取得关渡之战的胜利后, 他没像袁绍那样穷兵独武, 而是选择了修生养兮, 与此同时, 投在袁绍帐下的刘备, 眼见袁绍兵败, 也开始进行下一步打算, 公元二百年七月, 袁绍派刘备去攻打许都, 关羽得知刘备在袁绍帐下后, 风筋挂印, 离开了曹操阵营前去投奔刘备, 对此, 曹操也体现出了足够的宽容, 并未派人前去阻截, 让其顺利回到了刘备身边, 三国演义中,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 是虚构的情节, 此次刘备攻打许都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让刘备意识到曹操的强大, 虽然袁绍的地盘仍然比曹操大, 不过以曹操的实力, 袁绍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 这次攻打许都, 让刘备进一步坚定了离开袁绍的决心, 后来刘备劝说袁绍应该和荆州的刘表联手对付曹操, 袁绍认为刘备说的有道理, 于是派刘备前去游说刘表, 在前往荆州的过程中, 刘备收编了一些黄金军残兵, 加之沿途的一些人慕名来头, 刘备很快又集结了数千人的队伍, 曹操见刘备有崛起的可能, 打算亲自率军前去征讨, 彻底消灭刘备这个隐患, 刘备自知不是曹操的敌手, 便给刘表写信表达投靠之意, 刘备和刘表是同宗同源, 收到刘备的求救后, 刘表大开城门请刘备入城, 随着刘备进入荆州城, 刘备彻底脱离了袁绍阵营, 而且成功避免了被曹操剿灭, 曹操眼见刘备躲到荆州, 便调转矛头重新对袁绍发起攻击, 公元201年4月, 曹操攻破了袁绍在仓庭的大营, 袁绍带领残兵逃回了冀州, 此时的袁绍虽然占据着北方四周, 但已经是惊弓之鸟, 甚至是谭曹色变, 每当想起官渡惨败, 内心就悔恨无比, 最终难以抵挡痛苦的侵扰, 得了一场大病, 公元202年初, 曹操打算集结大军对冀州发起总攻, 袁绍听闻前方战报后, 内心愤懑不已, 于当年5月在愤恨中离开了人世, 纵观袁绍的一生, 他只能在顺境里划水, 丝毫没有面对逆境的能力, 如果他安于现状, 愿意做一个偏安易于的诸侯, 他会活得如鱼得水, 但他偏偏想称霸天下, 又不具备相应的胆识和能力, 最终得此下场也是注定, 袁绍的死让一些人感到伤心, 但也有一些人在伤心之余感到无比兴奋, 这其中就包括袁绍的儿子们, 袁绍一共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长子袁潭, 次子袁熙, 三子袁绍, 袁绍死后, 三个儿子围绕继承权的问题展开了一番博弈, 在当时利敌不利贤的继承背景下, 长子袁潭当仁不让是袁绍的首席继承人, 而且袁潭在袁绍扩张地盘的过程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从规则和军功方面来看, 袁潭都是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但袁绍在此后的人事安排中, 将袁潭安排在青州, 任命其为青州刺史, 小儿子袁尚则被任命为冀州牧从事, 冀州是袁绍的大本营, 相当于国家的京城, 在封建时代, 一般都安排太子统领京城, 袁绍此举显然是想扶持袁尚上位, 之前, 举兽就对袁绍这个行为提出过质疑, 说他这么做会引起大乱, 但袁绍不以为然, 依然我行我素, 碍于利敌不利贤的继承制度, 袁绍当时并未宣布袁尚是继承人, 但他身边的臣子则揣摩出袁绍的本意, 于是出现了一股支持袁尚的力量, 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袁潭, 袁绍死后, 支持袁潭和袁尚的势力逐渐公开化, 审配和冯继作为袁尚的支持者, 在袁绍死后, 第一时间扶持袁尚做了冀州牧, 继承了袁绍的遗产, 此举让冀州政权内部矛盾彻底爆发, 各方势力围绕袁绍继承人仪式展开了争夺, 袁潭得知袁绍的死讯后, 以吊丧的名义率军赶往冀州, 但在途中听闻袁尚已经继任冀州牧, 袁潭十分气愤, 他先是在黎阳附近驻军, 又自封为车骑将军, 准备将继承人之位争抢过来, 袁尚和袁潭两兄弟也开始反目成仇, 曹操听闻袁氏兄弟为了争夺继承人之位兵戎相见时, 认为这是一个铲除袁氏家族的好机会, 当即挥师北上, 准备讨伐袁氏兄弟, 袁尚眼见曹操来伐, 便与袁潭求和, 双方决定暂时搁置争议, 把精力放在对付曹操上, 袁潭领命之后, 在黎阳抵挡曹操, 袁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派自己的亲信冯继率领一支队伍到黎阳支援袁潭, 但这些队伍远远不是曹操的对手, 情急之下, 袁潭向袁尚请求支援更多的军队, 对此, 袁尚表示了拒绝, 当初之所以给袁潭派兵, 是想让袁潭和曹操形成军事, 让双方相互消耗, 等袁潭被消耗掉之后, 袁尚就可以坐在冀中幕位置上高枕无忧, 但他没想到, 曹操的实力如此之强, 袁潭根本没有抵抗的机会, 黎阳是冀州的门户, 如果袁潭倒下了, 冀州就会受到威胁, 出于自保, 袁尚决定派兵前去支援袁潭, 为了防止派过去的士兵归附袁潭, 袁尚决定亲自带兵前往, 尽管袁氏兄弟在生死关头走到了一起, 但他们的实力尚且不能阻挡曹操大军, 在曹军的围攻下, 袁军抛弃了黎阳, 退至夜城, 曹操没打算放过袁氏兄弟, 他亲自率军前去攻打夜城, 夜城是袁绍重点经营的地方, 城防非常牢固, 曹操见短期内功成无果, 便下令撤军, 在撤军的途中将沿途物资劫掠一空, 此次出兵虽然以胜利告终, 但未能击杀袁氏兄弟, 对此曹操非常耿耿于怀, 郭家告诉曹操, 之所以没能拿下袁氏兄弟, 是因为曹军攻势太猛, 让袁氏兄弟不得已而抱团抵抗, 接下来应该放缓攻势, 让袁氏兄弟陷入内斗, 届时再来攻打他们, 就能一举功课, 听完郭家的分析后, 曹操身以为然, 并按照郭家的建议严格执行, 事实正如郭家所料, 曹操撤军后不久, 袁潭和袁尚便各自为政, 袁潭想到自己的继承人之位被袁尚抢走, 不自觉地怒从心起, 他打算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 而袁尚始终把袁潭当成自己执政路上的头号威胁, 必须除之而后快, 于是兄弟两人便开始兵戎相见, 在袁氏兄弟内斗期间, 有人劝过他们并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 如果继续内斗下去, 最终获利的将是曹操, 但此时的袁氏兄弟已经杀红了眼, 根本没时间考虑大局问题, 他们坚信只有杀掉对方才有活路, 在这场争斗中, 袁潭整体实力不如袁尚, 经过几番大战后, 袁潭节节败退, 最后被逼退至平原县, 袁尚派兵将平原县包围的水泄不通, 打算将其困死在这里, 没过几天, 袁潭就因为粮草短缺面临全县溃败, 情急之下, 袁潭派人向曹操求援, 希望对方能伸出援助之后, 袁潭的使者见到曹操后, 没有直接搬救兵, 而是建议曹操应该趁袁尚围困平原县之际, 出兵攻占冀州, 曹操认为此事靠谱, 当即点兵前去围攻冀州, 袁尚见曹操大军朝着冀州而来, 担心自己的大本营被曹操端掉, 便放弃了围困袁潭, 转身撤回到叶城, 此时袁尚阵营出现了叛变, 老将吕旷和吕翔知道袁尚斗不过曹操, 便弃之而去投奔了曹操, 袁潭得知吕旷背叛袁尚的消息后, 主动派人前去拉拢吕旷, 并给了他们将军应寿, 吕旷和吕翔是真心归附曹操, 便把袁潭给他们的将军应寿交给了曹操, 曹操见袁潭在背后捅刀子, 打算收拾一下袁潭, 他派人告诉袁潭, 愿意与之结为儿女亲家, 袁潭得知后大喜, 如果和曹操结为儿女亲家, 打败袁尚就指日可待, 曹操此举并非真心想拉拢袁潭, 而是以这种方式继续分化袁氏兄弟, 防止他们再次结盟, 后来袁潭将自己的女儿送到了许都, 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整, 联姻成功后, 曹操并未前去支援袁潭, 而是直接撤回了许都, 曹操回撤后, 袁尚出兵前去围困袁潭, 留下沈沛驻守叶城, 公元204年正月, 曹操率兵渡过黄河, 准备大举对叶城发起进攻, 驻守叶城的沈沛并非等闲之辈, 作为袁尚的首席谋士, 沈沛对曹操做过深入的研究, 在前几次较量中, 曹操并未从沈沛身上占得便宜, 尽管曹操的兵力要比叶城驻军多, 但叶城依然窥然不动, 在这期间, 曹操试过挖地道, 采用间谍渗透等方式来攻取叶城, 但每次都被沈沛化解, 后来曹操转换了思路, 既然拿不下叶城, 那就先攻打叶城周边的城池, 在地理位置上完全孤立叶城, 在攻打周边县城的过程中, 曹操采取了怀柔之策, 每攻下一座城, 曹操便重赏守城将领, 曹操此举是向他人传递一个信息, 只要让出城池, 荣华富贵就会等着他们, 这些守城将领本来就不是完全忠诚于原始家族, 在曹操的宣传攻势下, 纷纷选择了投降, 其中最大的收获便是, 黑山军首领张燕带着十万人马前来投奔, 为此, 曹操任命他为北平将军, 并封其为安国庭侯, 解决完周边城池后, 曹操准备对叶城发起致命一击, 他采用了当初水淹下批的方式, 将叶城变成了一座水城, 城内死伤不计其数, 袁尚得知消息后, 放弃了围困圆潭, 转而前去支援叶城, 在袁尚的支援下, 沈佩打算和袁尚对曹操形成夹击之势, 但士气正盛的曹军接连打败了他们, 袁尚兵败之后选择了撤退, 曹操则紧追不舍, 并对袁尚形成了包围之势, 袁尚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 为了保命, 他派使者到曹操营中启祥, 曹操并未打算放过袁尚, 他拒绝了启祥的请求, 继续对袁尚穷追猛打, 袁尚的部将见大势已去, 便抛弃了袁尚, 转而选择投降曹操, 兵败如山倒的袁尚率领几十个亲信逃往了中山国, 曹操打退袁尚的援军后, 又把精力放在了攻打叶城上面, 叶城内的将士得知袁尚败逃的消息后, 已经无心恋战, 加之城内粮草已经耗尽, 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将士们一直要求投降曹操, 但沈佩坚决不详, 命令将士死守城池, 此时整个叶城, 除了沈佩还想继续战斗外, 其他人都想早日投降, 以此换一顿饱饭, 就在沈佩决定与叶城共存亡时, 他的侄子沈戎偷偷打开了城门迎接曹军入城, 虽然大势已去, 但沈佩仍然率领的残兵与曹操大军战斗, 这种躺臂当车的行为让曹操深有感触, 后来沈佩被活捉到曹操面前, 他大骂投靠曹操的袁氏将领, 义愤之情易于言表, 曹操非常钦佩沈佩这种有气节, 有能力, 忠心不二的人, 想收下他留为己用, 但沈佩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坚决不肯投降, 曹操无奈之下只得将其处死, 在临死之前, 沈佩请求向着冀州的方向受死, 随后便引颈救路, 曹操对袁绍以及他的儿子们一直嗤之以鼻, 但为袁氏家族效力的沈佩, 着实让曹操震惊了一把, 沈佩死后, 曹操命人将其厚葬, 算是对硬汉的一种尊敬, 破掉叶城后, 曹操开始着手吞并元氏家族剩下的地盘, 在出征之前, 曹操选择前去击败袁绍, 对于袁绍的遗孀, 曹操给予大量金银, 让其度过后半生, 曹操此举并非出于尊重袁绍, 而是想以这种方式作秀,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曹操的作秀能力是首屈一指的, 通过击败袁绍, 让曹操在元氏家族的地盘上收买了不少人心, 消除了当地百姓对他的仇恨, 为接下来全面接收袁绍的地盘扫清了障碍, 死后不久, 曹操便接手了梦寐以求的冀州城, 此时的曹操有些飘飘然, 当地名士崔岩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 告诉曹操, 现在当务之急是恢复民生, 免除冀州百姓的疾苦, 而不是沾沾自喜, 崔岩的话让曹操有些无地自容, 但他接受了崔岩的批评, 在冀州城大兴人政进一步巩固民心, 在接收袁绍地盘的过程中, 曹操得到了袁熙的妻子, 曹操见他是一个绝世美人, 而且是一名人妻, 虽打算将他献给曹操, 但曹操知道曹操对他有意, 碍于面子, 强忍着欲望将其赐给了曹丕, 此女便是真福, 曹操大名鼎鼎的洛神父, 就是以真福为原形写的, 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曹操在内心一吟自己的嫂子, 此时袁绍的外甥高干, 见袁氏家族大势已去, 率领兵州将士前来投降, 至此, 整个袁氏家族只剩下袁潭和袁熙, 得知袁尚被曹操打败逃往中山国后, 袁潭打算赶尽杀绝, 带人前去追杀袁尚, 袁尚为了保命, 带着几名亲信前去投奔袁熙, 曹操一直在找机会除掉袁潭, 此次袁潭的擅自行动让曹操找到了借口, 他先是解除了与袁潭的儿女倾家关系, 又派兵前去攻打袁潭, 公元204年腊月, 曹操亲率大军前去征讨袁潭, 被逼上绝路的袁潭开始向多方求救, 但大家见支援袁潭得不到利益, 反而会因此得罪曹操, 便拒绝派兵救援, 一个月之后, 曹操对袁潭发起了猛攻, 为此袁潭进行了殊死挣扎, 虽然打不过曹操, 但也给曹操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后来袁潭兵败逃跑, 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曹军追上并将其诛杀, 接下来曹操将矛头指向了袁熙身上, 袁熙得知消息后带着袁尚选择了逃跑, 他们一路向北, 最终在乌环国停下了脚步, 乌环是北方少数民族, 时常在北方犯境, 劫掠百姓, 为了将袁氏家族全歼, 也为了安顿边境, 曹操决定出征乌环, 公元207年, 曹操率领大军一路北上征讨乌环, 曹操征讨乌环之路非常艰辛, 一路上非战斗检员非常严重, 但曹操抱定了决心, 一路坚持走下去, 当年8月, 曹操大军历经千辛万苦, 到达了白狼山附近, 曹军与乌环大军在此相遇, 一场决战一触即发, 最终在张辽等大将的拼杀下, 乌环大军全线溃败, 胜利之后, 曹操将乌环王公贵族悉数诛杀, 此次战争便是著名的白狼山之战, 灭掉乌环之后, 袁熙和袁上开始寻找新的落脚之处, 他们一路狂奔到了辽东, 试图在辽东太守公孙康那里寻求庇护, 公孙康为了避免引火烧身, 果断杀掉了袁熙和袁上, 至此,袁氏家族被曹操彻底斩草除根, 纵观袁氏兄弟覆灭的全过程, 纵然有曹操的穷追不舍, 但根本原因还是兄弟间争权夺利, 从而让曹操有了可乘之计, 袁氏兄弟得此下场, 也实属不冤, 在班师回朝的路上, 行经节食附近, 曹操有感而发, 写下了著名的官沧海, 至此,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 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 郭家鞠躬至尾, 但因为长期水土不服, 郭家在此期间染病身亡, 郭家去世时年仅38岁, 郭家算得上三国时期的鬼才, 其才能丝毫不亚于诸葛亮, 每次总能一阵见血地看穿事情的本质, 并给曹操提出合理的建议, 他的死让曹操悲痛不已, 回到许都后, 曹操开始了修生养息, 在同时期起兵的诸侯当中, 游贝的崛起比较缓慢, 与其他诸侯相比, 刘备的身家背景太薄弱, 所有的资源都要靠自己一点点积累, 在曹操统一北方之时, 刘备尚且寄居在刘表门下, 自从参加黄金起义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不过, 岁月并未磨平刘备的志向, 即便寄居在刘表手下, 刘备也一直寻找做大做强的机会, 纵观其他几路功成名就的诸侯, 身边围满了文臣武将, 而刘备则显得深担影之, 除了关羽, 张飞两位结拜兄弟不离不弃外, 没有谋士为他出谋划策, 刘备认为, 要想图谋天下, 必须有自己的智囊团, 为此他格外留意身边的能人异士, 希望能得到明示相助, 后来刘备驻军新野, 到达新野后, 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招贤令, 在众多前来应聘的人才中, 有一个人得到了刘备的重用, 他便是徐树, 徐树是一位博学多时, 通晓古今的人才, 之所以前来投奔刘备, 是听闻刘备做事比较仁义, 而且有汉氏宗亲的背景, 徐树的到来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改观, 但这种改观尚不能支持他进一步谋徒霸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徐树发现刘备的志向非常大, 于是便给刘备推荐了另外一个人, 此人便是诸葛亮, 徐树表示, 诸葛亮是一个身怀大才之人, 如果能得到他的辅佐, 谋徒天下就指日可待, 刘备听后大喜, 立刻让徐树请诸葛亮前来相见, 徐树表示, 要请诸葛亮出山, 必须刘备本人亲自邀请才可以, 刘备听从了徐树的建议, 带着关羽张飞二人来到诸葛亮 住处亲自邀请, 这便是著名典故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是真实存在的历史,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诸葛亮在出诗表中也曾写到, 三顾臣与草庐之中, 刘备正是凭借这种真心打动了诸葛亮, 后者决定出山辅佐, 诸葛亮出山之前, 给刘备分析了一下天下大事, 并为他制定了实现霸业的路径, 诸葛亮表示, 当前曹操吞并了袁绍的地盘, 士气正盛应该避其锋芒, 孙权在江东一带经营了几十年, 民心逐渐归附, 可以把他们当作拉拢的外援, 不要试图吞并他们, 诸葛亮告诉刘备, 应该把目光放到荆州和益州上面, 荆州和益州不仅物产丰富, 而且占据核心战略位置, 进可攻,退可守, 是谋徒天下的绝佳之地, 更重要的是,益州的统治并不稳固, 当地百姓一直期盼一位有能力的人能够入主益州, 而刘备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按照诸葛亮的设想, 只要把经营二州作为创业基本盘, 对内实施人证, 对外和孙权以及西部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 就可以刺激起兵入主中原, 届时就能实现匡扶汉市的大业, 稳定住局面后, 孙权开始广招人才, 孙权明白, 只有获得足够多的人才, 才能进一步实现霸业, 为了招揽人才, 孙权开出了非常优厚的待遇, 一时间大量人才前来投奔, 这其中就包括陆逊, 诸葛锦等一众名士, 后来在周瑜的推荐下, 孙权获得了鲁肃, 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 鲁肃为孙权制定了江东的发展方向, 在武将方面, 孙权成功发掘了吕蒙, 并将他培养成嫡系部队, 一时间江东人才积极, 人才质量和数量, 可以与曹操集团相媲美, 稳定局面之后, 孙权便开始谋划一件大事, 那便是进攻皇祖, 当初孙权在意气风发之时被皇祖杀死, 父亲的死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 如今江东局势稳定, 公元203年, 孙权亲自率军前去攻打江夏, 跟随此次出征的将军有成普, 太史慈, 吕蒙, 韩当, 周太等人, 从将领的橙色来看, 孙权是铁了心要拿下皇祖, 眼见孙权浩浩荡荡而来, 皇祖也拼上了全部家当, 他明白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一旦战败, 就必死无疑, 没有和谈的机会, 此时, 皇祖的实力和孙权存在很大的差距, 随着孙权一声令下, 皇祖的先锋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并一路推进到皇祖的大本营, 皇祖见状不妙, 率兵逃跑, 江东大将林操率军前去堵截, 就在林操即将追上皇祖之际, 一只冷剑直奔林操而来, 并射中了他的头部, 林操当场死亡, 林操的意外死亡让皇祖得以逃脱, 而突施冷剑的人名叫甘宁, 是皇祖手下的大将, 林操的死, 让孙权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皇祖, 就在孙权打算全力追击皇祖之时, 江东大后方出现了问题, 之前已经归附江东集团的山岳贼寇, 见江东精锐尽出, 便趁机攻击江东的大本营, 孙权得到消息后果断选择了撤退, 将精力放在了平叛山岳上面, 跑伐皇祖暂时告一段落, 此次皇祖能够全身而退, 甘宁功不可没, 但在论功行赏的时候, 皇祖并未给予甘宁重赏, 这让甘宁非常不满意, 这已经不是甘宁第一次被曼代, 甘宁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他觉得继续留在皇祖手下没有什么前途, 便趁机脱离了皇祖, 转而投奔了江东集团, 在周瑜和吕蒙的共同推荐下, 孙权摒弃前嫌, 对甘宁加以重用, 公元207年, 解决完山岳叛乱后, 孙权再次组织兵力, 前去征讨皇祖, 但军队出发后不久, 孙权得知母亲病危, 无奈之下只能掉头而归, 刘表制定的策略没有问题, 只要坚决执行下去, 就能守住荆州, 但天有不测风云, 当年8月, 67岁的刘表在襄阳去世, 刘表的死让整个荆州集团乱作一团, 大家围绕刘表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夺, 刘表一共有两个儿子, 长子刘琪和次子刘从,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 刘表的嫡长子刘琪是当仁不让的继承人, 但现实总会出现意外, 刘表在原配夫人去世后, 娶了蔡夫人为正事, 死后, 蔡夫人的弟弟蔡茂和外甥张云, 受到了刘表的重用, 逐渐掌控了荆州集团的兵权, 为了进一步加深感情, 蔡夫人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刘从, 这也使得蔡夫人更加偏爱刘从, 为了让刘从能够继承刘表的位置, 蔡夫人处处给刘琪下套, 最后逼得刘琪离开了荆州权力中心, 刘表死后, 荆州军政大权落在了张云和蔡茂手里, 基于蔡夫人这层关系, 张云、蔡茂支持刘从为继承人, 在蔡茂的支持下, 刘从正式继任成为荆州幕, 刘从上任后面对的第一件事, 就是如何应对曹操的征讨, 对此张云、蔡茂坚定地表示, 荆州集团无法和曹操相抗衡, 最好的出路便是主动投降, 在张蔡二人的鼓动下, 刘从选择了投降, 当曹操大军抵达襄阳城下时, 刘从带领城内的将士和百姓跪在曹操面前, 以此来起降, 曹操欣然接受了刘从的投降, 刘从投降本没有什么错, 毕竟人都有苟活之心, 但错在投降之前没和刘备商量, 投降后也没第一时间通知刘备, 此时的刘备还在凡城积极部署防守曹军, 后来刘从心里过意不去, 在曹军赶来之前派人通知了刘备, 刘备得知此事后内心犹如霹雳一般, 此前他多次背叛曹操, 如果落入到曹操手中, 一定必死无疑, 但他来不及抱怨, 当即决定撤退, 而且是带着全城百姓一起撤退, 在撤至襄阳附近时, 诸葛亮建议刘备趁机攻打刘从, 拿下荆州, 刘备以不符合道义为由拒绝了此事, 实际上, 刘备之所以拒绝此建议, 是因为自身实力攻不下襄阳, 在襄阳城下, 刘备希望能够与刘从当面道别, 但懦弱的刘从不肯与刘备相见, 此景被襄阳百姓看在眼里, 他们觉得刘从过于懦弱, 一些百姓果断离开了襄阳, 不得不说, 刘备在塑造仁义形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 这也是他能够数次东山再起的法宝, 在离开襄阳前, 刘备特意去祭拜刘表, 在刘表幕前, 刘备忍不住嚎啕大哭, 或许是因为刘表的意外死亡, 或许是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这一哭让在场的军民无不感动, 这一番真情流露, 让刘备充分赢得了民心, 在逃亡路上还不断有人前来投奔, 在撤退至当阳时, 刘备的队伍已经多达十几万, 这其中只有少数士兵, 大部分都是前来归附的百姓, 由于追随的百姓太多, 导致撤军速度十分缓慢, 为此有人建议刘备应该放弃百姓, 先把军队撤到安全地点, 否则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对此刘备果断拒绝, 他知道带着百姓撤退, 可能会被曹操一网打尽, 但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意形象, 无论如何也要死扛到底, 曹操得知刘备撤退的消息后, 派出精锐骑兵部队虎暴齐前去追击, 虎暴齐是曹操精心打造的一支精英部队, 其人员都是百里挑一的人中龙凤, 要想进入虎暴齐不仅要武艺高超, 还要具备精湛的齐术与战术, 虎暴齐曾在剿灭元氏家族征讨乌环国的时候立下大功, 曹操此次出动虎暴齐前去追击刘备, 足以看出他的愤怒, 在虎暴齐的追击下, 刘备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在虎暴齐追至长坂坡时, 张飞的出现给刘备赢得了宝贵逃亡时间, 长坂坡之战也是张飞的成名之战, 按照小说里的描写, 张飞凭借个人气场吓退了曹军, 实际上曹军之所以没敢继续追击, 是害怕张飞单齐前来出战只是一个诱饵, 是为了诱使曹军进埋伏圈, 虎暴齐主将曹淳拿不定主意, 虽放弃继续追击刘备, 尽管刘备跑了, 不过曹军仍然收获颇丰, 此意刘备的妻儿被俘虏, 谋逝徐树的母亲也落入曹军手中, 后来曹操以此为要挟逼迫徐树归附, 徐树无奈之下归附了曹操, 从此便有了徐树进曹营, 一言不发的典故, 有人质疑徐树之所以一言不发, 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 得不到曹操的重用, 诸葛亮曾评价徐是郡守刺史之才, 结合徐树的朋友圈以及过往战绩, 可以判断徐树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 只是曹操招揽他的方式让他产生了反感, 因此才选择了躺平, 尽管徐树没为曹操出谋划策, 但曹操对此并不在意, 因为只要把徐树留在身边, 就能削弱刘备的智囊团, 同时为自己赢得一个爱才的美名, 尽管刘备脱离虎口, 但此时的他已经十分狼狈, 惶惶如丧家之犬, 就在此时, 有人前来汇报, 说赵云骑马往北准备投靠曹操, 刘备听闻后, 怒斥前来汇报之人, 当场表示赵云不会做出如此举动, 赵云之所以骑马北去, 是杀入曹军营救被俘的甘夫人以及少主刘善, 这便是著名的丹祺旧主, 由于赵云这段经历太多神奇, 加之各类影视剧将其夸大渲染, 以至于很多人质疑其真实性, 实际上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 不过赵云并没有期进期出长板坡, 也没有斩杀几十名曹军战将, 不过此意尽显他的英勇以及对刘备的忠诚, 赵云也凭借此意进一步获得刘备的信任, 日后成为了刘备绝对的心腹, 劫后余生的刘备继续往下口逃亡, 此前刘备派关羽前去联合在下口驻军的刘齐, 关键时刻, 关羽率领船队前来接应刘备, 使得刘备彻底脱险, 最终到达了下口, 持续多日的逃亡生涯暂告一段落, 刘从的投降让曹操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荆州收入囊中, 得到荆州后, 曹操不仅占据着核心战略位置, 更是将荆州十几万士兵编到自己阵营, 拿下荆州后, 曹操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 孙权看过书信后, 知道这是一封战书, 曹操已经开始觊觎江东, 在此之前, 孙权得知刘表的死讯后, 就和鲁肃进行了一番谈话, 谈话结束后, 鲁肃请命前往荆州, 劝说刘备一起联合抗曹, 但行至半路, 鲁肃得知刘同已经向曹操投降, 于是临时改变了路线, 转而前去与刘备会合, 鲁肃见到刘备, 表达了孙权想联合刘备共同抗击曹操的想法, 此时的刘备刚结束逃亡生涯, 不知是否应该接受孙权的邀请, 关键时刻, 诸葛亮给刘备吃了一颗定心丸, 诸葛亮表示, 应该与孙权联手, 在鲁肃的建议下, 刘备派诸葛亮到江东商讨联合事宜, 当时刘备只是个落魄的小军阀, 孙权则是坐拥十万大军的诸侯, 当时孙权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要么和曹操死扛到底, 要么向曹操投降, 从江东集团的整体利益来看, 如果选择向曹操投降, 曹操大概率会后代江东集团, 以此来向世人展示他的宽容大度, 同时也给那些尚未投降的人做一个榜样, 劝说他们早日归降, 江东集团会因此过得更好, 这也是江东集团内部赞成投降的主要原因, 对江东集团的士绅豪族来讲, 为谁效力都一样, 只要有利益就可以, 但对于孙权来讲, 一旦向曹操投降, 自己就成了傀儡, 不再是雄聚一方的霸主,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孙权作为江东集团的领袖, 也不能独断专权, 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作对, 因为孙氏家族是靠士族豪身捧起来的, 如果不顾及这些人的利益, 孙权的位置也不能稳固, 此时孙权需要借外人之口来说, 动这些人同意对抗曹操, 而诸葛亮正好被推上历史舞台, 此时的孙权正坐镇柴桑观察时局, 诸葛亮见到孙权后, 两人在言语上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较量, 经过此番较量, 孙权得知诸葛亮确实是一位能人, 便安排诸葛亮与江东大臣们来一场辩论, 只有说服这些大臣, 孙权才能拍板与刘备联合抗曹的事宜, 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出使江东的过程描述得非常精彩, 把它视作孙刘联合的首要功臣, 诸葛亮的确在孙刘联合抗曹中出过力, 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周瑜和鲁肃的劝说, 以及孙权的意志, 周瑜作为江东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力主抗曹是可以理解的, 鲁肃作为一名臣子, 如果投到曹操名下, 获得的待遇不会比在江东差, 在这种情况下能舍弃个人利益, 以江东大局为出发点考虑, 全力支持抗曹,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也是鲁肃能够得到孙权信任的原因, 鲁肃也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气节, 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美名, 在周瑜和鲁肃的支持下, 孙权下定决心与刘备结盟, 曹操得知孙刘结盟的消息后, 知道不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江东问题, 此时的曹操已经将荆州的水军和战船收支麾下, 再加上自己的几十万步兵, 他决定对江东发起一场大战, 此时曹操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江东已经是囊中之物, 但贾许却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 贾许是半路投靠的曹操, 尽管在这些年中为曹操在平定北方和关渡之战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他深知自己不是曹操的嫡系, 因此平时做事的时候十分注意, 从来不主动结交同僚, 以免让曹操怀疑自己拉帮结派, 贾许之所以被称为三国第一都市,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计策毒辣, 更重要的是他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本质, 贾许平日里很少主动为曹操提建议, 除非曹操主动问起, 此次他认为曹操贸然攻打江东胜算不大, 便没有忍住向曹操进言, 他委婉地告诉曹操, 要想拿下金楚之地,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当地招揽人才, 慢慢安抚百姓, 使民心逐渐归附, 久而久之就可以不动干戈也能将金楚收之麾下, 如果强行用兵, 恐怕会部袁绍的后尘, 曹操知道贾许的言中之意, 但此时的他已经见得闲上不得不放, 曹操认为自己比袁绍高了好几个等级, 在兵力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 这场胜利已经唾手可得, 便没采纳贾许的建议, 确定与刘备联手后, 孙权任命周瑜为左都督, 陈朴为右都督, 鲁肃为参军校尉, 这三位组成了东吴大军的核心指挥系统, 此时驻守在反口的刘备, 尚且不知诸葛亮与孙权的谈判结果, 眼见曹操大军已经奔摊而来, 内心焦急如焚, 关键时刻, 周瑜率领三万大军赶到反口和刘备会合, 面对曹操的二十万大军, 周瑜带领的三万军队略显单薄, 对此, 刘备显得信心不足, 按照双方约定, 刘备需要将军队交给周瑜统一调度, 他将自己军队指挥权交给周瑜的同时, 还私自留下了两千精锐, 如果周瑜兵败, 这两千精锐是刘备最后的退路, 随着孙刘双方成功会师, 赤壁之战即将打响, 公元208年10月10日, 周瑜率领联军逆流而上, 准备在上游安营扎寨, 恰巧碰到正在偷偷渡江的曹军先锋部队, 这是一场双方事先都没有预料到的遭遇战, 这种情况极其考验主帅的指挥能力, 周瑜是一个极其擅长水战的人, 面对不擅水战的曹军, 周瑜将其打得溃败, 此役不少曹军士兵在战斗中溺亡, 孙刘联军取得了开门红, 不过这场胜利并未让联军感到高兴, 因为这点损失对曹军来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双方遭遇战过后, 孙刘联军在长江南岸扎营, 而曹军则在北岸结战, 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此时正值隆东时节, 出身北方的曹军显得有些水土不服, 曹操并未急于下达作战命令, 而是想等到来年春暖花开之际再发起总攻, 在对峙期间, 曹军在训练水师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北方士兵经常出现运船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曹操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他命人把战船首尾相连组合在一起, 上面再铺上甲板, 如此一来, 不但解决了士兵们运船的问题, 战马也可以在船上奔驰, 古代的战船都是由木头制作的, 将战船连接在一起就会失去机动性, 一旦遇到大火就会全军覆没, 军事造诣极高的曹操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基于一个判断, 龙东时节刮的是西北风, 曹军驻扎在长江北岸, 如果周瑜放火, 则会烧掉自己, 但这里是错综复杂的山川地带, 风向很容易因为地形而发生改变, 生在北方的曹操不知道此事, 而周瑜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周瑜见曹操将战船连接在一起, 第一时间便想到了火攻, 找到破解曹军铁索连船的办法后, 周瑜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那便是趁曹军修兵之际尽快实施火攻, 最好就是在龙东时节, 绝不能拖到来年春天, 如果等曹军修整到来年春天, 联军几乎没有胜算, 对于火攻一事, 还必须做到出其不意, 一击必中, 如果大张旗鼓的前去放火, 会让身经百战的曹军产生戒备, 戒时就再也没有放火的机会, 所以火攻看似对铁索连船有致命的伤害, 但要实施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想到此处, 周瑜隐一时找不到好的办法, 后来大将黄盖看穿了周瑜的心思, 主动请鹰前去实施火攻, 随后周瑜和黄盖想出了一个计策, 黄盖假意向曹操投降, 等接近曹军战舰的时候, 将装满硫磺火油的小船点燃, 冲向曹军的船队, 以此来实施火攻, 此项计策的关键点在于, 曹操是否会相信黄盖的投降, 按照《三国演义》里的说法, 周瑜和黄盖之间实施了一出苦肉计, 才骗过曹操的使者, 最终使得曹操相信黄盖是真心投降, 实际上这段情节是虚构的, 黄盖并未上演苦肉计, 而是直接派人给曹操送去了降书, 而曹操也相信了黄盖是真心来降, 黄盖向曹操表示, 会挑选一个合适的日子, 偷偷跑出联军大营前来相投, 11月13日, 这一天刮起了东南风, 周瑜见时机已到, 命黄盖马上前去通知曹操, 约定当天午夜前去投降, 在投降当晚, 黄盖率人驾驶十几艘装满易燃物的战船, 在抵达曹军附近时, 将船点燃, 这些蔓延着熊熊大火的战船, 直接冲进曹军大本营, 黄盖等人则趁机驾驶着小船逃脱, 在东南风的助力下, 曹军的水陆营战很快遭到大火侵蚀, 由于这些战船被铁链紧锁住, 很难打开, 加之北方的士兵大多数不会游泳, 在大火的侵蚀下, 曹军死伤无数, 一时间整个曹军乱作一团, 大家都忙着逃命, 曹操见大势已去, 根本无法指挥军队保持阵型, 无奈之下选择了紧急逃命,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在祭坛上挥剑作法, 最终借到了东风, 这才使得周瑜的火攻能够成功, 实际上, 诸葛亮在赤壁之战的战争环节, 并没有多少存在感, 借东风仪式也纯属虚构, 火攻的成功, 主要得益于周瑜的谋划和黄盖等人的执行, 周瑜见曹军阵脚大乱, 便率领精锐部队渡江作战, 继续对曹军穷追猛打, 此时的曹操连组织残军进行反击的心思都没有, 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便是逃命, 曹操整个逃亡过程十分狼狈, 在逃至华荣道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 最终在徐楚和张辽的接应下, 曹操才得以保住性命, 值得一提的是, 曹操在华荣道上并未遇到关羽, 关羽释放曹操一事也属于虚构, 曹操逃跑后, 孙刘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曹军扎在江边的大营, 至此, 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完胜作为结束, 赤壁之战, 作为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在华夏历史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借鉴意义, 曹操之所以失败, 一方面是过于急攻近地, 此前, 贾许曾劝过曹操要徐徐徒之, 在江东问题上不能急攻近地, 但曹操没有采纳贾许的建议, 而是一意孤行, 试图用一场大胜来彻底解决江东问题, 从纸面实力对比来看, 曹操占据绝对优势, 没人相信孙刘联军的几万兵力能够阻挡兵强马撞的曹军, 就像当初的关渡之战, 大家都认为, 袁绍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打败曹操, 结果处于弱势一方的曹操取得了胜利, 在赤壁之战中, 曹操变成了强势的一方, 但他低估了孙权和刘备的抵抗决心, 他本想凭借一封战书就能下退孙权, 没想到, 孙权没有被吓到, 反而激起了心中的怒火, 最终选择了抵抗到底, 赤壁之战的失败, 让曹军元气大伤, 同时也给刘备的崛起留了充足的时间, 此前, 刘备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逃亡状态, 根本没机会做大做强, 此次战争失败, 使得曹操短期内无力前去围剿刘备, 刘备趁机将一周收入囊中, 他的名望也随着战争胜利变得更加响亮, 短期内吸引了更多人前来投奔, 整体实力达到了起兵以来的巅峰状态, 此意义也让孙权收获颇丰, 不仅扩张了地盘, 也彻底堵住了集团内部投降派的嘴, 赤壁之战过后, 曹操留下曹仁和徐晃镇守南郡, 同时让张辽增援合肥, 防止周瑜刘备趁机偷袭, 曹操则回到许都, 防止大本营生变, 此次赤壁之战胜利来得颇为不易, 而且是不可复制的胜利, 周瑜想趁机扩大战果, 如果等曹军缓过神来, 再进取北方就难上加难, 曹仁是曹操的得力干将, 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有勇有谋, 周瑜在攻打南郡的过程中, 遭遇了很大的阻力, 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后来周瑜在探查敌情的时候, 被刘史击中内部, 险些伤及性命, 曹仁得知周瑜重伤的消息后, 到周瑜迎前轿镇, 试图打击周瑜阵营的信心, 周瑜为了鼓舞士气, 强忍着伤痛, 从病床上爬起来, 到前线巡视军队, 此举让军队士气大增, 一鼓作气将曹仁军队打败, 在两军对垒过程中, 军队士气尤为重要, 主帅的一举一动, 决定着军队的士气, 如果主帅有担当, 甚至敢带头冲锋陷阵, 这样的队伍能激发出数倍战斗力, 如果主帅比较懦弱且缺乏谋略, 士兵们就会觉得, 跟着这样的主帅没有前途, 这样的队伍只适合打顺风战, 一旦遇到逆境, 就会瞬间土崩瓦解, 当初, 刘邦率领五十万诸侯联军前去征讨项羽, 结果被项羽用三万精锐部队打得溃败, 一旦军队发生溃败, 士兵们只顾着逃亡, 战斗力几乎为零, 还会发生踩踏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期间特别在乎士气的原因, 赤壁之战过后, 曹军遭遇了几场大大小小的失败, 将士们产生了厌战心理, 都想着回到北方老家, 士气极其低落, 曹仁作为一代名将, 战斗下去的必要, 于是弃城而走, 周瑜顺利占领了南郡, 至此, 持续一年多的战事暂告结束, 周瑜凭借战功被孙权封为偏将军, 并出任南郡太守, 此后, 周瑜又屯兵将领, 防止曹操卷土重来, 接连取得胜利, 极大刺激了孙权的战斗欲望, 孙权又率领大军前去攻打合肥, 合肥是连接南北方的一座重要城池, 孙权想趁全军士气正胜之际拿下合肥, 将势力范围进一步往北延伸, 但合肥是一块硬骨头, 曹操为了守住合肥, 再次布下了重兵, 孙权攻打了三个月,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无奈之下退兵, 就在孙权、 周瑜和曹军正面纠缠之时, 刘备趁机拿下了荆州南部武陵、 长沙、贵阳、 零零四郡, 这些地方的兵马粮草近归刘备所有, 刘备还得到了黄忠, 这是刘备此次攻打荆州最大的收获之一, 正所谓千金易得, 良将难求, 黄忠的加盟让刘备集团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虽然孙权在赤壁之战中的收获最大, 但命运改变最大的则是刘备, 此时刘备已经五十多岁, 自打起兵以来, 要么在逃亡, 要么在逃亡的路上, 几乎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 占据荆州后, 刘备拥有了稳定的地盘, 足够他在乱世立足, 进一步谋徒霸业, 此后不久, 荆州刺史刘备并故, 刘备的下属推举刘备为荆州幕, 刘备对此并未推辞, 果断接受了这个头衔, 孙权见刘备已经摆脱了落魄境地, 身边谋士名将一应俱全, 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于是打算拉拢刘备, 准备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刘备听闻孙权打算拉拢自己, 并将妹妹嫁给他, 内心大喜, 没过多久, 便动身前去京口拜会孙权, 此次刘备前往京口, 不仅仅是为了商讨婚事, 更重要的是, 和孙权商量一笔交易, 赤壁之战过后, 荆州被一分为三, 刘备占据了南部四郡, 曹操占据了北部的南阳郡, 中间的南郡在孙权手里, 当初诸葛亮为刘备制定发展蓝图的时候, 最终目标是北伐曹操匡扶汉士, 刘备要想北伐, 就必须得到南郡, 否则就得绕道而行或者跟孙权借道, 借时将会被大大撤走, 因此, 刘备对南郡志在必得, 要想得到南郡, 刘备可以选择武力征讨, 但这种方式需要和孙权撕破脸皮, 此时的曹操巴不得孙刘两家交物, 一旦撕破脸皮, 曹操必然会伺机而动, 即便打败了孙权, 也不一定能得到南郡, 因此, 刘备选择了和平方案, 他向孙权请求, 让他代为治理荆州,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把南郡让给他, 对于出让南郡一事, 江东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以周瑜为代表的大臣认为, 刘备具备枭雄前志, 现如今, 他手下能人如云, 如果把南郡让给他, 一定会养虎为患, 届时再除掉刘备就难上加难, 最好的办法是, 趁机将刘备软禁起来, 赐给他美人美酒, 慢慢消耗他的意志, 然后再分化刘备集团的各股势力, 使之归附于江东集团, 周瑜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支持, 但此事遭到了鲁肃反对, 鲁肃认为, 曹操的势力太大, 仅凭东吴一家根本不是对手, 必须拉拢刘备一起抗曹, 南郡将来必定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把南郡让给刘备, 相当于给曹操培养了一个对手, 为东吴培养了一个朋友, 如果紧握着南郡不放, 孙刘两家就会产生矛盾, 就会被曹操各个击破, 鲁肃提醒孙权, 即便不把南郡借给刘备, 以刘备的实力也能强攻下来, 孙权听完周瑜和鲁肃的想法后, 最终决定将南郡送给刘备, 他想把刘备推到抗曹第一线, 充当江东集团的盾牌, 就这样, 刘备顺利得到了荆州, 当曹操听闻刘备得到荆州的消息后, 十分震惊, 同时也十分懊悔, 曹操一直明白刘备的雄心, 之前曾多次拉拢刘备, 想将其收支麾下为自己所用, 但刘备选择了拒绝, 为了永绝后患, 曹操数次率兵前去征讨刘备, 每次都让刘备逃脱, 随着南郡落入刘备之手, 曹操明白, 他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尽管自己的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周瑜仍然尽心尽力地为江东集团效忠, 并为孙权制定了一幅谋图天下的蓝图, 对此孙权非常欣喜, 就在孙权准备和周瑜大干一场的时候, 周瑜却突然病逝, 享年三十六岁, 周瑜在病逝之前, 推举鲁肃接替他的位置, 此前鲁肃和周瑜在对待刘备仪式上产生过分歧, 但周瑜并未怀恨在心, 反而在去世前推举鲁肃, 这足以看出周瑜的胸襟, 在三国演义中, 周瑜被描述为一个胸襟狭隘, 嫉妒心很强的人, 一心想要除掉比他能力强的诸葛亮, 这种形象广泛根植于大众脑海, 实际上, 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交集并不多, 更不会妒忌他的才能, 这种描述只是为了拔高诸葛亮, 周瑜的去世对孙权来讲, 也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 孙权一直把周瑜当长兄看待, 周瑜死后, 孙权身穿稿素, 为周瑜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一路为其送行, 对江东集团来讲, 失去周瑜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刘备对此非常高兴, 本身刘备就对周瑜没有好感, 在赤壁之战期间, 周瑜就曾多次搏刘备的面子, 让刘备在众人面前很难堪, 如今没了周瑜的阻挠, 刘备和孙权的关系更加紧密, 不用担心周瑜从中作梗, 在荆州站稳脚跟后, 刘备便积极笼络人才, 打算为谋徒天下做积累, 此时的刘备已经今非昔比, 他使汉室宗亲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 加之他精心塑造的人意标签, 一时间各路人才都前来投奔刘备, 这其中就包括庞统, 庞统是一个才识非常出色的人, 与诸葛亮并称为卧龙凤厨, 明示司马辉认为, 庞统和诸葛亮是刘备荆州集团最出色的两个人, 只是庞统时运不济, 没有得到太多展示才能的机会, 便英年造势, 随着各路人才前来投奔, 刘备集团已经完成了从上到下全部蛻变, 接下来, 他准备对天下霸业发起冲击, 纵观东汉末年各路起兵局势, 并做出一番成绩的诸侯, 刘备是最不容易的一个, 历经二十年的隐忍还能保持斗志, 这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刘备的历程也是最接近普通人的, 他的成功代表了普通人奋斗的天花板, 相较于曹操、袁绍、孙权这种生活在宏大叙事观里的人, 刘备的成功之路足够真实, 如果袁绍、袁术、公孙赞、吕布等人具备刘备身上的隐忍以及百折不挠, 曹操根本没机会统一北方, 普通人的逆袭过程, 就是认识刘备,误解刘备, 读懂刘备,敬佩刘备, 进而学习刘备的过程, 三国历史讲到这里, 发自内心地给刘备点一个赞, 赤壁之战结束后, 此后几年,曹操一直奉行防守为主的策略, 一方面修生养息, 一方面改革内政, 加强对朝廷的把控, 此时的刘备和孙权已经完全崛起, 虽然他们的实力比不上曹操, 不过曹操要想从正面战场击败他们也绝非易事, 为了进一步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 曹操决定采用迂回策略, 此时关中、巴蜀等地还掌握在其他军阀手里, 曹操打算在孙刘之前拿下汉中, 完成对江南一带的包抄, 以此来逼迫孙刘妥协归顺, 制定完这个策略后, 曹操首先将讨伐目标放在了汉中张鲁身上, 并派司力校尉中游率兵前去讨伐, 得知曹操贸然出兵汉中, 时任丞相府苍曹操署的高柔尚书劝谏, 他说讨伐汉中必须要经过关中, 关中一带的马超、韩岁等人会误认为此举是在针对他们, 在讨伐汉中之前不如先平定关中三府, 只要拿下关中, 届时张鲁就会主动请降, 不用出兵就能将其收服, 如果贸然出兵汉中, 会引起关中诸将的反抗, 此时马超的父亲马腾已经牵制京城为官, 马腾一家老小也全部跟随, 打了一辈子仗的马腾打算在京城安享晚年, 马腾离开后, 西梁的兵马前梁西数被马超接手, 曹操认为马腾一家老小都在京城, 马超不敢轻举妄动, 再者, 以马超的实力也不敢和曹操硬碰硬, 高柔的建议是非常客观的, 但曹操没有采纳, 执意前去攻打张鲁, 曹操派出忠游前去讨伐的同时, 又征召夏侯渊前去支援忠游, 此意曹操志在必得, 得知曹操出兵汉中的消息后, 占据关中的马超认为, 曹操此举是来者不善, 是想实施假盗灭国的策略, 先干掉张鲁, 然后再调转枪头直指关中, 马超不想被曹操一点点蚕食, 他打算先下手为强, 为此马超去找韩岁寻求援兵, 韩岁是马腾的结义兄弟, 当初曹操也曾邀请韩岁到京城为官, 韩岁没有前往, 而是派了一个儿子前去代替自己为官, 这种为官说白了就是入志, 此时的韩岁已经年过七十, 他本不想跟着马超一起折腾, 但他见马超连全家几十口人的性命都可以不顾, 执意要反曹操, 便没有推辞的借口, 而且马超的想法也是关中大多数将领的想法, 最终, 韩岁决定与马超一起起兵对抗曹操, 马超起兵后, 周边其他八位将军也加入了马超的队伍, 这十人史称官中十将, 他们总共集结了十万大军来对抗曹操, 起初, 马超只是想预防曹操实施假道灭国, 大军集结完成后, 马超内心发生了变化, 他想借此机会吞下汉中, 然后统一西南地区各部, 进而谋取天下, 马超突然起兵让曹操大吃一惊, 他本想派人向马超解释事情缘由, 但转念一想, 不如将错就错, 即便现在不打马超, 将来也会前去征讨, 对于马超的起兵, 曹操十分重视, 他派谋士承遇前去辅佐前线的曹人, 并指示曹人切不可擅自出兵, 为了解决马超这个障碍, 曹操决定亲征, 公元211年7月, 曹操率领大军开启了西征之旅, 曹操知道, 马超率领的西粮军在作战方面非常勇猛, 为此, 曹操制定了打持久战的策略, 曹操知道, 马超率领的关中联军, 只是为了短期利益而集结在一起, 他们要的是速战速决, 如果战争打成了持久战, 联军内部必然出现矛盾, 纵观华夏战争时, 几乎所有的诸侯联军在作战的时候, 内部都会出现矛盾, 打败他们的往往不是敌人, 而是内部之间相互挤兑内耗, 最终不欢而散, 曹操作为熟读历史, 身经百战的军事家,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曹操先是徐晃率军火速渡过黄河, 在黄河西岸安营扎寨, 确保大军能够从河东顺利到达黄河以西, 曹操选择驻军河西, 是为了截断关中联军的退路, 马超得知曹操的计划后, 准备坚守不出, 截断曹军从河东往河西运粮的线路, 等曹军粮草耗尽时再主动出击, 马超的策略虽然见效慢, 但能打到曹操的痛处, 此番曹操是远道而来, 如果要想和马超形成相持局面, 必须保证粮草供应, 如果截住曹军粮道, 曹操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撤军, 但韩岁没有同意马超的方案, 他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不想夜长梦多, 于是打算趁曹军渡河之机进行偷袭, 不给曹操在河西扎营的机会, 韩岁是马超的长辈, 也是关中联军资历最老的人, 马超只得遵从的他的决定, 曹操第一次强渡黄河时, 遭到了关中联军强力阻截, 曹操差点命葬黄河, 后来曹操心生遗迹, 他假装强攻同关, 把关中联军的主力都吸引到同关一带, 然后派徐晃率兵强渡黄河, 成功在河西安营扎寨, 使得曹操大军能够顺利到达河西, 为了保证梁道畅通, 曹操又下令强行拿下了蒲板金渡口, 使得河东的梁草能安全运制河西大营, 如此一来, 曹操就有了打持久战的底气, 如果当初关中联军听从马超的建议, 坚守不出掐死曹军的梁道, 则可以把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 如今曹操解决了梁草问题, 和关中联军形成了对峙之势, 压力完全来到了关中联军这边, 此次关中联军集结十万大军, 可谓是清朝出动, 当地年强力壮的壮丁全部都在军队, 他们本想速战速决打退曹军, 还不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 现如今, 双方从三月份一直相持到九月, 曹军后方一直源源不断往前线运粮, 而关中联军由于耽误了农业, 生产而出现了粮食危机, 如果继续相持下去, 整个军队都会断除, 此时关中联军内部已经开始抱怨, 马超见状不妙, 主动寻求向曹操和谈, 为了体现诚意, 马超表示, 愿意割地求和, 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曹营入治, 马超的提议让曹操很心动, 他询问贾许要不要接受, 贾许则表示, 可以趁机离间关中联军, 将他们一举击溃, 按照贾许的建议, 曹操假意同意与关中联军议和, 韩遂作为联军的领袖, 前去与曹操谈判, 曹操特意将谈判地点选在两军阵前, 两人见面后, 曹操故意避开谈判话题, 而是与韩遂聊家常, 回忆往昔, 在曹操的带动下, 韩遂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过往经历, 会面结束后仍然意犹未尽, 此番韩遂与曹操见面, 并未就和谈具体事宜展开讨论, 而在军中等候的马超等人, 见韩遂与曹操交谈了这么久, 肯定谈妥了条件, 于是上前询问, 韩遂则说没有和曹操谈细节, 只是聊了一些家常, 韩遂说的是实话, 但关中联军并不相信他的说辞, 他们觉得韩遂已经和曹操谈妥了条件, 并对其他联军将领进行了隐瞒, 这让联军内部出现了猜忌, 紧接着曹操又派人给韩遂送去一封书信, 故意将信中关键内容涂抹, 韩遂拿到书信后, 没有多想, 便交给马超等人传语, 马超看见信中关键信息被涂改, 以为是韩遂故意为之, 不想让其他人看到, 于是两人之间的猜忌进一步加深, 曹操见诸侯联军内部产生了猜忌, 便趁机派出精锐部队进击关中联军, 由于联军内部产生了裂痕, 大家陷入了各自为战的状态, 虽然关中联军号称十万大军, 但丝毫没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好几位诸侯在战斗中被斩首, 士兵们一盘散沙, 被阵行骑整的曹军打得溃败, 此次战役让关中联军元气大伤, 再也没有能力和曹军正面硬杠, 打败关中联军后, 曹操紧接着向西南进军, 并顺利拿下了安定城, 马超和韩遂分道扬镳, 马超跑到了西部少数民族部落避难, 此次战役被称为同关之战, 通过此次战争, 曹操实现了对关中地区的控制, 马超率领残兵逃跑后, 曹操完全有能力前去追击, 但他选择了放弃, 因为后方大本营出现了叛乱事件, 苏伯和田吟趁曹操远征之际, 在河间举旗造反, 曹操留下夏侯渊驻守长安, 然后亲自率兵回叶城, 在曹操到达叶城之前, 曹操已经平息叛乱, 化解了一次政治危机, 由于曹操撤兵比较仓促, 部署的不是特别周全, 这给了马超趁虚而入的机会, 他趁曹操回叶城之际, 再次集结兵力, 准备收回西凉地区, 在枪湖等少数民族的支持下, 马超一路攻城拔寨, 很快便夺回了陨西, 南安等地, 曹操当初撤兵之际, 没料到, 马超会再次起兵, 因为马腾一家几十口还在叶城充当人质, 马超起兵之前会考虑一下家人的死活, 但马超没有理会这些, 依然扛起抗曹大旗, 曹操一怒之下将马腾一家老小抓了起来, 并下令一平三族, 整个马氏家族除了马超和马代之外, 其他族人悉数被杀, 得知族人被杀后, 马超异常愤怒, 他决定将抗曹进行到底, 韩剧汉中的张鲁为了自保, 主动与马超联合在一起共同抗曹, 集结完毕的马超, 带领一万多名精锐前去围攻梁州治所议城, 此时, 整个梁州除了议城之外均已投降, 梁州刺史维康, 也打算开城迎接马超, 但梁州别价杨复坚决反对投降, 他东拼西凑组织了上千人进行抵抗, 在马超的精锐面前, 杨复的队伍显得比较薄弱, 马超对杨复的布防没放在心上, 起初派人前去劝降, 但杨复坚决不受, 马超遂下令攻城, 马超本以为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攻城战, 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杨复以铁血般的意志带领着一千多人, 抵挡了马超八个多月的进攻, 此时的议城已经弹尽粮绝, 城中所有人都已经命悬一线, 如果没有强员前来支持, 议城支撑不了多久, 刺史维康派人前去, 向驻守长安的夏侯渊搬救兵, 使者刚出城便被马超擒获, 这名使者名叫颜温,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不过这个小人物却干了一件大事, 当他被马超擒获后, 马超起初并未杀他, 而是许以荣华富贵, 让颜温给一城士兵传递假消息, 告诉他们援兵不会来, 让他们开城投降, 颜温表面上答应了马超, 当他来到城下时, 声嘶力竭地告诉城中将士, 援军马上到来, 让他们持续坚守, 颜温的话让一城将士士气大增, 继续坚守城池, 颜温此举让马超很是气愤, 马超以死来威胁, 颜温仍不为所动, 坚决不做背信弃义之人, 马超见不能策反颜温, 当着一城将士的面, 将其处死, 颜温的死让维康等人意志有些动摇, 但杨富坚决不同意投降, 誓死与一城共存亡, 不过, 杨富的坚持没能说服众人, 在西梁刺史维康和汉阳太守的主导下, 大家决定开城投降, 马超入城后, 首先杀了维康等投降派, 然后收编了一城军队, 对于誓死抵抗的杨富, 马超不但没有杀他, 而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希望能说服杨富为他效力, 马超作为一名战斗力十足的汉将, 十分钦佩杨富这种硬骨头, 实际上不仅仅是马超, 纵观华夏历史, 几乎所有有勇有谋有气节的人才, 都会得到敌人的尊重, 对于马超的拉拢, 杨富表面上答应, 暗地里却谋划逃跑, 不久后, 杨富的发妻去世, 他以安葬妻子为名, 向马超请假, 马超几经思索答应了他的请求, 杨富离开马超后, 并未前往老家, 而是直奔立城, 此时在立城屯兵的人, 名叫江旭, 江旭是杨富的表哥,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十分深厚, 杨富向江旭讲述了议程失守的经过, 并力劝江旭率兵前去征讨马超, 最终, 江旭答应了杨富的请求, 公元213年, 江旭大部队集结完毕, 前去征讨马超, 马超得知杨富反水的消息后大怒, 当即点兵前去迎战, 他趁江旭大军离开后偷袭了历程, 离开议程前, 马超安排议程旧将守城, 结果他刚出城不久, 一城旧将就关闭城门, 将马超的妻儿亲属悉数杀掉, 此举彻底激怒了马超, 他来到历程后, 抓住了江旭的母亲, 马超本想以此逼迫江旭投降, 但江母把马超痛骂一顿, 然后引颈救路, 几番回合过后, 马超和杨富, 江旭结下了血海深仇, 必须通过战争来分生死, 后来, 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 杨富亲自上场杀敌, 强忍多处重伤依然选择栗战, 最终打败了马超, 马超战败后恼羞成怒, 将怒火发泄到手无寸铁的百姓身上, 离开历程前进行了一轮屠杀, 众多无辜百姓惨遭屠戮, 兵败后的马超南下汉中投奔了张禄, 此时的他已经无力和曹操掰手腕, 只能伺机而动, 马超的溃败让曹操欣喜不已, 西南地区进一步落入到曹操掌控之中, 在马超与曹军周旋的这段时间里, 曹操并未坐定后方不动, 而是率军前去征讨孙权, 公元212年10月, 曹操就亲自率兵南下, 此时的曹操已经从赤壁之战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他这几年来修生养息, 不断充实军队, 就是为了南下一血前耻, 面对浩浩荡荡的曹军, 起初孙权并不以为然, 一来是因为马超在西梁牵制着曹操的经历, 二来, 孙权迁都建业之后, 对整个防御系统做了升级, 他认为完全有能力抵抗曹操来讨, 公元213年征运, 曹操率领大军拿下了东吴的卢须口, 并擒获了都督公孙阳, 这次对峙让孙权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经营多年的江北营寨, 这么轻松被曹操打掉, 为了稳定军心, 孙权决定到一线去指挥战斗, 为了配合孙权出征, 江东集团又调集了数万军队, 为孙权撑场面, 关于孙权出征,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每次出征都要凑齐十万大军, 因此被历史爱好者们调侃为孙十万, 曹操面对惊奇浩荡的东吴大军, 不敢正面硬碰硬, 而是采取偷袭的方式去骚扰吴军, 结果被孙权识破, 东吴士兵利用善于水战的优势, 一战擒获曹军三千余人, 这一战让曹操见识到了孙权的实力, 不敢再轻视他, 后来在两军对峙的过程中, 孙权屡次展现出不凡的气质, 连身经百战的曹操都感叹孙权此人不简单, 为此曹操赞孙权, 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一年孙权三十二岁, 而曹操已经五十九岁, 面对曹操的夸赞, 孙权回复了曹操八个字, 足下不死, 孤不得安, 面对孙权的言语挑衅, 曹操表现得十分豁达, 并未因此生气, 曹操见语计即将到来, 届时将不利于北方士兵作战, 几经权衡之后, 曹操下达了撤军命令, 第一次如虚之战, 以孙权小胜结束, 在此次曹操南下之前, 孙权一直在谋求扩大地盘, 他知道往北拓展非常困难, 于是把目光瞄向了西南地区的汉中和义州,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要想攻打义州就必须经过荆州, 由于此前将荆州让给了刘备, 孙权出征前给刘备写了一封信, 他说, 义州的刘张软弱无能, 汉中的张鲁有导向曹操的趋势, 如果往张鲁拿下义州, 孙刘两家就会陷入被动, 他想先攻打义州, 然后再进取汉州, 只要拿下义州和汉州, 将来孙刘两家就不用再惧怕曹操, 此时正值孙刘两家蜜月期, 刘备不想得罪孙权, 但更不愿意让孙权做大做强, 于是拒绝了孙权借到的请求, 对此孙权并不死心, 派兵驻扎在下口, 时刻准备进军义州, 刘备见孙权来者不善, 果断调兵遣将, 时刻防止孙权进军义州, 为了让孙权打消攻打义州的念头, 刘备表示, 义州目刘章是他同性同毒的兄弟, 如果孙权执意用兵, 他会站在刘章这边, 孙权此时不想与刘备起冲突, 以免让曹操趁虚而入, 刘备眼见孙权打消了进军义州的念头, 便决定独霸义州, 按照当初诸葛亮龙中队里的设想, 夺取义州是称霸天下的必经之路, 此时的刘备仅仅是站稳脚跟, 要想与曹操孙权抗衡, 必须进一步扩大地盘, 而义州就是最好的地方, 报定夺取义州的想法后, 刘备苦思冥想攻打义州的理由, 因为刘备一直以仁义自居, 如果强行攻打义州, 就会被世人所不齿, 经营多年的形象就会崩塌, 就在刘备苦思冥想之际, 义州目刘章主动派人联络则, 邀请他驻军义州, 刘章之所以邀请刘备入驻义州, 是张松、法正、孟达等人长期谋划的结果, 当初曹操南下拿下荆州北部后, 刘章想与曹操结盟, 罪派使者张松闲去败业曹操, 张松身材矮小, 长相非常一般, 甚至有些丑陋, 曹操见张松长得猥琐, 便没有接待他, 张松觉得此行受辱, 便回到义州, 并发誓一定要让曹操付出代价, 张松回到义州后, 在刘章面前, 极力描述曹操的狼子野心, 让他放弃与曹操联合, 转而和刘备结盟, 在张松的劝说下, 刘章放弃了与曹操结盟的想法, 并派法正前联系刘备, 商讨结盟抗曹事宜, 法正的名字看起来像是和尚, 他并不是出家人, 而是明氏法真之孙, 法正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 一直想辅佐民主成就大业, 此番出使荆州见到刘备, 法正认为刘备才是值得辅佐的人, 于是回到益州后, 便与张松等人密谋拥戴刘备, 找机会让刘备入主益州, 后来曹操欲攻打汉中的消息传到了益州, 刘章担心张鲁兵败, 益州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此时法正张松等人提出让刘备入属的想法, 张松直言不讳地说, 益州没有抵御曹操的能力, 只有把刘备引进来才能与曹操抗衡, 在是否求助刘备的问题上, 益州集团内部分化成了两个阵营, 其中反对引刘备入属的声音也很大, 他们认为刘备只是表面上仁义, 内心实则和曹操无异, 把刘备引进来, 相当于引狼入室, 后来在张松、 法正等人的极力劝说下, 刘章摒弃了其他不同意见, 同意引刘备入属, 并派法正和孟达前去迎接刘备入属, 对于刘章的盛情邀请, 刘备内心十分欣细, 但他也表现出了足够的谨慎, 虽说益州是一块香菠果, 拿捏的时候要掌握好分寸, 如果把握不好火后, 就可能事倍功半, 所以刘备在法正面前并未表现出急切的样子, 反而表现得很迟疑, 法正看出了刘备的顾虑, 他和刘备进行了一场密谈, 将益州的城防部署兵马数量悉数告诉了刘备, 最后又把益州的详细地图送给了刘备, 里面详细描绘了益州各处的山川道路, 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 这种地图非常珍贵, 法正此举是为了打消刘备的疑虑, 同时也是向刘备表明心计, 与法正密谈过后, 刘备已经打算入主益州, 但他还担心入主益州会损害自己的人意形象, 对此, 庞统给刘备进行了心理疏导, 告诉他在创业阶段要懂得随机应变, 拿下一周之后再体现人意也不迟, 届时可以给刘处一块封地让其安享晚年, 这样也不算辜负刘处, 在法正和庞统的极力劝说下, 刘备最终做出了入属的决定, 在离开荆州之前, 刘备安排诸葛亮和关羽驻守大本营, 然后带着庞统, 黄忠以及数万兵马来到了益州, 刘处见到刘备后非常高兴, 他认为刘备一来, 益州就有救了, 刘备见到刘处同样也很高兴, 因为益州的这块肉已经送到嘴边了, 为了表示诚意, 刘处上表朝廷, 举见刘备为大司马, 兼任私立校尉, 而刘备也投桃报李, 举见刘处为镇西大将军, 兼任益州木, 两人在一起吃喝玩乐三个多月后, 终于开始商谈正事, 在攻打张鲁一事上达成一致, 刘处出钱出粮, 刘备负责出兵打仗,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刘处认为刘备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为了支持刘备打仗, 刘处提供了战马上千匹, 军粮二十万湖, 战车一千辆, 同时还让刘备统领白水关的兵马, 刘处的做法可谓是人至意尽, 刘备被刘处的慷慨看傻了眼, 自打起兵以来, 他从未打过如此富裕的仗, 想到此番前来一周的目的, 他心里生起一丝愧疚感, 不过这种愧疚感很快便消失了, 此时的刘备已经被岁月打磨得非常成熟, 他表面上极力保持君子风度, 内心实则十分厚黑, 得到刘章的资助后, 刘备吞并于加盟关, 并在当地继续招募兵马, 刘章本以为刘备会主动前去讨伐张鲁, 但始终不见刘备的动静, 刘备在加盟关休整了一年, 都没对张鲁用兵, 这期间的粮草物资均由刘章提供, 尽管刘章已经察觉出有些苗头不对, 不过仍不愿意往坏处下, 毕竟刘备在众人面前做出过保卫益州的承诺, 但此时的刘备已经变了, 他根本没打算前去攻打张鲁, 而是伺机谋取益州, 刘备是一个重视吃相的人, 在谋取益州方面, 庞统曾建议直接发兵攻打益州治所成都, 将刘章赶下台取而代之, 刘备认为这么做吃相太难看, 便拒绝了提议, 后来庞统又提了一个方案, 他告诉刘备, 可以谎称荆州危急, 需要撤军回去救援, 在撤军的过程中拿下白水关的兵马, 然后在挥师南下攻打成都, 尽管这个建议也有损刘备的人意形象, 不过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 如果再拖下去, 益州形势恐生变故, 届时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在刘备思索撤军荆州的理由时, 曹操南下征讨孙权, 刘备以荆州受到威胁为由, 提出撤还荆州, 并要求刘章提供一万兵马, 以及粮草若干, 刘备此举是在把刘章当冤大头来耍, 但凡刘章有点辨识能力, 就不会答应刘备的请求, 此时的刘章, 就像是陷入诈骗陷阱的无知小白, 尽管知道自己已经被骗, 但他想投入更多的钱, 一次性把之前的损失都捞回来, 于是答应了刘备的请求, 为了体现自己的硬气, 刘章并未全数提供刘备提出的兵马粮草数量, 而是将其减半, 张松听闻刘备撤还荆州的消息后, 不知道刘备是在洋庄, 于是给他写信, 让刘备不要撤回荆州, 应该尽快拿下一周, 这封信不但害了张松的性命, 也让刘备和刘章之间彻底交悟, 张松的书信, 被他时任广汉太守的哥哥张肃截获, 为了防止自己被连累, 张肃将这封信交给了刘章, 刘章看完信后才明白刘备入属是张松等人在背后谋划, 他当即下令诛杀张松, 并命令一周各地守将不得与刘备联系, 不过在命令到达白水关之前, 刘备已经到达这里, 并又杀了白水关守将, 拿下白水关后, 又率兵直指成都, 一路上攻城拔寨, 后来刘备下令在浮城休整军队, 为进攻成都积蓄力量, 一向标榜人意的刘备, 为了鼓舞士气, 他向将士们承诺, 只要能拿下成都, 就把刘章仓库中的金银财宝拿出来, 和士兵们评分, 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战前动员, 将士们得到刘备的承诺后, 各个摩拳擦掌, 为进取成都做准备, 面对来势汹汹的刘备, 刘章的谋士建议他采取兼臂青野的策略, 把巴西郡的百姓全部迁至浮水以西, 再把当地的粮食全部烧掉, 这样就能断掉刘备的粮草, 只要守住城门不主动应战, 用不了多久就会退兵, 粮草是刘备此次进攻成都的命门, 如果刘章采用这个策略, 刘备将会寸步难行, 刘备得知这条毒计后, 一时间想不出应对策略, 法证告诉刘备, 这个计策虽然很毒辣, 但刘章绝不会采纳这个建议, 因为刘章一直标榜勤政爱民, 绝不会折腾百姓来成全自己, 刘章的做法被法证严重, 他坚决不肯采纳谋士的建议, 而是组织兵力试图将刘备赶出一州, 刘章的做法郑重刘备下怀, 刘备最怕刘章坚守不出, 和他打消好战, 眼见刘章和自己正面硬杠, 刘备喜上眉梢, 于是双方的全面战争开始了, 在军事方面, 刘备的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要远胜于刘章, 他带领将士一路凯歌, 为了加快吞并一州的速度, 他让镇守荆州的诸葛亮前来支援, 同时让张飞、赵云率兵沿江而上, 收复沿途各个郡县, 此时的刘备大军已经势不可挡, 如秋风扫落夜般将一州各个郡县收入囊中, 此时一州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落成, 只要拿下落成便可以长驱直入进入成都, 落成是刘章父亲刘烟在世期间亲自监工修建的, 落成整体规模虽然不大, 不过城墙异常坚固, 驻守落成的是刘章的长子刘巡, 刘备本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落成, 但刘巡决定与落成共存亡, 非常顽强地守住了城池, 并给刘备大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更让刘备雪上加霜的事, 在攻打落成的过程中, 庞统被刘屎射中死亡, 年仅36岁, 庞统是和诸葛亮齐名的谋士, 庞统的死让刘备本就不富裕的智囊团雪上加霜, 对此刘备恨得咬牙切齿, 随后他亲自监军, 对落成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尽管落成城防十分坚固, 但毕竟敌不过刘备人多, 经过一年多的坚守后, 落成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公元214年6月, 刘备终于攻破了落成, 眼见刘备大军势不可挡, 刘章的手下或死或降, 刘章只剩下两个选择, 要么坚守到底, 要门开门投降, 此时成都城内尚且有三万士兵, 粮草可支撑一年多, 城内的军民对于刘备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恨, 并要求主动出战, 但刘章似乎信心不足, 一直采用不战不祥的策略, 仗打到这里, 刘备已经没有耐心和刘章继续耗下去, 他打算速战速决, 为了给刘章施压, 他派人前去联系马超, 希望能将其招致麾下, 马超自从被曹军打败, 投奔到张鲁镇中后, 一直不被重用, 处处受到排挤, 马超见刘备主动示好, 决定前去投奔, 按照刘备的指示, 马超率领残军, 一路上制造声势, 大张旗鼓地往成都进发, 并摆出一幅要攻城的架势, 在与曹操战斗的过程中, 马超体现得足够残暴, 成都军民得知马超率领的西梁军前来攻城, 无不心惊胆战, 刘章害怕城破后, 马超会残害城中百姓, 无奈之下选择了投降, 至此, 刘章结束了二十几年的军阀生涯, 拿下成都后, 刘备对刘章进行了后代, 让他迁往荆州南郡安度晚年, 至此, 刘备正式成为益州之主, 整体实力得到极大增强, 此时的刘备已经起兵三十年, 得到益州的他喜极而弃, 拿下益州后, 他对跟随自己打天下的人大家封赏, 诸葛亮, 关羽, 张飞, 赵云, 李延, 法正等人, 都得到了爵位和金银赏赐, 此前, 刘备答应士兵们, 允许他们在成都城内截略, 因此, 刘备大军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搜刮金银, 对此, 刘备只能默许, 如果他不对线当初的承诺, 恐怕会引起滑变, 在三军将士的截略下, 成都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为了解决政府财政危机, 刘备想出了一个策略, 他开始铸造大额钱币, 官府对商品交易进行统一定价, 说白了就是开动印钞机, 同时搞垄断经营, 在这种策略的支持下, 刘备很快就充实府库, 度过了财政危机, 随后, 刘备又委托诸葛亮来严峻益州的刑法, 说白了就是打击豪强士族, 通过打压他们来立威, 对此, 诸葛亮不辱使命, 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下, 益州集团焕然一新, 刘备眼见诸葛亮把益州打理得井井有条, 便打算把事业重心从荆州转移到益州, 刘备设立了益州府, 由他自己总览军政大权, 他任命诸葛亮为左将军, 总领成都军政大军,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 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信任的, 他不仅仅是重用, 甚至达到了专用的程度, 除了诸葛亮之外, 刘备最信任的人便是关羽, 当初关羽拒绝曹操的邀请, 坚持回到刘备身边, 这让刘备十分感动, 因此, 刘备把荆州委托给了关羽, 让他总览荆州军政大权, 夺取一周后, 刘备暂时达到了事业巅峰, 在刘备东征西讨期间, 他的老对手曹操也在追求新的事业高度, 曹操把汉邪帝刘夕迎回许都纳克起, 就背上了邪天子令诸侯的骂名, 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没有曹操, 东汉政权早就不复存在了, 是曹操拯救了东汉, 挽大煞鱼祭岛, 对此, 刘夕是十分清楚的, 他也因此给了曹操足够的头衔, 甚至允许曹操入朝不屈, 剑履上殿, 这是当初刘邦给萧和的待遇, 尽管已经是东汉政权的实际掌控者, 曹操对此仍不满足, 因为东汉王朝名义上最高统治者, 还是汉宪帝留邪, 而且曹操每次发号施令, 都要通过汉宪帝的嘴, 曹操想改变这一现状, 他准备绕过汉宪帝, 直接对天下诸侯发号施令, 此举相当于自立门户, 否定东汉王室的正统性, 曹操不能直接表达这层意思, 为此, 他授意董昭上表汉宪帝, 请求加封曹操为国公, 允许他自立门户, 本来汉宪帝准备同意董昭的奏情, 但荀玉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荀玉虽然是曹操帐下的谋士, 但骨子里是忠于汉室的, 他也希望曹操能以匡扶汉室为己任, 因此, 他力劝曹操放弃自立门户的想法, 荀玉是天下世人的代表, 他的言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荀玉同意此时, 曹操就能名正言顺地自立门户, 如果荀玉反对, 就意味着天下世人反对, 曹操还得继续挟持汉宪帝发号施令, 荀玉的举动让曹操非常失望, 随后便不再重用荀玉, 并处处为难他, 不久后, 荀玉便郁郁而终, 十年五十岁, 荀玉死后, 朝堂之上再也没有制衡曹操的力量, 于是汉宪帝顺水推舟封曹操为卫功, 曹操受封后, 定督于叶城, 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小朝廷, 文武百官一应俱全, 至此, 东汉王室彻底成为一副摆设, 这种设置类似于日本幕府时代, 天皇只是个吉祥物, 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幕府将军, 此时天下大势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曹操独占七分天下, 占据如此大的地盘, 并未让曹操停止扩张的步伐, 因为他知道, 孙刘两家还在继续扩张, 尤其是刘备, 占领了一周之后, 便开始觊觎汉中, 汉中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 当初刘邦就是在汉中发迹, 最终建立了大汉王朝, 为了不让汉中落入刘备之手, 曹操决定先下手为强, 公元215年, 曹操亲率十万大军前去征讨张鲁, 张鲁自知实力不如曹操, 在曹操到达杨平关之前就决定投降曹操, 但张鲁的弟弟张卫坚决不同意投降, 此时的汉中还有数万精兵, 梁曹储备可以用数年, 张卫认为曹操远道而来, 必然面临梁曹短缺, 只要能抵挡住前几波进攻, 曹操自然会退兵, 在张卫的坚持下, 张鲁暂时放弃了投降, 让张卫率领数万精兵驻守杨平关, 杨平关是进驻汉中必经之地, 横跟在蜀道之上, 地势非常显耀, 当曹操到达杨平关下时, 心中一凉, 在几十年的征战生涯中, 他从未见过如此显耀的关口, 但曹军已经兵临城下, 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 否则就会影响士气, 于是曹操硬着头皮下达了攻城命令, 此意让曹军损失惨重, 对此曹操毫无办法甚至动了退兵的念头, 两军对垒, 实力很重要, 运气更重要, 就在曹操不报希望之际, 一小谷曹军在半夜三更误打误撞, 进了张卫安置在半山腰上的大本营, 张卫自视地势险要, 遂未对大本营进行重兵把守, 当他看到大营中出现曹军的身影后, 大惊失色, 他以为曹军已经攻了上来, 一时间慌了神, 没来得及组织防守, 就选择了逃跑, 其他士兵见张卫逃跑, 也落荒而逃, 就这样, 曹操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拿下了杨平冠, 张卫得知杨平冠失守后并未责备张卫, 心中反而坦然了很多, 因为他早有归顺朝廷之意, 为了从曹操手中获得更大的筹码, 张卫并未主动投降, 而是率兵后撤到巴中, 与曹操形成对峙之势, 等曹操前来招降, 届时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张卫在撤军前并未烧掉府库中的粮草, 而是将其封存起来, 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计, 曹操读懂了张卫的心意, 遂派人前去招降, 最终曹操拿下了汉中, 张卫被曹操封为镇南将军, 兵家必争之地, 就这样落入到曹操手中, 当刘备得知曹操拿下汉中的消息后大惊失色, 从客观实力和地理位置角度来看, 占据属地的刘备不应该如此害怕, 他之所以有这种反应, 是因为此时属地兵力非常空虚, 此时的刘备正率领精锐部队坐镇荆州公安, 一旦曹操将矛头指向益州, 刘备的大吻营就会失手, 刘备之所以来到公安, 是为了解决与孙权之间的争端, 公元215年, 孙权见占据益州的刘备越坐越大, 有超越江东的势头, 内心非常不平衡, 于是派诸葛锦为使者, 让刘备归还荆州各郡, 当得知刘备不想归还荆州后, 诸葛锦火速将消息告知孙权, 孙权觉得被刘备愚弄, 于是派出三名官员前去荆州南部三郡上任, 以此来向刘备示威, 结果被总览荆州事务的官宇赶了回来, 刘备阵营的这一番操作让孙权颜面尽失, 他决定对刘备用兵, 他任命吕蒙为总指挥, 准备全面夺回荆州, 远在益州的刘备眼见形势不妙, 亲率五万精兵赶到公安, 会同关羽的大军准备和孙权正面硬碰硬, 眼看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曹操平定汉中的消息传到了刘备耳朵里, 刘备害怕曹操会趁虚而入, 便紧急与孙权求和, 孙权也不想全面与刘备交捂,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双方重新划定了荆州的利益, 按照约定, 双方以香水为戒, 江夏、长沙和贵阳属于孙权, 南郡、零零和武林属于刘备, 这次和谈被称为香水之盟, 和谈结束后, 刘备火速撤回属地, 而孙权回到江东开始部署新的军事行动, 此次他的目标是合肥, 公元215年, 孙权率领十万大军前去征讨合肥, 孙权之所以如此执着攻打合肥, 是因为合肥紧挨江东, 像是一根钉子插在江东头上, 不拿掉合肥, 孙权觉得心里不踏实, 对曹操来讲, 合肥是攻打江东的桥头堡, 如果失去合肥, 将会失去对东吴的战略优势, 合肥对孙权两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时镇守合肥的张辽仅有七千士兵, 其他军队都跟随此次前去征讨汉中, 来不及撤回, 但从双方的兵力来看, 张辽没有任何胜算, 但张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 知晓历史上很多以少胜多的案例, 东汉建立者光武帝刘秀, 就曾主导过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 当时刘秀以几千人面对往往派来的四十万大军, 之所以能取得胜利,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刘秀趁对方四十万大军集结之前, 突然发起袭击, 打乱了对方的部署, 张辽显然知道这个案例, 他知道, 要打败孙权的十万大军必须要出其不意, 拿定主意后, 张辽从七千人中间挑选出八百精锐组成赶死队, 为了激励将士, 张辽亲自上阵带队, 在张辽的感染下, 这支八百人的队伍, 怀着必死之心杀向江东军队的迎战, 此时天色未亮, 江东士兵还在一片酣睡当中, 他们没想到, 张辽敢率兵偷袭, 迎战也没有过多设防, 当张辽率领八百赶死队前来冲锋时, 江东士兵不知该如何应对, 很快变乱了方寸, 为了给江东集团致命一击, 张辽直奔孙权的中军大营, 将孙权杀得手忙脚乱, 后来孙权骑马登高, 发现张辽只带领了几百人, 便组织兵力围歼张辽, 但张辽的神勇超出了孙权的想象, 他不但成功突出重围, 还带领尚未战死的士兵们全身而退, 此意, 张辽让孙权吃尽了苦头, 就在孙权以为张辽不敢再贸然行动时, 十天之后, 张辽又故技重施, 又把江东大营搞得鸡犬不宁, 经过这两次冲击, 江东军队的士气到达了低点, 而合肥守军各个斗志昂扬, 时刻准备与江东士兵一战, 此时的孙权对攻打合肥还是比较乐观的, 毕竟双方士兵数量差距非常悬殊, 此后, 孙权便下达了攻城命令, 很显然, 孙权低估了合肥将士们的意志, 面对十万大军连续十几日的强攻, 合肥硬是坚守看下来, 并给江东军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孙权眼见短期内攻城无望, 便下令撤军, 在撤军途中, 张辽率领骑兵前去堵截孙权, 并差一点将其擒获, 经此一役, 张辽名震江东, 创造了三国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 张辽大胜让曹操异常开心, 他原本担心自己出征汉中会导致合肥失守, 而张辽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张辽的神勇表现, 让曹操有足够的精力在西南一带扩张势力, 拿下汉中后, 曹操命令张和进攻三八地区, 三八地区是益州北部的三个郡, 刘备见曹操派兵来伐, 立即派出张飞前去应对张和, 张飞虽然外表粗犯, 但本质上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在与张和的交锋中, 张飞取得了完胜, 将曹操试图燃止益州的计划彻底粉碎, 随着曹操败走三八地区, 刘备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至此, 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完全形成, 拿下汉中后, 曹操个人事业到达了顶点, 此时的曹操已经62岁, 已到人生暮年的他, 仍未放弃对名望的追求, 此前, 曹操已经被封为卫公, 并组建了自己的朝廷, 对此, 曹操并未觉得满意, 于是暗示汉宪帝应该封他为王, 汉朝一直有异性不得称王的组织, 因为异性王曾给汉朝带来了多次灾难, 如果加封曹操为王, 就要打破组织, 汉宪帝内心极不情愿, 不过他没得选择, 要想保命就得任曹操摆布, 公元216年5月, 汉宪帝下诏册封曹操为卫王, 曹操收到诏书后, 表现得诚惶诚恐, 并假装推辞, 后来, 在汉宪帝再三恳求下, 曹操假装勉为其难地 接受了卫王称号, 这种三辞三让的戏码, 一般发生在政权更替前夕, 不过曹操只是接受了卫王封号, 并未打算将汉宪帝取而代之, 以致暮年的曹操, 此时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 那便是谁来接替自己的位置, 曹操这些年在东征西讨的同时, 也从未耽误开枝散叶, 曹操有明确记载的妻妾多达15位, 有记载的儿子多达25人, 在曹操众多儿子中, 能力突出的主要有曹昂、曹冲、曹丕、 曹张和曹直, 曹昂是曹操的嫡长子, 能力比较突出, 曹操一直把他当接班人来培养, 但曹昂在跟随曹操征讨张秀的时候被杀, 此事让曹操悲痛不已, 曹操另外一个儿子曹冲, 从小就体现出聪颖的资质, 大家熟知的典故曹冲乘相就是说的他, 不过曹冲年仅13岁就不幸早妖, 除了曹王和曹冲之外, 有能力继承曹操王位的只剩下曹丕、曹直和曹张, 曹张是曹操与辩夫人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于公元189年出生, 曹张须发天生是黄色, 因此被曹操称为黄须尔, 曹张从小喜欢武刀弄枪, 对读书不感兴趣, 他的志向是做一个万人敌的将军, 但而曹操是一个非常热爱读书的人, 他深知只有匹夫之勇是不能治国的, 况且曹张这些年也没有立下大的军功, 让他做接班人也不能服众, 久而久之, 曹操便将曹张踢出了接班人之列, 随着曹张被踢出局, 有能力继承曹操位置的, 只剩下曹丕和曹直, 曹丕和曹直属于义母同胞, 都是曹操与汴夫人所生, 这场夺处之争, 不仅仅是兄弟两人的生死对决, 也是曹操仗下两个阵营的对抗, 曹操仗下明晨云集,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斗争, 在这场夺处之争中, 司马懿、陈群、吴志、朱硕等人, 站在了曹丕一方, 杨修、丁怡站在了曹直一方, 陈群属于影川陈氏, 是当市名门大族, 起初陈群在刘备阵营做事, 后来刘备吕布打败, 陈群跑到徐州避难, 被曹操收支麾下, 曹操建立魏国后, 任命陈群为御史忠诚, 对他为以重任, 曹丕知道, 陈群是一个治世之才, 经常登门造访, 有意与之交往, 经过与曹丕交往, 陈群发现, 他是一个潜力骨, 遂在夺处之争中, 站到了曹丕阵营, 曹丕另一位支持者司马懿, 祖上非常辉煌, 司马懿祖上司马军是大汉征锡将军, 曾祖父司马亮做过豫章太守, 祖父司马信是颖川太守, 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房在朝中担任经兆尹, 这个官职相当于首都市长, 属于十全派, 司马房一共有八个儿子, 每个儿子的字中都包含一个答字, 号称司马巴达, 司马懿字众达, 关于司马懿的具体经历, 在此不过多赘述, 因为他的经历非常精彩, 后续会以人物质的形式单独讲述司马懿, 生在这样的家庭, 司马懿非常明白政治站位的重要性, 司马懿在曹操丞相府中任职的时候, 与曹丕产生了交集, 喜欢结交名士的曹丕认为司马懿是一个大才, 便主动与之交好, 并主动向司马懿请教各种问题, 这段经历使得司马懿与曹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夺杵之争到来的时候, 司马懿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曹丕这边, 吴智和朱硕都是曹操麾下的人才, 他们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 他们想凭借政治投资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于是加入了曹丕阵营, 陈群, 司马懿、吴智和朱硕组成了曹丕的智囊团, 反观曹职这边, 他的首席智囊杨修出身于东汉著名的名门望族鸿农杨氏, 他的祖父杨振曾做过太位, 父亲杨彪同样位列三公, 杨修的外公是大名鼎鼎的元素, 生在这样的家庭, 杨修从小就饱读诗书, 而且接触的都是当世名流, 加之杨修天资聪慧, 杨修成年后被推举为孝联, 开始了仕途之旅, 在家族光环和自身能力双重加持下, 杨修在官场上一路亨通, 后来被曹操征辟为主部, 杨修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 很快得到了曹操的信任, 他的做事手段让曹操非常满意, 当时, 很多人都希望能结交杨修, 这其中就包括曹丕和曹职, 杨修非常热爱文学, 后来与曹职彼此欣赏, 结成了好朋友, 在夺处之争中, 加入了曹职阴, 曹职的另一位支持者丁宜, 出自佩国名门望族, 他的父亲丁冲和曹操关系非常好, 丁冲是曹操迎接汉县帝的策划者之一, 后来被曹操封为私立校尉, 丁冲和曹操两家是世代联姻, 曹操原配丁夫人就出自丁家, 基于这层关系, 丁宜慢慢获得了曹操的赏识, 后来征辟他入朝为官, 丁宜之所以加入曹职阴, 是因为和曹丕有过一点过节, 当初曹操打算将长女嫁给丁宜, 继续维持联姻关系, 但曹丕认为丁宜眼睛有急, 会影响长公主的幸福, 所以力劝曹操不要将长公主嫁给丁宜, 后来丁宜得知此事后怀恨在心, 在夺处之争中便加入了曹职阴, 丁宜除了自己加入曹职阴外, 还拉拢自己的弟弟丁弥加入曹职阴, 就这样拥有完备智囊团的曹丕和曹职阵营, 开启了夺处之争, 对于曹操个人而言, 他更加喜欢曹职多一点, 曹职在文学方面造诣极高, 而且为人落落大方, 很多人都愿意与之结交朋友, 而曹丕在治国安邦方面要比曹职强很多, 治理国家需要的不是文学造诣, 而是执政水平, 出于对曹职的喜爱, 曹操认为曹职的潜力很大, 可以慢慢培养他的执政能力, 行事谨慎的曹操并未着急宣布继承人人选, 而是打算观察一下曹操的犹豫不决, 给两个阵营提供了斗争的机会, 曹丕知道曹操偏爱曹职, 曹丕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搬回烈士, 于是找吴志商量对策, 此时吴志并不在京城为官, 根据当时的规定, 地方官员没有受到邀请, 不能擅自进京, 曹丕为了与吴志见面, 派人用一个竹篓将吴志在进府中, 此事被杨修得知, 立马向曹操汇报, 曹操得知后大怒, 结交捧党放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大忌, 曹丕可以和京城官员来往, 不能私通外观, 曹丕派人前去调查此事, 曹丕不知所措, 紧急派人通知吴志两人见面被告密的事情, 吴志得知后, 告诉曹丕不要慌, 他让曹丕再用竹篓装一些零罗绸缎, 派人偷偷在进府中, 就能化解危机, 曹丕听了吴志的建议后立马照做, 杨修得知此事后立马向曹操告状, 请求曹操派人前去抓现行, 于是曹操派杨修带兵前去, 当杨修满怀欣喜地从曹丕院子里搜出竹篓时, 发现里面都是一些零罗绸缎, 曹丕趁机向曹操诉苦, 声称有人故意构陷自己, 此番交锋, 曹丕赢得了胜利, 此番胜利并未减少曹操对曹职的喜爱, 此后,曹操又对他们两人进行了几番考验, 彼此之间各有胜负, 双方阵营的谋士在这场斗争中体现出极高的水平, 这场斗争也让曹操看得眼花缭乱, 一时间陷入了幸福的烦恼, 曹操发现两个儿子各有所长, 谁也没有体现出绝对的优势, 后来曹操给大臣们下了一道密令, 看看他们对立储的态度, 其中, 上书崔眼和上书蒲叶毛介都劝曹操应该立敌不立闲, 毛介拿袁绍的例子来警示曹操, 袁绍死后, 袁氏集团之所以会发生内斗, 根本原因就是袁绍费长利诱, 曹操是崔眼哥哥的女婿, 从亲书层面来看, 崔眼要和曹操更加亲近, 即便如此, 他还是立主立敌长子, 崔眼和毛介的劝谏改变了曹操一些想法, 但他打心底里还是喜欢曹操, 曹丕也察觉出曹操对曹操的喜爱, 为了争取立储的机会, 曹丕找到了贾许, 咨询他的意见, 前面说过, 贾许是三国第一都市, 对人性的察觉以真挚化镜, 但贾许是半路投奔的曹操, 所以他行事非常谨慎, 从来不主动结交其他官员, 以免引起曹操的误会, 在策利继承人这种大事上, 贾许更不会过分插手, 但面对曹丕的请教, 他又不能拒绝, 如果将来曹丕继位, 贾许会因为此次拒绝而受到打压, 贾许告诉他, 只需要精进自身的能力, 磨练自身的性格即可, 贾许是在暗示曹丕, 让他在拳斗的同时, 别忘了保持进步, 贾许知道, 曹操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 最终, 曹操会从国家利弊角度出发, 来策利继承人, 而国家需要的是曹丕, 而不是曹操, 曹丕听懂了贾许的点到为止, 他在精进自身的同时, 还不断收买曹操身边的人, 让他们适时地在曹操身边为其说好话, 最高级的权谋斗争, 也少不了最朴素的方式, 曹丕收买人为其说好话,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随着为曹丕说话的人越来越多, 曹操也开始对他有了好感, 这让曹操变得更加犹豫不决, 拿不定主意的曹操, 准备向贾许请教, 曹操深知贾许的能力, 他一定能给出答案, 面对曹操的询问, 贾许三肩齐口, 曹操知道他的顾虑, 便放下身段, 恳求他能给出一些建议, 在曹操的恳求下, 贾许拿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例子提醒曹操, 袁绍集团和荆州刘表集团之所以会失败, 就是因为费掌利诱, 听完贾许的暗示后, 曹操彻底释然了, 后来曹操闯了一次大祸, 直接让曹操下定了决心立曹批为处, 有一次曹操和他的朋友们饮酒作乐, 喝得鸣鼎大醉, 最后他们驾车硬闯皇宫的司马门, 司马门是皇帝举行大典的时候用的专属通道, 对此曹操都不敢触犯这个禁忌, 曹操此举让曹操大为震怒, 这充分暴露了曹操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 也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画饼, 按照律例, 曹操的这种行为会被处以斩首, 虽然曹操没有杀掉曹操, 但也将其贬出京城, 安排到地方上围观, 随着曹操被贬, 这场夺处之争以曹操获胜落下了帷幕, 公元217年10月, 曹操立曹操为魏国的太子, 正式确定了曹操接班人的身份, 曹操的胜利是一个阵营的胜利, 在这场夺处大战中, 以司马懿、吴智为代表的谋士集团, 完全碾压了以杨修、丁怡等人为代表的文人集团, 政治斗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绝不是卖弄文末的文人能够驾驭了的, 历史上已非嫡长子身份上位的皇帝很多, 但这些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手段, 而曹操不具备这种手段, 这也注定了他无法成为继承人, 在尔与我诈的权力斗争中, 自是清高的曹操集团想要做一股清流, 其结果只能是惨败, 确定完接班人之后, 曹操便开始为曹操继位扫清障碍, 曹操最大的障碍就是曹操集团, 为此曹操以违反着装令为由, 杀掉了曹操的妻子, 崔氏, 杀掉崔氏只是一个开始, 紧接着曹操又杀掉了杨修, 关于杨修之死众说纷纭, 大家熟知的原因是, 杨修在曹操行军打仗的时候扰乱军心, 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 根本原因是杨修选错了阵营, 如果曹操在夺储之争中胜出, 杨修会凭借自身才华青云直上, 可惜的是曹操败了, 杨修的才华不再是他的杀手剑, 而是崔命符, 从日后曹操登基后, 清算丁氏家族的力度来看, 即便曹操不杀杨修, 也会死于曹操之手, 有人为杨修的死感到惋惜, 杨修身处三国最高政治舞台, 应该明白政治斗争的危险性, 如果他意识不到这种危险性, 说明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如果意识到危险后仍然参与其中, 就要承担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 总而言之, 要么别蹚浑水, 既然蹚了浑水, 就不要喊冤, 曹操作为一个政治斗争失败者, 在曹操在世时仍能活得悠哉游哉, 在曹操的呵护下, 没人敢伤及他分毫, 但曹操病逝后, 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曹丕对曹操集团进行了大肆清洗, 当初为曹操积极出头的人, 大多数都没得到善终, 曹操本人也遭到了软禁, 不过政治上的失忆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巅峰, 在软禁期间, 他创作出许多会智人口的文学作品, 成为建安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从名流轻史的角度来看, 曹操获得的名望丝毫不逊于曹丕, 这也许就是人生际遇的有趣之处, 就在曹操解决完接班人问题的同时, 刘备集团也在进行一场大的谋划, 公元217年10月, 法政给刘备献了一条计策, 法政表示, 曹操拿下汉中后并非不想图谋一州, 之所以率兵北还一定是内部出现了问题, 否则以曹操的智谋和野心, 一定会顺势难争, 虽然曹操留下夏侯渊和张和驻守汉中, 但他们两人的能力不足以守住汉中, 法政力劝刘备应该起兵北伐拿下汉中, 只要能拿下汉中, 就能占据绝对主动权, 尽可以北上匡扶汉士, 退可以继续剧险而守, 保一州不失, 刘备既于汉中已久, 之所以迟迟不出兵, 是担心自己兵力不足以拿下汉中, 如今, 刘备集团已经兵强马撞, 他决定抓住机会谋取汉中, 就在刘备进攻汉中之时, 曹操的大后方出现了叛乱, 公元218年正月, 游首在许都的金医、 太医、令吉本、 私之为黄等人发起了一场推翻曹操的行动, 这些人都是汉士旧臣, 蒙受汉士恩典, 他们见证了曹操从权臣到自立门户的全过程, 他们害怕东汉帝国被曹家篡取, 决定伺机推翻曹操, 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 是因为刘备大局讨伐汉中, 曹操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汉中战事上, 无暇顾及许都这边, 此时汉县帝仍然在许都, 只要杀掉替曹操管理许都的亲信王毕, 然后再与刘备取得联系, 理应外合诛杀曹操, 尽管这场叛乱计划了很久, 这些人都是文官出身, 只有一腔热血缺乏可执行的方案,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曹操一怒之下将参与叛乱的人员诛杀三族, 此次事件虽未对曹操的统治造成任何威胁, 但让曹操明白, 曹操之内仍然有人对他心怀杀鸡, 他在前往汉中之前, 重新把许都官场肃清了一遍, 直到确保大后方完全安全, 才起兵前往汉中, 此时的刘备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手下名将如云, 为此刘备兵分两路, 一路由刘备亲自率领, 麾下大将有赵云、 黄忠等人, 另一路由张飞和马超率领, 两路人马同时对杨平关和武都发起进攻, 在这次战争中, 曹操让曹操随军出征, 并把他安插在重要岗位, 有意提拔培养他, 曹操的识人能力是一流的, 曹操得到曹操的信任后不负所托, 他率领大军与张飞展开了正面交锋, 并一举打退了张飞和马超, 曹操在战斗中表现出非常出色的指挥才能, 曹操的表现也得到了曹操的肯定, 与刘备交锋首战告捷, 并未让曹操兴奋多久, 就在曹操讨伐汉中的同时, 北方乌环发生了叛乱, 之前曹操远征乌环, 并征服了他们, 双方一直保持着边境稳定, 后来, 乌环内部出现了政权更替, 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 他们不再臣服于曹操, 此时的曹操已经64岁, 远征乌环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几经思索后, 曹操决定让自己的儿子曹璋挂帅前去征讨乌环, 这也是曹操的良苦用心, 希望曹璋能借此积累战功, 以后可以在朝堂上立足, 曹璋最终不负所托, 他用一场大胜回报了父亲的信任, 此番曹璋远征乌环, 穿越千里沙漠, 驱逐戎敌, 建立了不适工业, 在史书上留下荣莫重彩的一笔, 曹璋胜利归来后, 曹丕事先为其接风洗尘, 他在席间嘱咐曹璋, 面见父亲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低调, 把功劳归给将士们,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父亲的赏识,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曹丕的政治成熟度要比曹璋, 曹职高太多, 这也是他能成为接班人的重要原因, 曹璋按照曹丕的指示去做, 最终收获了曹操的高度夸赞, 解决完乌环危机后, 曹操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汉中上面, 游备得知曹操解除了乌环危机后, 便加快了功成力度, 为了一举拿下杨平关, 游备冒着生命危险, 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 杨平关是一块硬骨头, 当年曹操都没有信心能拿下杨平关, 后来靠运气才侥幸得手, 此时驻守杨平关的守将是夏侯渊, 很谨慎的人, 不会再让运气发生在刘备身上, 为了拿下杨平关, 游备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正面攻击, 这场战斗打得极其惨烈, 游备的士兵虽然非常英勇, 奈何杨平关过于险要, 在付出惨烈的代价后, 仍未撼动城池分毫, 游备眼见功成无望, 十分不甘地选择了撤军, 攻打杨平关无果后, 游备又派兵前去袭击马明格道, 试图切断曹军的良道, 杀得大败,接连两次大败, 让刘备损失了大半兵马, 情势比较危机, 为了补充军力, 刘备写信给诸葛亮, 让其派兵前来支援, 诸葛亮不敢大意, 紧急派人前去支援刘备, 诸葛亮的及时支援, 让刘备躲过了一次危机, 此后,刘备调整了作战策略, 他暂时放弃攻打杨平关, 准备在定军山安营扎寨, 此番调整让刘备占据了地形上的优势, 随后, 在与夏侯渊的交锋中大获全胜, 值得一提的是, 黄中在此次战役中成功斩首夏侯渊, 从而一战名扬天下, 夏侯渊作为曹军在汉中地区的最高统帅, 他的死让曹军陷入一片混乱, 后来在郭怀的支持下, 张和接过了夏侯渊大旗, 成为汉中地区最高统帅, 率兵继续与刘备纠缠, 郭怀是一个有谋略的人, 在他的帮助下, 曹军和刘备暂时形成了军事, 曹操得知张和不能与刘备长期抗衡, 一旦张和失败, 汉中就会失手, 为了保险起见, 曹操决定, 新率大军前去征讨刘备, 之前一直被曹操压制的刘备, 此时也不再惧怕曹操, 他直言不讳地跟手下将领说, 即便曹操亲自前来, 也阻止不了他们夺取汉中, 为了拿下汉中, 刘备几乎动员了一周所有军民, 有能力打仗的壮丁到前线, 老少傅儒在后面负责粮草转运, 曹操也知道汉中的重要性, 此次前来也是清朝出动, 汉中之战关乎两个阵营的生死存亡, 谁也不敢大意, 为了求稳, 刘备并未主动出击与曹操寻求决战, 而是坚守不出, 试图消耗曹操的粮草, 用持久战的方式拖垮曹军, 为了截断曹操的粮道, 刘备命黄忠和赵云前去阻截曹军的运粮兵, 赵云在探查敌情的时候, 遇到了外出执行任务的曹军, 这是一场事先没有准备的遭遇战, 赵云身边仅有十几人, 而对面的曹军有数千人, 赵云很快被曹军包围,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 赵云并未失去方寸, 而是凭借骑兵的优势突围成功, 并将曹军引至自己的大营, 此时,赵云营中已经空空如也, 但他命令士兵们撤掉防御设施, 给曹军制造一种引诱他们上套的假象, 曹军见赵云营地城门大开, 感觉其中有诈, 遂不敢强攻, 几经考量后选择了撤军, 待曹军撤退, 赵云命人雷鼓并发出冲锋的命令, 赵云此举让曹军以为自己中了埋伏, 已经深陷埋伏圈, 情急之下, 曹军选择紧急撤退, 由于撤退过程比较慌乱, 加之赵云在后方虚张声势, 曹军内部一年大乱, 相互之间出现了踩踏, 还有一大批人被淹死在江中, 此役, 赵云没用多少兵力, 就将曹操大军打得溃败, 加上此前的定军山之战, 刘备已经对曹操接连取得胜利, 反观曹军这边, 接连失利让军队士气低落, 加之军队长途作战, 士兵们产生了思乡之情, 厌战情绪越来越强烈, 曹操一时之间找不到大败刘备的方法, 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 曹操选择了退兵将汉中拱手相让, 在退出汉中之前, 曹操下令将汉中百姓全部迁移走, 剩下的房屋一把火烧掉, 给刘备留下了一块空地, 最大化减少损失, 确定完退兵之策后, 公元219年5月, 曹操率兵回到了长安, 这场决定两个阵营命运的汉中之战, 并没有想象中的轰轰烈烈, 而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博弈, 各个将领充分发挥自身才能, 将军事战斗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此战过后, 刘备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汉中, 此时的刘备已经达到了事业巅峰, 事业上的成功让刘备欣喜不已, 欣喜之余, 他开始考虑如何让跟随自己的人继续保持忠诚, 这些人之所以跟随刘备东征西讨, 最终目的是为了封侯将相, 列土为王, 就像是现代的创业公司一样, 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就会上市套利, 否则人心就会涣散, 此时摆在刘备面前的上市之路就是称王, 刘备是非常愿意称王的, 一来能满足大家的利益, 二来也是对自己多年奋斗的一个肯定, 不过刘备对称王仪式比较谨慎, 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个追求名利之人, 这种心理说白了就是又当又立, 刘备身边的谋臣看穿了刘备的心思, 他们引经据点来证明刘备是天生王命, 称王是为了顺应天意, 不称王则是逆天而行, 最后刘备以一种不得已的姿态戴上了王冠, 公元219年7月, 刘备在汉中自立为汉中王, 这一年刘备59岁, 完成了封王仪式, 刘备便开始对跟随自己的人进行封赏, 他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法证被提拔为尚书令和护军将军, 关羽被封为前将军, 位列四方将军之首, 并给予他持甲节月的特权, 所谓的甲节月, 是指一种象征权力的物品, 使有这种物品就可以代替君王行使生杀大权, 不用单独向君王汇报, 刘备给予关羽这种特权, 算是对他的充分肯定, 而甲节可以诛杀触犯军令的人, 刘备另外一位结拜兄弟张飞, 被封为右将军, 甲节, 马超被封为左将军, 甲节, 以马超的战功尚不足以得到这样的封赏, 但他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名望极高, 重赏马超是为了拉拢西北地区的人心, 实际上是出于战略层面考虑, 老将黄忠因为战功卓越, 被封为后将军, 后将军属于四方将军的范畴, 和关羽同一个级别, 得知黄忠得此封赏后, 诸葛亮担心关羽会因此不高兴, 导致内部出现矛盾, 于是建议刘备降低黄忠的封号, 此事被刘备否定, 黄忠在刘备起兵的过程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虽然上了年纪, 但仍然冲锋在前线, 刘备对此十分赏识, 他认为黄忠配得上这些待遇, 便没做改动, 刘备另外一名追随者赵云没有得到晋升, 依然是义军将军, 赵云在三国读者心中的分量很高, 关于他的故事广没流传, 赵云更多的是担任刘备的护卫工作, 虽然也立过大功, 但无法与他人相比, 刘备也只能将其放到这个位置, 封赏完嫡系, 刘备对一州本地利益群体也给予了封赏, 此举是出于政治层面考虑, 是为了平衡各方面利益, 结束完封赏后, 刘备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 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 刘备让魏延驻守汉中, 说明他已经把魏延当成的心腹, 魏延在上任之初受到了很多质疑, 不过后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他完全配得上这个职位, 在封赏结束之后, 刘备宣布刘善为王太子, 是他的唯一接班人, 得到封赏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镇守荆州的关羽却非常不悦, 当他得知黄忠与他平起平坐后, 勃然大怒, 关羽自恃是刘备的结拜兄弟, 这些年将荆州打理得非常不错, 因此变得心高气傲,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甚至连诸葛亮这种级别的人, 都要给关羽戴高帽, 刘备提前预料到了关羽会不高兴, 为此他派费衣前去给关羽送任命文书, 希望费衣能平息关羽的情绪, 费衣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 在费衣的安抚下, 关羽打消了怒气, 接受了黄忠与他平起平坐的事实, 尽管关羽接受了与黄忠平起平坐的事实, 心里对此还是非常介意的, 为了证明自身能力, 关羽决定趁曹操退回长安之际, 征讨襄阳和樊城, 襄阳和樊城也是战略要地, 如果能拿下此地, 就能为刘备一统天下打下基础, 公元219年7月, 关羽决定攻打襄阳和樊城, 在出兵之前, 他命令弥方和富士人驻守江陵和公安, 负责关羽大军的粮草, 一切准备就绪后, 关羽开始了北伐, 驻守樊城的大将曹仁, 眼见关羽大军压境, 便紧急向曹操求救, 曹操派大将庞德前去救援, 庞德是议员猛将, 在与关羽争斗的过程中, 射伤了关羽的额头, 此事在两军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曹军因此士气大震, 而关羽的士兵则开始害怕庞德, 关羽为此恼羞成怒, 发誓一定要除掉庞德, 庞德先拔头筹后, 曹仁紧接着开始排兵布阵, 他让于晋和庞德领兵 驻扎在樊城北边十里之外, 以脊脚之势来抵抗关羽, 正所谓谋士在人, 成士在天, 曹仁的这番部署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彻底打乱, 八月正是江南雨季, 恰巧当时那场雨下得异常大, 整个樊城全都被浸泡在水里, 荆州水军常年在这种环境里训练, 非常适应这种状况, 而来自北方的曹军 饱受雨水侵蚀之苦, 关羽箭机发起了猛攻,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打败了于晋的队伍, 并俘虏了三万多人, 主将于晋也被关羽活捉, 随着于晋被活捉, 曹军败局已定, 但庞德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 继续命令士兵向荆州水军射箭, 没过多久, 曹军的弓箭全部用完, 此时的庞德已经杀红了眼, 拿着武器冲到前线和荆州士兵厮杀, 只是这种抵抗是非常徒劳的, 除了感动自己之外, 对改变战局起不到任何作用, 最终庞德被关羽活捉, 关羽一生和很多名将交过手, 但是, 向庞德这边性情刚烈, 宁死不屈的人还是少数, 活捉庞德之前, 关羽发誓要杀掉庞德报一件之仇, 几番交手下来, 关羽非常欣赏庞德, 打算劝降为自己所用, 但庞德已经报定必死之心, 坚决不投降, 关羽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将其处死, 这种万丈豪情, 是大家喜欢三国的原因之一, 曹操得知庞德的事迹后, 十分悲痛, 他没想到, 于晋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投降, 而庞德却宁死不屈, 随着庞德战死, 于晋被活捉, 襄阳, 樊城一带的防线,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如果襄凡被攻破, 曹操将会失去在南方的根据地, 再也无法完成统一大业, 尽管襄凡二城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但襄阳凭借坚固的城防守住了关羽的进攻, 并未被攻破, 关羽见襄阳城防牢固, 便派人到曹军大后方策反山贼, 这招策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各地山贼纷纷诛杀当地官员来响应关羽, 拿下襄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此时关羽的势力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直接对许都形成了威胁, 此时关羽的风头一时无两, 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 就在关羽如日中天之时, 江东集团感觉到了威胁, 如果任凭关羽继续打下去, 刘备集团就会压过江东集团一头, 这是孙权不能容忍的, 为了制衡刘备集团, 孙权打算和曹操联手转攻刘备, 所以当曹操抛来橄榄枝提出联手对付关羽的时候, 孙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意, 鲁肃死后, 吕蒙接替了他的位置, 成为江东集团的大都督, 在做事方面, 吕蒙的风格和鲁肃截然不同, 之前在讨还荆州问题上, 吕蒙一直主张用武力来解决, 如今他成为了大都督, 当即向孙权提议对关羽用兵, 在孙权的支持下, 吕蒙制定了一个偷袭荆州的计划, 抛开阵营之间的博弈, 孙权和关羽之间是存在个人恩怨的, 此前孙权曾派人向关羽提亲, 希望关羽能将女儿嫁给孙权的儿子, 实现两家联姻, 进一步巩固孙流联盟, 但关羽自视甚高, 看不起孙权, 并当着江东使者的面说, 全子烟能配狐女, 此举让孙权非常生气, 关羽的傲慢让孙权记恨在心, 也为关羽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吕蒙和关羽作为邻居, 经常打交道, 吕蒙深知关羽的性格缺陷, 并打算加以利用, 为了让关羽不在后防线上囤重兵, 吕蒙和孙权上演了一出双簧, 吕蒙称病辞去了都督之位, 假装回建业老家养病, 实际上是在密谋夺取荆州之事, 吕蒙在临行前举荐陆训替自己的位置, 关羽听闻吕蒙辞职的消息后, 便派人去打听虚实, 当他得知吕蒙的确回到建业老家, 顶替他的陆训还是一个无名小辈时, 顿时洗上心头, 便没有在大后方部署重兵, 陆训上任后, 第一件事就是给关羽灌迷魂汤, 他给关羽写了一封溜须拍马的信, 信中盛赞他的英勇无敌, 关羽非常喜欢听这些异美之词, 陆训此举让关羽进一步放松了警惕, 此时正值关羽围困繁城的关键时期, 关羽见江东集团处处跟自己示弱, 便将大部分兵力调往前线, 这个大后方几乎没有设防, 这一切被远在建业的吕蒙看在眼里, 不过此时的江东集团仍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需要曹军在前线牵制关羽, 如果曹军选择撤退, 夺取荆州的计划也会泡汤, 恰巧曹军主帅曹仁已经有了退兵之心, 他觉得曹军士气低落, 很难抵挡关羽的大军, 不如放弃樊城, 拯救士兵们的生命, 曹仁的想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同意, 但有一个人表示坚决反对, 此人就是满宠, 满宠是东汉末年的酷吏, 以执法严明而著称, 他长期跟随曹操作战, 深得曹操的作战精髓, 他告诉曹仁, 关羽已经围困樊城数月, 粮草逼近枯竭, 如果再坚持一段时间, 关羽必然会撤军, 满宠还提醒曹仁, 樊城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 如果放弃樊城, 相当于把黄河以南都让给了关羽, 这对曹魏集团大为不利, 在满宠的力劝下, 曹仁放弃了弃城而逃的想法, 选择了坚守, 随后曹仁抵挡主流关羽几波进攻, 为争取援兵赢得了时间, 后来曹操下令让徐晃从晚城前去支援樊城, 没过多久, 曹操又亲自率军抵达了摩碑驻军, 此处距离樊城不远, 可以根据前方战况随时调兵遣将, 徐晃得到救援樊城的命令后, 他一边与关羽在外围周旋, 一边派人到通知樊城里的曹军, 让他们知道援军已到, 不要放弃抵抗, 后来徐晃遵照曹操的旨意, 把孙权联合曹操准备偷袭荆州的事情告诉了关羽, 关羽得知消息后半信半疑, 他害怕孙权偷袭荆州, 但又不甘心从樊城撤军, 毕竟樊城已经是嘴边上的肉, 此时撤军回房就等于前功尽弃, 经过一番思量后, 关羽决定赌一把, 他不相信孙权有胆量和刘备撕破脸皮, 于是继续围攻樊城, 关羽这种浩大喜功的心理, 郑重孙权下怀, 当他得知关羽继续围攻樊城时, 当机立断下令偷袭荆州, 这次军事行动也被称为白衣渡江, 公元219年润十月, 孙权让吕蒙坐先锋, 率领船队进攻荆州, 为了避人耳目, 吕蒙命人把战船伪装成商船, 他们成功避开了荆州水军的巡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解决掉关羽设在湘江沿岸的哨所, 直奔荆州大本营, 拿下荆州大本营后, 吕蒙派人前去游说公安首将傅士仁, 将领首将弥方, 关羽北伐之前, 对弥方和傅士仁的这次人事安排, 堪称一个败笔, 关羽此前一直看不起这二人, 经常在言语上侮辱他们, 如今把运输粮草的任务交给他们二人, 显然是欠缺考虑的, 粮草是前线军队的生命线, 一旦粮草供应不上, 军队就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弥方、傅士仁在吕蒙的劝说下, 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选择了投降, 他们二人投降后, 关羽的后方粮草遇到了危机, 为了阻断刘备前来救援, 陆逊率军一路攻城拔寨, 破掉了益州和荆州之间的哨所, 彻底阻断了刘备沿江而下前来救援关羽, 没过多久, 江东集团就重新占领了荆州的南郡, 零零和五零三郡, 关羽经营多年, 引以为傲的大后方被江东集团破掉, 曹军得知荆州沦陷的消息后, 逐渐看到了希望, 徐晃的援军到达樊城附近时, 当即与关羽大军展开了一场厮杀, 士气正盛的曹军把左顾右盼的关羽打得溃败, 关羽见状不妙, 只得下令撤军, 不过, 关羽并未打算放弃相反二成, 他将船只停在江面上, 准备修整一番后卷土重来, 就在此时, 荆州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关羽这里, 得知荆州失守后, 关羽十分懊恼, 心情犹如白爪挠心一般难受, 他本以为孙权没有胆量撕毁孙刘两家的约定, 因此将全部兵力压在攻打樊城和襄阳上面, 试图建立不适之功, 这种浩大喜功的心理, 彻底麻痹了关羽, 以至于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行军打仗讲究谋定而后动,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 切不可避其功于一役, 如果非要破釜沉州, 那就得速战速决, 切不可把战士周期拉长, 反观关羽, 在摸清孙权底牌之前就将堵住全部压在一处, 这显然是兵家大计, 即便是打算避其功于一役, 应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斗方式, 而关羽在攻打湘凡上面浪费了太多时间, 把闪电战打成了拉锯战, 使得自己泥足深陷, 被带入到对方的节奏中, 此刻关羽才明白, 拿下湘凡已经没有希望, 他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撤退, 不过此时的关羽已经退无可退, 穷途末路之际, 他派人联系吕蒙, 希望两家能重归于好, 对于关羽派来求和的使者, 吕蒙并未拒绝, 但也没有表示同意, 得不到准确答复的关羽, 只能一路向西逃亡, 在逃亡途中, 将士们见关羽大势已去, 要么投入孙权阵营, 要么半路逃走做了逃兵, 当关羽逃至麦城时, 仅剩一部分残兵跟随在他左右, 孙权不像把关羽往死里逼, 当他知道关羽退至麦城时, 派人前去招降, 在三国时期, 诸侯争霸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伤及对方阵营高级将领的性命, 一来是害怕引起对方的疯狂反扑, 而来可以用高级将领来交换利益, 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 也是刘备集团的首脑之一, 只要举手投降, 孙权不仅不会伤他性命, 还会把他当作坐上宾好好招待, 但关羽没有答应向孙权投降, 而是一边与孙权和谈, 一边伺机逃跑, 这让孙权逐渐起了杀心, 关羽之所以没选择投降, 是因为上庸距离麦城仅三百多里远, 上庸首将是刘备是义子刘峰和将军孟达, 如果刘峰能够率兵前去支援, 就能帮助关羽解围, 起码能保住性命安全, 当初关羽被刘备赏赐, 持甲节约, 这意味着, 关羽能够以刘备的名义, 调刘峰等人率兵来救, 可面对关羽的求助, 刘峰选择了拒绝, 刘峰之所以拒绝关羽, 是因为平日里关羽看不起刘峰等人, 经常在言语上讥笑他们, 在关羽意气风发时, 没人敢忤逆关羽的行为, 这让关羽形成了一个错觉, 他觉得刘峰一定会前来相救, 但刘峰并未打算前去营救, 而是坐壁上官, 等着看关羽自生自灭, 眼见刘峰不肯来救, 关羽心灰意冷, 他不再寄希望于别人, 而是组织残兵准备突出重围, 公元219年12月, 关羽命人悄悄打开城门, 趁江东士兵不注意杀出一条血路, 暂时离开了麦城, 开始了逃亡生涯, 曾经不可一世的将军, 被一群士兵追得如丧家犬, 当关羽逃至张湘时, 再次被江东士兵包围, 此时, 关羽仅剩下十几个人陪伴左右, 在重重包围下, 江东士兵最终将其升勤, 与关羽一同被擒获的, 还有关羽的儿子关平, 当关羽父子被送至孙权跟前时, 关羽仍保持着威严, 并未对其卑躬屈膝, 面对孙权的劝降, 关羽不愿意背叛刘备, 再次拒绝, 孙权见劝降无望, 于是决定斩草除根, 下令将关羽父子斩首, 至此, 一代武神关羽结束了生命, 关羽的死, 使三族鼎立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场战争最大的获益者是 江东集团, 他们以损失最少的兵马, 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曹操尽管失去了七万多士兵, 但从长远来看, 除掉了关羽这个心腹大患, 同时破坏了孙刘联盟, 也算是一种异常小胜, 而最大的输家, 毫无疑问就是刘备集团, 此役不仅仅失去了荆州, 还失去了关羽这原大将, 关羽的死, 归根结底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导致的, 他的错误行动, 也让诸葛亮在龙中对制定的宏伟蓝图彻底泡汤, 斩杀关羽后, 孙权命人将关羽的头颅装在盒子里, 派人快马加鞭送到千里之外的洛阳, 说是按照曹操的指示完成了任务, 并以臣子的身份劝说曹操称帝, 孙权此举是想把刘备的怒火转移到曹操身上, 而曹操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他一眼便看穿了孙权的计谋, 孙权劝曹操称帝, 是想让曹操成为众矢之帝, 一旦称帝, 天下各路诸侯就有充足的借口前来讨伐他, 即便是在曹魏集团内部, 也会有人想除掉曹操, 在东汉政权尚且存在的情况下, 一旦称帝就相当于篡权, 就要接受万事骂名, 曹操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 但不是一个傻子, 面对孙权给他挖的坑, 曹操应对得很从容, 他首先拒绝称帝, 然后命人将关羽以王侯之力后葬, 此举是在告诉刘备, 关羽不是他杀的, 他之所以收下关羽的首级, 是因为按照理质, 不能将关羽的首级送回江东, 公元220年正月, 自赶时日无多的曹操召集群臣前来相见, 对身后事做了一番安排, 没过几天便去世, 十年66岁, 曹操是华夏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 即便时至今日, 关于曹操的评价都没有统一起来, 这说明曹操建立的工业太大了, 同时也说明曹操得罪的人太多了, 从帝王统治角度来看, 曹操从围剿黄金军开始, 一路勤杀吕布, 歼灭袁绍, 袁树, 远征乌环, 停定辽东, 曹操为自己的政治集团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换言之, 曹操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手段非常残忍, 甚至有过多次屠城经历, 这些都是曹操被诟病的地方,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 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 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始终认为, 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 没有必要做到统一性, 这样会束缚人们的思想, 历史是活跃人们思想的, 大家通过读历史, 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强行统一认知, 就会把历史变成统治的工具, 历史就会失去本身的借鉴意义, 曹操纵横政坛几十年, 一手打造了强大的魏国, 他的突然离世, 让很多人措手不及, 曹操在洛阳去世后, 贾逵负责主持他的丧事, 由于曹丕还在夜城,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前来接班, 有人建议贾逵对此密不发丧, 以免造成时局动荡, 但贾逵觉得密不发丧, 反而会引起大家猜疑, 更容易引发政治危机, 于是, 他坚持派使者到各地通知曹操的死讯, 并让他们来洛阳调宴, 调宴过后, 贾逵命令各地方官员 不得擅自离开驻地, 贾逵此举是为了稳定局面, 让曹丕能顺利完成权力过渡, 在贾逵等人的努力下, 他将曹操遗体入殿后, 与夏侯尚一起将曹操遗体 护送到了夜城, 此时, 大臣们围绕智丧和继位两件事产生了分歧, 有些大臣认为死者为大, 应该先给曹操治丧, 然后再让曹丕进行继位仪式, 有些大臣表示反对, 他们害怕在治丧期间, 曹丕其他兄弟会趁机出来闹事, 必须先让曹丕继位, 最终在陈角的力推下, 大臣们决定先让曹丕继位, 就这样, 曹丕顺利继承了曹操全部政治遗产, 成为曹卫政权的掌舵人, 新亡当立, 第一件事便是封赏众臣, 贾许在曹丕夺夺处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被任命为太尉, 华新被任命为相国, 王狼被提拔为御史大夫, 贾逵在权力交接阶段, 起到了关键作用, 被任命为叶成令, 负责京城一切事务, 其他大臣也得到了相应的封赏, 紧接着, 曹丕把自家兄弟全都赶出了叶成, 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 享受荣华富贵, 曹丕此举也算是善待自己的兄弟, 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 完成权力交接后, 曹丕对曹丕进行下葬, 尽管曹丕生前建立了不适之功, 他死后坟墓布置得非常简单, 没有金银宝器陪葬, 因为曹丕生前一直倡导国葬, 这一点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相较于其他风光大葬的帝王来讲, 与其追求死后风光, 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多做一点实事, 料理完曹丕后事, 曹丕便想着建功立业, 他想拿孙权开刀, 于是率领大军做出一副 要打江东的架势, 孙权不想此时和曹丕对抗, 便派人前去进贡称臣, 对于孙权的示弱, 曹丕也建好就收, 没过多久便取消了南征计划, 曹丕在世时, 很多人劝他称帝, 但均被曹丕拒绝, 曹丕很明白, 皇帝只是个虚名, 强行称帝会被世人唾骂, 弄不好会遗臭万年, 在封建传统认知中, 国家是属于个人的, 东汉属于刘姓家族, 世人就要接受他们的统治, 如果妄图推翻他们就属于大逆不道, 轻则被唾骂, 重则一臭万年, 刘氏家族的江山也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也属于篡位, 只人们被统治久了, 就会觉得刘氏家族是天命所归, 任何人不能忤逆这种天命, 身处这种思想环境, 曹丕在称帝方面显得格外谨慎, 作为一个看透事情本质的人, 他已经有了帝王之识, 没必要再去追求帝王之名, 曹丕继位后, 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魏王, 他想尝试曹丛不敢尝试的事情, 曹丛创业时, 需要汉县帝这块招牌号领他人, 如今曹丕接手的是一份成熟的基业, 不再需要汉县帝这块招牌, 于是打算废掉他, 自己称帝, 在称帝方面, 曹丕并未采用暴力驱赶的手段, 而是不断进行暗示, 曹丕手下人果断捕捉到了这个信号, 于是尚书汉县帝请求他退位让衔, 这种请求实际上就是一种威胁, 对此, 汉县帝表现得十分无能为力, 他知道东汉气数已尽, 自己也过够了这种傀儡生活, 现在到了退位离场之时, 于是颁布了一道诏令, 宣布将皇帝禅让给曹丕, 汉县帝是真心实意想禅让, 曹丕也非常渴望想做皇帝, 由于不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皇权, 曹丕在接受皇位的时候, 必须表现得谦虚谨慎, 否则就会招致骂名, 曹丕得到汉县帝善位的诏令后, 表现得成皇成孔, 他说自己无意当皇帝, 坚决不肯接受善让, 此时汉县帝看得很明白, 大臣们也很明白, 曹丕自己心里也跟明镜一样, 但这出善让大戏, 必须按照三辞三让的程序走完, 就像当初恳求曹丕接受魏王称号一样, 此次汉县帝几乎以哀求的方式, 让曹丕称帝, 曹丕见戏份已经演得差不多, 再继续装下去,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反感, 最终假装一脸不情愿地接受了善让, 汉县帝见曹丕答应称帝, 如是重负地长输了一口气, 汉县帝善位给曹丕后, 持续了195年的东汉王朝彻底宣告灭亡, 汉县帝留邪作为末代皇帝, 足足在位30年, 在这期间他没有获得一丝实际权利, 公元220年10月28日, 曹丕完成了登基大典, 曹丕登基后说了一句非常令人玩味的话, 他说他终于知道顺船位给大宇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大家的一贯认知中, 顺船位于宇是出于高峰亮节, 实际上船位的背后都是威逼胁迫, 曹丕登基后并未为南汉县帝, 而是赤封他为山羊宫, 给了他一块封地, 让他安度余生, 对于汉县帝来讲,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汉县帝死后, 曹丕的儿子以天子礼仪对他进行厚葬, 尽管汉县帝一生坎坷不已, 能够得以善终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曹丕称帝后, 把都城从叶城迁到了洛阳, 然后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了改革, 这便是影响深远的九品中正制, 之前, 汉朝选拔人才主要依靠查举制和征辟制, 这种制度虽然能举荐一些人才, 但也造成了很大的副作用, 久而久之, 官场职位都被士族大户垄断, 对中央统治产生了不利影响, 为了打破士族对官场的垄断, 从曹操开始重用寒门, 但士族集团在东汉已经根深蒂固, 重用寒门导致了士族集团的不满, 国家稳定需要士族集团的支持, 如果抛弃士族集团, 就会给中央统治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为了在寒门和士族之间寻找了一个平衡点, 曹操制定了九品中正制, 为了实现九品中正选拔制度, 曹操在各州设置了大中正官, 用来选拔州中出色的人物, 在各郡设置小中正官, 用来物色郡中的优秀人才, 中正官在选拔人才的时候, 中央政府会给他们一定的参考标准, 他们根据这些标准, 对当地人才的家世和品行才能进行考核, 然后确定人才的品级, 根据这些评定标准, 将人才分为九等, 各地中正官将这些人才评级结果上交给吏部, 吏部根据人才品级来给予他们相应的官职, 品级越高, 在官场上的起点就越高, 升迁的速度和空间就会越大, 为了防止有人贿赂中正官, 让他们在评级的时候进行虚假操作, 朝廷会选择具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中正官, 中正官对推举的官员要负责到底, 一旦发现人才品级与事实不符, 中正官就会受到处罚, 这种制度不能百分百杜绝暗箱操作, 但能很大程度上保证公平, 在曹丕时期, 九品中政治还能为寒门提供一个上升的机会, 但是到了晋朝以及后续朝代, 这种制度又被士族门法垄断, 士族出身的人, 能够凭借家庭背景就可以凭上比较高的等级, 而寒门出身的人只能在低阶范围内徘徊, 曹丕制定这种制度的初衷是好的, 但他低估了士族门法的垄断能力, 到了晋朝, 门法士族已经完全左右朝政大权, 士族之所以能制约皇权, 是因为他们垄断了地方上的军事、 税收和人才选拔, 士族门法的团结性很强, 一旦皇帝对某一个地方上的士族门法开刀, 就会引来天下士族门法的共同抵制, 就会造成中央和地方上的对立, 轻则皇权被削弱, 重则改朝换代, 后来以地主豪强为代表的数族集团崛起, 将皇权蛋糕又切下了一块, 这使得权力结构更加混乱, 权力结构的混乱必然引起天下大乱, 直到科举制的出现, 才彻底打破了门法士族的垄断, 使得寒门子弟能再次站上最高政治舞台, 衡量一个人的功绩要结合时代背景, 曹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采用这种制度, 说明他想有一番作为,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队内完成改革后, 曹丕开始了队外用兵, 他首先把目标定在上庸, 试图拿下上庸后, 把刘备在上庸的军事力量彻底清除, 此次率兵攻打上庸的人是孟达, 孟达本是刘备的部将, 和刘峰一起驻守上庸, 当初关羽败走迈城的时候, 曾向刘峰、孟达求援, 但他们拒绝派兵营救, 导致关羽被杀, 对此刘备十分愤怒, 只是碍于当前形势, 暂时没有追究二人, 关羽死后, 孟达、刘峰二人害怕刘备会清算他们, 孟达为了自保, 选择了投降曹魏, 由于熟悉上庸的情况, 曹丕遂安排孟达前去攻打上庸, 面对孟达的攻打, 上庸城内一片人心惶惶, 很快便败下阵来, 刘峰兵败后逃回成都, 在回成都之前, 刘峰已经预感到不妙, 因为刘备对刘峰已经起了杀心, 刘备之所以想杀刘峰, 不仅仅是因为对关羽见死不救,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害怕自己去世后, 刘峰会和刘善争未, 刘峰为人刚猛, 一旦刘备去世, 很难有人能镇住他, 出于这个考虑, 刘备一定要趁机除掉刘峰, 刘备念在刘备是其义子, 让他选择自裁, 就这样, 刘备又除掉了一个潜在威胁, 上拥失守后, 刘备在金楚的力量被削弱, 不过此时他没有心思关注重夺金楚的事情, 他的关注点在是否称帝上面, 当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蜀地后, 刘备集团的官员都表达了愤恨之情, 他们批评曹丕此举是谋权篡位, 是大逆不道之举, 曹丕称帝的消息传来不久, 汉县帝被害的消息也传到了蜀地, 虽然这是一个谣言, 但在众口朔金的年代, 很多人相信这是真的, 于是在批评曹丕之余, 蜀地还出现了拥戴刘备称帝的声音, 人们觉得汉氏皇帝已死, 刘备是汉氏宗亲, 应该延续汉氏的香火, 而称帝自立是最好的方式, 结合人们为刘备称帝进行的造势宣传来看, 汉县帝被害的谣言, 很可能是刘备阵营传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刘备能够名正言顺地称帝, 随着谣言愈演愈烈, 刘备的臣子们也开始上书劝其称帝, 毫无疑问, 刘备对此是拒绝的, 尽管他内心非常想做皇帝, 但表面上一定要假装拒绝, 就连曹丕这样的野心家都得经过三辞三让才肯接受善让, 标榜人意的刘备在表面功夫方面一定会超过曹丕, 大臣们都知道劝刘备称帝是一场戏, 但这个流程不但要走完还要走得漂亮, 为此大臣们在蜀地制造了诸多祥瑞, 并为刘备歌功颂德, 这么做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 刘备称帝是天命所归, 而天命不可为, 刘备只能委屈自己选择称帝, 费一看到大臣们为了劝刘备称帝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于是劝刘备应该暂缓此事, 将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 费一这番话尽管很有道理, 但刘备听不进去直接将其降职处理, 此时的刘备已经迫不及待想称帝, 但他还是忍住了, 他想看诸葛亮的态度, 诸葛亮是个聪明人,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刘备, 称帝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利益, 如果此时不称帝, 大家就会离他而去, 刘备创业至今, 很多人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比如迷世家族几乎把一切都压在刘备身上, 如今到了歌曲投资回报的时候, 如果刘备不称帝, 这些人就无法列土封侯得到利益, 所以他们力劝刘备称帝, 归根结底还是为自身谋利益, 诸葛亮的话让刘备醍醐灌顶, 当即决定卸下包袱准备称帝, 公元221年4月初六, 刘备正式选择登基称帝, 在登基仪式上, 刘备不仅向天帝宣读了自己的告文, 同时还痛斥曹操父子的所作所为, 他表示, 称帝后一定会匡扶汉士, 讨伐曹魏集团, 不得不说, 刘备在作戏方面是一流的, 在登基仪式上都不忘碰瓷曹操父子, 登基仪式结束后, 刘备定国号为汉, 定都成都, 史称蜀汉政权, 称帝后, 刘备又开始了一轮封赏, 他封诸葛亮为丞相, 贾捷处理整个蜀汉的政务, 张飞被封为车骑将军, 兼任私立校尉, 魏延被提拔为镇北将军, 兼任汉中太守, 马超被封为票骑将军, 兼任梁州牧, 与此同时, 刘备策立刘善为皇太子, 除此之外, 跟随刘备打天下的人几乎都得到了封赏, 实现了君臣之间的双赢, 刘备从一个跟随母亲卖携的平民少年, 一跃成为独霸一方的帝王, 这经历可谓是相当传奇, 称帝后, 刘备再次把目光放到了荆州, 他决定重夺荆州, 当群臣得知刘备东征孙权的计划后, 都表示反对, 但刘备执意东征, 并将前来劝谏的人投入大牢, 眼见刘备心意已决, 群臣便不再劝谏, 刘备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攻打荆州, 关羽之死以及孙权的背叛只是一方面因素, 三国演义中将关羽之死看作刘备攻打荆州的主要原因, 这其实是有误导性的, 刘备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在当初为了保命都能够舍弃弃子, 绝不会为了关羽而意气用事贸然攻打荆州, 而且此时据关羽被杀已经过去了一年半, 过了这么久, 再澎湃的感情也会被浇灭, 刘备攻打荆州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荆州的战略位置, 当初诸葛亮为其制定称霸天下蓝图的时候, 荆州就是必须夺取的一环, 没了荆州, 就相当于称霸天下的大业提前流产, 刘备虽然年事已高, 但他还想为称霸天下努力一把, 这才是刘备必须夺取荆州的原因, 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帜, 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 对于这次出征, 刘备非常重视, 他让张飞从浪中率领一万兵马到江州与其会合, 但张飞还未到江州就被杀死, 有意思的是, 张飞并非死在战场上, 而是被自己的手下杀害, 而且这两个手下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他们之所以要杀张飞, 是因为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与电视剧里描述的不同, 张飞实际上并非一个操汉, 而是一个有诗情才气的人, 喜欢书法, 也喜欢吟诗作对, 但张飞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贤贫爱富, 他非常敬重上流社会的人物, 但极度看不起底层人物, 甚至连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士兵都看不起, 他认为, 这些出身穷苦的士兵天生命贱, 还经常打骂侮辱他们,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尽管很多人劝说张飞要善待下属, 但他根本不听, 依然以粗暴的手段对待下属, 他这种作风最终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他的下属因为不堪长期被其霸凌, 趁他酒醉后, 直接将其杀死, 并将他的头颅送到孙权面前, 张飞的死让刘备措手不及, 此时, 王忠法政已经不在人世, 刘备可用的人才不多, 像张飞这样, 绝对忠诚的人才又少之又少, 出师不利的刘备, 并未打算放弃攻打荆州, 而是继续大张旗鼓的前去讨伐, 孙权听闻刘备清朝出洞前来讨伐时, 一方面积极进行布防, 另一方面派人前去求和, 为了避免孙刘两家大规模兵戎相见, 孙权写信给刘备, 希望他能以国家利益为主, 暂时搁置私人恩怨, 此番, 刘备拒绝了孙权握手言和的请求, 孙权见和谈失败, 便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迎战, 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 出动了江东所有的精兵能将, 刘备率领大军从白帝城出发, 一路顺流而下, 不久后, 双方爆发了小规模遭遇战, 刘备大军轻松取胜, 陆逊见蜀军士气正胜, 主动后退避其锋芒, 陆逊主动示弱, 进一步增强了刘备的信心, 他打算乘胜追击, 直逼江东水军的老巢, 刘备的部将黄泉知道, 江东士兵极其善于水战, 他见刘备有点冒进, 便劝谨他应该稳扎稳打, 不应该急于寻求决战, 刘备没有听从黄泉的建议, 而是下令大军继续开往前线, 陆逊主动示弱并未惧怕刘备, 而是引诱蜀军孤军深入, 等到达他们熟悉的作战区域后, 在集结兵力一举将其击破, 刘备作为主动进攻的一方, 求胜心切, 想速战速决拿下江东,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越是追求快速, 就越容易出现错误, 等刘备犯错,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 陆逊终于发现了刘备的错误, 此时刘备已经率军进入江东数百里, 在安营扎寨方面, 蜀军沿路扎下了几十个大营, 兵力十分分散, 随着相持时间不断加长, 刘备的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 刘备急于打破这种局面, 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与陆逊决战, 而陆逊则坚守不出, 持续消耗刘备的毅力, 两军相持半年后, 进入到酷暑季节, 远道而来的蜀军整日暴露在酷暑中苦不堪言, 久而久之, 军中出现了撤退的声音, 刘备为了鼓舞士气, 命人在树林中屯兵, 号称八百里连营结寨, 准备到秋后发起猛攻, 陆逊得知蜀军的结营方式后, 大喜, 陆逊抓住蜀军烦躁不堪之际, 先是派了一支队伍前去攻击试探, 并找到了打破刘备连营结寨的方案, 那便是用火攻, 三国中利用火攻的战役有很多, 陆逊这把火虽然不如赤壁之战有名, 但带来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赤壁之战, 公元222年润六月, 陆逊率军清朝出动, 他将队伍分成若干小队, 每个士兵手里都有一根火把, 他们此次目的并非杀敌, 而是烧掉连营的城寨, 在陆逊的运筹帷幄下, 蜀军数百里大营被一把火烧掉, 整个蜀军权陷大乱, 而逃,陆逊健壮, 果断下令对蜀军展开围剿, 与此同时又派出一支队伍前去追击刘备, 刘备在亲兵的全力突围下才找到一条出路, 他带着几个侍卫拼命往回跑, 终于逃脱了江东士兵的追杀, 回到了白帝城, 其他原地待命的大军因为没收到刘备的撤军命令, 还在死守战线, 最终被江东大军一一荡平, 浩浩荡荡的蜀军顷刻间化为乌有, 此意让刘备损失惨重, 不但损失了几万人的部队, 重要物资也被一洗而空, 这些物资都是蜀地百姓倾其所有凑出来的, 结果被刘备轻易地弄丢, 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得知刘备败走白帝城时, 内心十分自责, 他为自己没能劝住刘备东征而感到愧疚, 这次战争就是有名的伊陵之战, 这次战争让蜀地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 同时也让陆逊一举成名, 刘备退守白帝城后, 江东群臣纷纷上书孙权, 请求继续追击刘备, 此时的刘备已经溃不成军, 根本抵挡不住江东的攻势, 但三国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整个天下是三方博弈, 相互之间彼此制衡, 就在孙刘两家大动干戈之时, 曹丕也在集结大军准备加入战斗, 如果孙权清朝出动追击刘备, 曹丕必然会趁虚而入直下江东, 考虑到这一点, 孙权没有继续对刘备赶尽杀绝, 果不其然, 就在江东军队尚未完全回撤时, 孙权就得到情报, 说曹丕已经率军南征, 孙权得到消息后, 下令加速撤军, 公元222年9月, 曹丕率领曹卫一众名将南征孙权, 孙权见曹丕来势汹汹, 驻守在白帝城的刘备, 也已经脱离困境, 曹丕担心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 遂派人前去找刘备求和, 刘备见江东派人前来求和, 他想挽回一点颜面, 于是给陆迅写了一封信, 扬言要与曹丕一起进攻江东, 陆迅知道刘备是在使诈, 他在信中声称, 如果刘备执意要打江东, 他会让蜀军全军覆没, 刘备眼见没有震慑住陆迅, 便接受了江东的台阶, 接受了求和, 双方互派使者, 再次重启合作之门, 阵营博弈取决于上层首脑的意志, 前不久, 蜀军士兵还对江东恨得牙痒, 发誓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如今, 双方高层握手言和, 士兵们又得将这种仇恨压制下去, 纵观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普通人的仇恨都是高层人员的政治工具, 当高层人员要和其他阵营兵容相向时, 就会煽动普通人仇恨地方, 当和对方握手言和时, 就需要普通人放下仇恨, 很多人终其一生, 都不知道自己的恨意来自哪里, 他们国家层面的爱恨是由上层人员决定的, 孙刘两家重归于好后, 刘备又开始集结大军将矛头指向曹丕, 此次曹军挂帅南征的将军是张辽, 江东士兵听闻张辽的大名后, 吓得闻风丧胆, 当初, 孙权率领十万大军前去攻打合肥, 结果, 被张辽率领八百赶死队冲击的落花流水, 从此, 两军中间就流传着张八百大破孙十万的传奇故事, 张辽是一位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将领, 此次再战江东, 他再次将自己的勇敢谋略发挥到极致, 率领曹军大破江东军队, 张辽在此次出兵前已经重病缠身, 加之作战劳累困苦, 此后不久便因病身亡, 张辽的死让曹丕十分悲痛, 死后追视他为刚侯, 张辽死后, 寻星闪耀的三国将领又少了一位, 尽管曹军在两军对垒中占据优势, 但毕竟是长途作战, 加之曹丕比较心急, 急于扩大战果, 在江东士兵全力抵抗下, 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对此, 曹丕有些失落, 心里产生了退兵的念头, 孙权察觉到曹丕的心理变化, 急忙派人给曹丕送去一些珍惜之宝, 并低声下气地向其求和, 曹丕见好就收, 下令班师回朝, 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来, 曹丕比起曹丕的雄才大略, 动若观火, 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孙权则是一个基于现实做决定的人, 在实用主义和面子之间, 果断选择前者, 这也是孙权的过人之处, 随着曹丕退兵, 孙刘大军也各自班师, 一陵之战过后, 蜀汉集团的实力被大大透支, 一大批优秀将领或降或亡, 此前, 法政和黄中的去世让刘备心痛不已, 如今, 马超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马超染病后自知时日无多, 他上书给刘备称, 自己一家两百多口均被曹操所杀, 希望他死后能让弟弟马戴接手他的遗产, 马超死后, 刘备身边的人才日渐凋零, 人才断层也让蜀汉在日后几十年里 都面临着发展危机, 此时的刘备仍留在白帝城, 一陵之战的失败以及手下战将相继离去, 让他悲愤不已, 家之年事已高, 他的身体已经游尽灯窟, 临危之际, 刘备宣召诸葛亮来白帝城交代后事, 就在此时, 汉家太守黄元突然起兵造反, 他之所以造反, 是因为他和诸葛亮的关系一直不好, 他担心刘备死后, 诸葛亮会刁难他, 故而, 在诸葛亮离开成都时选择造反, 由于没人在成都坐镇, 黄元很快将战火向蜀汉各个方向蔓延, 此时留守成都的刘善年仅17岁, 他没有任何执政经验和战斗指挥才能, 关键时刻, 担任一周治中从事的杨红力挽狂澜, 他尚书刘善, 让其出兵镇压叛军, 刘善听从了杨红的建议, 派自己朝廷大军前去评判, 黄元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 面对朝廷大军, 他很快便败下阵来, 眼见形势不利, 黄元身边的亲兵将他升勤送到了成都, 面对起兵作乱的黄元, 刘善没有心思手软, 直接下令将其处死, 随着黄元身亡, 这次叛乱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公元223年2月, 诸葛亮和李延等人来到了白帝城, 此时的刘备已经奄奄一息, 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白帝城脱孤, 刘备告诉诸葛亮, 刘善是一个愚钝之人, 如果诸葛亮感觉刘善值得辅佐, 就全力帮助他, 如果刘善不值得辅佐, 诸葛亮可以废掉他取而代之, 不管刘备这番话是否出自真心实意, 但诸葛亮听后完全没有抵抗力, 当即表示会竭尽公骨之力来辅佐刘善, 直到他死为止, 刘备听完诸葛亮的表态后, 当着重臣的面把刘善委托给诸葛亮, 除此之外, 刘备还任命李延为诸葛亮的副手, 掌控军权镇守外地, 刘备对李延的这个安排非常耐人寻味, 有人觉得刘备此举是为了提防诸葛亮专权独断, 一旦诸葛亮有了篡权迹象, 李延可以率军前来清军策, 甚至有人将白帝城脱孤描述为一场剑拔弩张政治博弈, 刘备在脱孤的同时, 在房间里埋伏好了刀斧手, 一旦发现诸葛亮有不轨的行为, 就当场将其杀掉, 实际上这些都是阴谋论, 刘备和诸葛亮可谓是交心的知己, 刘备利用诸葛亮忠诚的性格死死将其拿捏, 以至于后来, 诸葛亮拖着残败之躯, 也要强行北伐匡扶汉士, 如果刘备真的防范诸葛亮, 就不会在脱孤的时候, 给他无限的权力来治理国家, 诸葛亮如果察觉到刘备在试探自己, 也不会傻到在脱孤的时候表现出不轨之心, 纵观整个华夏历史, 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军臣关系都是首屈一指的, 应该被视作楷模, 刘备之所以把兵权分给李延, 是为了安抚益州集团, 以免在政权交替的关键时期, 益州本地集团兴兵作乱, 刘备死前还给刘善留了一份遗诏, 让刘善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 对待诸葛亮, 遗诏中还有一句话流传至今,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在众臣面前完成脱孤大事后, 刘备又单独与诸葛亮交谈了一番, 公元223年4月24, 荣马一生的刘备驾崩于白帝城, 享年63岁, 时至今日, 对于刘备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有人将其视为平民逆袭的典范, 也有人将其视作伪君子, 这些非黑即白的评价, 都是摘取刘备身上某一个点来进行观察, 而评价一个人需要结合他的时代背景, 以及他整体的所作所为, 刘备虽然不是出身于白丁, 但他成年时, 家境已经完全衰落, 和曹操, 袁绍, 孙策, 袁树等世代为官的诸侯不能相比, 曹操等诸侯是标准的官二代, 富二代, 他们有充足的创业条件, 失败后也能迅速爬起来, 试错机会很多, 而刘备才是一个标准的创业者, 他靠着一点点的积累, 才逐渐站稳脚跟, 凭借隐忍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才在一次次失败后顽强站起来, 刘备能获得如此多能人意识的追随, 足以说明, 他具备很强的人格魅力, 至于他虚伪、 做作, 以及刻意标榜人意, 都是乱世生存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尽管现在是一个高度固化的社会, 各个阶层的通道已经接近被焊死, 但刘备的性格以及做事方式, 对于普通人往上爬, 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将他的遗体带回成都安葬, 并追视他为昭烈皇帝, 当年五月, 年仅17岁的刘善继位, 刘善继位后大赦天下, 然后, 封张飞的女儿为皇后, 作为一个从小生在安乐窝的孩子, 刘善非常听刘备的话, 称帝之后, 刘善并未贪恋权势, 他根据父亲的遗嘱, 将治国大权完全交给了诸葛亮, 为了便于治理国家, 诸葛亮开设了丞相扶属,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拔任用人才, 相当于独立于朝廷之外的一个小朝廷, 这种权力结构在华夏历史上都比较少见, 当初曹操架空汉县帝自立门户的时候, 和汉县帝是交恶的状态, 而诸葛亮自组朝廷的同时, 还能保持与刘善之间君臣和谐, 实属罕见, 此时的刘善只是名义上的皇帝, 真正的治国大权完全掌握在诸葛亮手里, 从客观层面来看, 诸葛亮是标准的权臣, 从权力结构上来看, 和霍光、王莽等人别无二致, 唯一不同的是, 诸葛亮是真心实意为蜀汉发展着想, 几乎没给自己谋取私利, 这也是诸葛亮伟大的地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诸葛亮已经克服了自身人性上的弱点,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接手蜀汉后, 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摊子, 夷灵之战的失败, 让蜀汉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出来, 国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叛乱, 诸葛亮处于修生养息层面的考虑, 暂未出兵前去评判, 而是将国家的发展方向摆正, 为此他打算与孙权重新结盟, 此时的诸葛亮已经是蜀汉的实际控制人, 不适合在亲自出使他国进行外交事宜, 于是派邓芝前往江东, 重新谈判两家结盟之事, 对于诸葛亮的主动示好, 孙权表现得犹犹豫豫, 他并非怀疑诸葛亮主动示好的诚意, 而是觉得蜀汉已经国力衰竭, 不配合江东结盟, 诸葛亮之所以派邓芝出使江东, 正是看中了他出色的口才, 在邓芝的劝说下, 孙权同意与蜀汉结盟, 两家互派使者签署了和平约定, 随着孙刘两家结盟, 诸葛亮解决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危机, 确定与孙权联盟的外交政策后, 诸葛亮将精力放在了平定国内叛乱上面, 自从刘备败走白地城, 蜀汉内部的叛乱势力就开始蠢蠢欲动, 这些势力见新兴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 想趁其病要其命, 当刘备的死讯传至天下时, 这些叛乱势力再也掩饰不住和善的面目, 当即向蜀汉政权亮起了利刃, 在众多叛乱势力中, 以益州地方豪强雍凯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实力最大, 他先是策动了一批占山为王的贼寇, 加入反叛队伍, 又穿多益州少数民族首领孟霍等人一起造反, 雍凯非常善于制造舆论攻势, 他成功煽动了少数民族与蜀汉当地人之间的仇恨, 在这种仇恨的加持下, 叛军势力不断壮大, 雍凯在煽动叛乱的同时, 还派人到江东去联络孙权, 希望能得到江东集团的帮助, 理应外合, 共同推翻蜀汉, 面对雍凯的主动示好, 孙权并未答应他的请求, 但也没有把话说死, 孙权虽然答应与蜀汉结盟, 内心还是想削弱自己的盟友, 为了稳妥起见, 静待局势发展再做决定, 眼见雍凯率领的反叛势力越来越大, 诸葛亮并未兴师动众前去征讨, 而是采用了安抚政策, 此时的蜀汉刚经历了伊陵大败, 皇帝驾崩, 从上到下人心不稳, 此时再贸然出兵, 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 诸葛亮是一个理智的人, 为了守住蜀汉的国本, 他强忍雍凯等人的胡作非为, 采取怀柔政策前去招安, 为此, 诸葛亮让李延给雍凯前前后后写了六封信, 希望雍凯能以大局为重, 如果他答应招安, 可以获得高官厚禄, 雍凯自恃人多势众, 对诸葛亮的招降不屑一顾, 雍凯的态度让叛军的态度越来越嚣张, 也让诸葛亮十分愤怒, 他决定用武力来解决叛乱问题, 为了振奋士气, 诸葛亮决定率军亲征, 此时的蜀汉虽未恢复到鼎盛水平, 但实力已经足够支撑诸葛亮征讨叛军, 公元225年3月, 诸葛亮集结大军, 踏上了南征之旅, 后主刘善在诸葛亮南征仪式上, 给予了足够的支持, 诸葛亮临行前, 刘善赏赐给诸葛亮金月一戒, 金月是皇帝给大臣的特权, 使有金月可以代表皇帝行使生杀大权, 而不用向皇帝汇报, 刘善此举是向他人表达对诸葛亮的信任, 诸葛亮之所以能在蜀汉如鱼得水, 和刘善的权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在出征前, 马肃给诸葛亮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 雍凯占据的南中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天高皇帝远, 即便此次能以武力形势剿灭雍凯集团, 但只要军队离开, 还会有其他叛乱力量趁势而起,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心理战, 从精神上瓦解叛军, 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马肃这番建议非常及时,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情的本质, 对此诸葛亮表示同意, 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马肃在诸葛亮府上做事多年, 一直备受重视, 诸葛亮把马肃视作公骨之臣来培养, 当初刘备去世前曾告诫过诸葛亮, 说马肃并非大才, 让他注意提防, 诸葛亮对此只是口头表示同意, 实际上, 内心并不认同刘备的判断, 但后续事实证明, 刘备的识人之能, 要远高于诸葛亮, 诸葛亮作为此次南征的总指挥, 他兵分三路往南中进发, 诸葛亮亲自统领西路军, 试图对叛军进行全面围剿, 尽管雍凯等人的造反声势很大, 但叛军的人才质量, 无法和蜀汉的正规军相比, 尤其是在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面前, 这些叛军显得不堪一击, 诸葛亮下达完作战任务后, 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雍凯叛军见诸葛亮亲自前来征讨, 士气上已经输了大半, 再加上前面几战接连失利, 整体陷入了慌乱, 雍凯还没来得及和诸葛亮正面交手, 就被其他叛军杀死, 诸葛亮见叛军内部出现内讧, 一股作气往前推进, 一路摧枯拉朽将叛军打得大败, 随着叛军头目高定被杀, 诸葛亮取得了评判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诸葛亮取得胜利的同时, 另外两路大军尽管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但最终也按时完成了既定目标, 一路收复失地, 将叛军打得大败, 按照这种推进速度, 诸葛亮很快便能将叛军悉数剿灭, 不久后就能班师回朝, 眼见诸葛亮大军节节胜利, 身为少数民族首领的孟霍并未心悦成福, 他不断纠集残军与诸葛亮对抗, 以孟霍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对诸葛亮造成威胁, 但诸葛亮想起了马苏的建议, 他打算收服孟霍, 利用孟霍在少数民族的影响力来管理这片区域,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后来便发生了著名的七秦孟霍, 诸葛亮每次打败孟霍后, 都设宴白酒招待他, 他告诉孟霍, 如果不服气, 可以回去集结兵力再战, 如此反复七次, 孟霍终于心悦成福地败倒在诸葛亮面前, 并甘愿为蜀汉效力, 这次南征以蜀汉全面胜利而告终, 对于七秦孟霍是否为真实历史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 陈寿在三国治中, 没有对秦孟霍一事进行记录, 而其他叛军首领, 诸如雍凯、 高定等人都有提及, 这使得人们对诸葛亮七秦孟霍一事心生疑虑, 但记录三国的史书并非只有三国治一部, 成熟于晋朝的华阳国治和汉晋春秋, 则对诸葛亮七秦孟霍一事做了详细记载, 按照记载, 孟霍并非少数民族的首领, 而是雍凯手下的议员将领, 只是雍凯死后接过了他的大旗, 很显然, 三国演义借鉴的是华阳国治和汉晋春秋, 而且把孟霍的身份进行了一番移花揭幕, 不管怎样, 诸葛亮平定南中是不争的事实, 平定完叛乱后, 诸葛亮深感南中四郡之大, 为了便于管理, 诸葛亮尚书刘善, 请求将南中四郡拆分成更多的郡县, 这样能分化他们的势力, 刘善对此表示同意, 随后, 诸葛亮对南中四郡进行了拆分, 重新划定地盘后, 诸葛亮又把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聚集在一起, 诸葛亮对他们的叛乱行为既往不救, 还授予少数民族首领官职, 把这些占山为王的少数民族首领, 纳入到蜀汉官员体系之内, 在撤军之前, 诸葛亮并未派人留守当地, 而是让少数民族进行自治, 对此有人提出过质疑, 害怕疑人自治后会再次叛乱, 但诸葛亮认为处理此事, 遗书不遗赌, 如果采用驻军的方式管理此地, 会引起疑人的反感, 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叛变情绪, 再者, 蜀汉当前没有多余的军队进行镇守, 如果只是派小谷兵力镇守, 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派大部队进行镇守, 则会透支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 诸葛亮采取的疑人自治方案是正确的, 这些人不但没有继续叛乱, 反而给蜀汉政权提供了不少金银, 战马等物品作为税赋, 为蜀汉建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 诸葛亮发现, 少数民族的人在作战方面异常英勇, 如果加以训练引导, 再配备先进的武器, 将会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后来, 诸葛亮命人在此训练了一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队伍, 名字为乌当飞军, 这支精锐部队和曹操组建的虎豹旗一样, 具备极强的战斗力, 这也是诸葛亮平定南中过程中的一大收获, 就在诸葛亮征讨南中之时, 曹卫发生了政权更替, 公元226年正月, 曹丕忽然重病, 他自知时日无多, 遂把曹真、曹修、司马懿、陈群招到身边安排后事, 曹丕当着四人的面宣布, 立曹瑞为太子, 这四位也被视作顾命大臣, 曹瑞的母亲是真伏, 最初真伏是袁绍二儿子袁夕的妻子, 后来曹丕将其拒为己有, 曹丕继位的时候, 没有立真伏为皇后, 反而将其赐死, 这件事给幼小的曹瑞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曹瑞的脾气古怪也和这段经历有关, 曹丕之所以立曹瑞为太子, 完全是为国家考虑, 曹瑞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天赋, 曹操对他非常喜爱, 曾当众夸赞曹瑞可以继承曹家的基业, 曹丕在脱孤的时候, 曾告诫曹瑞一定要信任四位辅政大臣, 不要相信别人对他们的诋毁, 交代完后事, 曹丕于当年五月十七驾崩, 十年四十岁, 客观来看, 曹丕的功绩虽比不上曹操, 但也算得上一位有作为的帝王, 对内历经屠治, 改善民生, 对外积极寻求扩张, 在发展教育方面, 曹丕进行积极的探索, 将三国时期的教育文化事业, 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随着曹丕驾崩, 曹魏已经完成了三代政权更替, 蜀汉则处于第二代政权统治, 虽然江东集团的掌舵人依然是孙权, 但随着蜀魏两国领导人出现更替, 三国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 知名度可能不如群雄逐鹿和三族鼎立初期, 但精彩程度丝毫不逊色, 孙权听闻曹锐登基后大喜, 他认为曹锐是一个少不更事的皇帝, 可以趁机攻打魏国, 公元226年8月, 孙权趁曹魏新老交替之际, 新帅五万大军前去攻打魏国前线军事重镇江夏, 此时驻守江夏的士兵仅有五千多人, 形势十分危急, 前线军情传到洛阳后, 朝堂之上一片慌张, 曹锐却表现得很镇定, 他说, 孙权的军队非常善于打水战, 此番到陆地上攻城, 肯定是以为江夏城没有防备搞突然袭击, 如今, 只要命令守城将士坚守不出, 用不了多久, 孙权必然退兵, 事实证明, 曹锐的判断是正确的, 孙权起初以为能凭借人数优势轻松拿下江夏, 后来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经过一个月的攻城仍未取得效果, 孙权见战局不力, 果断选择了撤军, 在撤军的过程中, 曹军打开城门前去追击, 打了孙权一个措手不及, 取得成功后, 又火速回到了江夏城, 此意让孙权吃了一个哑巴亏, 与此同时, 率军前去攻打襄阳的诸葛锦输得更惨, 因为他面对的对手是司马懿, 此时的司马懿并未斩露头角, 诸葛锦见文官出身的司马懿和自己对垒, 大喜过望, 准备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立威, 结果, 司马懿给诸葛锦上了生动的一刻, 在司马懿的指挥下, 诸葛锦已惨败收场, 这一年司马懿48岁, 这使他步入仕途后第一次带兵打仗, 这次亮眼的表现, 让天下人知道了司马懿的大名, 同时也让江东见识到曹瑞这个年轻的皇帝, 绝不是容易拿捏的软柿子, 此后不久, 曹瑞对朝堂格局进行了调整, 他让曹操时代的老臣退出一线, 将司马懿、 陈群等新生代力量推到一线, 这也意味着曹魏政权正式进入到曹瑞时代, 诸葛亮平定完南中后, 蜀汉国内开始变得稳定, 稳定是繁荣的基础, 随着税收面积不断扩大, 蜀汉逐渐恢复到往昔繁荣状态, 这段时间, 诸葛亮一直在训练军队四级北伐, 他要将后半生所有精力都放在匡扶汉室上, 这是他对刘备的承诺, 公元227年, 诸葛亮率领大军驻扎汉中为北伐做准备, 在正式北伐之前, 他给后主刘善写了一道奏书, 这便是著名的前出诗表, 此时距离诸葛亮辅佐刘备创业已经二十多年, 君臣之间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从客观角度来看, 诸葛亮即便不去北伐, 安稳地做一个太平臣子, 也不会有人诟病他, 执意北伐, 不仅劳心费力, 还让他遭受了诸多质疑, 因为每次北伐都是劳师远征, 耗费大量人力财力, 让蜀汉逐渐被掏空, 间接加速了蜀汉灭亡, 为了这次北伐, 诸葛亮让副手李延负责后勤保障, 与此同时, 他安排黄门侍郎董允留在刘善身边, 指导他的一举一动, 防止刘善被奸佞小人蒙蔽, 对于诸葛亮的安排, 刘善是言听计从的, 他知道, 董允名义上是来辅佐自己, 实际上也是在监视他, 他的一举一动都将被汇报给诸葛亮, 诸葛亮走后, 刘善想到民间选一些美女充实后宫, 但被董允坚决制止, 董允认为, 刘善的妃子已经超过12名, 达到了天子后妃人数的上限, 不能再继续纳妃, 在董允的制止下, 刘善果断放弃了纳妃的想法,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刘善性格确实比较懦弱, 这种事情如果放在其他年轻气盛的君王身上, 前来阻拦的结果必然是人头落地, 刘善的安分守己, 让诸葛亮没了后顾之忧, 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北伐, 诸葛亮北伐面对的第一个对手, 是新城太守孟达, 孟达最早在刘章手下效力, 后来又转投刘备旗下, 当初因为不肯出兵援助, 败走麦城的关羽, 被刘备愤恨, 孟达为了自保又转投到曹魏阵营, 曹丕在世时非常重视信任孟达, 并让他出任新城太守, 驻守边关, 但曹丕命短没过几年便驾崩驾, 曹锐登基后, 朝中很多臣子开始怀疑孟达的忠诚, 认为他还会叛变, 这种讨论传到孟达的耳朵后, 让他产生了危机感, 准备为自己寻求一条后路, 重新回到蜀汉是其中一个选项, 诸葛亮了解到孟达的处境后, 便开始积极运作, 他让李延写信, 劝孟达重新归降蜀汉, 李延和孟达私交不错, 在李延的劝说下, 孟达内心产生了动摇, 他开始积极与诸葛亮沟通, 但他并未当即决定投降, 因为他要确保自己重回蜀汉后, 不会受到为难, 也要利用手中的筹码, 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孟达联络蜀汉的事情, 不久被魏兴郡太守申疑得知, 申疑素来与孟达有矛盾, 他知道此事后, 便向朝廷上书说, 孟达试图勾结诸葛亮道反, 对于申疑的弹劾, 曹瑞并未采信, 他觉得他给孟达的职位和俸禄都是最好的, 到了别处, 孟达再也获得不了这种待遇, 司马懿对孟达很了解, 知道他肯定存有反心, 为了让孟达献出原形, 他一边派人监视孟达, 一边写信给孟达让其到洛阳觐见新皇帝, 孟达心虚, 不敢前往洛阳, 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与诸葛亮来往书信的事, 已经被曹瑞知道, 因此还未下定决心归降蜀汉, 诸葛亮见孟达迟迟不来归降, 恐日久生变, 他决定用计逼迫孟达脱离曹魏阵营, 经过一番商议, 诸葛亮派自己的手下郭模假装投降申疑, 并适时地告诉申疑孟达要造反的事情, 申疑的大营后,自知事情不妙, 想给诸葛亮回信表达归降意图, 驻守晚城的司马懿得知郭模投降申疑的事情后, 知道是诸葛亮在用计谋逼迫孟达造反,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 快马加鞭给孟达送去, 司马懿在信中表示, 诸葛亮派郭模前来散播谣言, 目的就是要离间孟达与曹瑞之间的君臣关系, 请孟达一定要坚守城池, 不要被谣言困扰, 孟达收到司马懿的来信后, 以为司马懿还蒙在谷中, 不知道他与诸葛亮暗通款区的事情, 于是放松了警惕, 孟达暂时放弃归降蜀汉, 而是坚守城池静观其变, 如果曹瑞真的派兵来为难自己, 届时再归降诸葛亮也不迟, 司马懿驻守的晚城距离孟达一千两百里, 按照当时的行军速度, 起码要一个月才能到达孟达阵营, 即便司马懿要出兵讨伐孟达, 也要派人到洛阳请示曹瑞, 否则就是擅自用兵, 这一来一回大概需要两个月, 孟达有充分的时间来加固城防观察时局, 但司马懿并非按常理出牌的人, 他担心孟达会贸然起兵, 当即决定火速前去征讨孟达, 在出军的同时派人到洛阳向曹瑞请令, 此举大大节约了行军时间, 当孟达还沉浸在安乐窝的时候, 司马懿仅用了八天就兵临城下, 为了防止蜀汉和江东集团前来营救, 司马懿在出军过程中设下了伏兵, 足以看出他心思之缜密, 当司马懿兵临城下时, 孟达才发现事情不妙, 司马懿没给孟达搬救兵的机会, 直接下令对上庸城发起猛攻, 上庸城三面还水, 这个地理优势使得孟达有充分的信心, 能够抵挡司马懿, 这场攻城战持续了半个月, 尽管司马懿亲自督战, 但依然没能轰开上庸的城门, 眼见形势对司马懿越来越不利, 孟达的属下担心城破后会遭到司马懿的报复, 便主动打开城门起降, 在叛徒的配合下, 司马懿大军终于得以进入城中, 并成功拿下了城池, 攻下上庸后, 司马懿将孟达斩杀, 然后将其首级送到了洛阳, 此意让司马懿鸣声大噪, 普天之下都知道文官出身的他不仅会打仗, 而且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 孟达被杀, 让诸葛亮失去了一次战得先机的好机会, 但孟达的死并未打乱他的计划, 按照诸葛亮的设想, 此次北伐要先攻占隆右地区, 以此为跳板拿下梁州, 在梁州建立根据地, 然后逐步与曹魏对质, 慢慢蚕食对方的地盘, 诸葛亮的整体策略是稳扎稳打, 不求速胜, 这种战略见效很慢, 中间有很多变数, 跟随诸葛亮一起出征的大将魏延, 提出了一个能够速胜方案, 当时镇守长安的人名叫夏侯毛, 他是名将夏侯敦的儿子, 不过,夏侯毛并未遗传夏侯敦的军事才能, 他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 完全是因为家族庇佑, 夏侯毛本身是一个顽固子弟, 根本没有镇守长安的能力, 魏延向诸葛亮请求率领五千精锐, 沿着秦岭向东而行, 然后穿过紫武谷向北直奔长安, 不用十天就可以到达长安城, 夏侯毛肯定会弃城而逃, 届时再拿下长安周边的粮草和武器库死守长安, 曹瑞派兵支援长安需要二十天, 蜀汉大军只要在曹军到达之前赶到长安即可, 对于魏延这个大胆的建议, 诸葛亮没有过多考虑, 直接拒绝, 魏延这个提议便是著名的子武谷奇谋, 这个计谋已经被讨论了一千多年, 每当提到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这个奇谋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还有人把诸葛亮拒绝魏延的提议当成他一生的污点, 认为这是诸葛亮在故意打压魏延, 因而故意不采纳他的建议, 魏延的这个提议并非虚构, 三国治理明确记载了魏延这个提议, 只不过, 三国治理记载的是魏延请求率领一万骑兵穿过子武谷, 与诸葛亮兵分两路同时进发, 在同关会师, 以起到迷糊对手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两个版本大致相同, 但进取目标不不一样, 一个版本是直取长安, 另一个版本是抢占同关,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实现的可能性都不大, 首先,魏延要率领数万士兵穿越子武谷, 能否顺利到达是一个未知数, 曹军之所以没在秦岭设防, 可见这里的生存条件有多恶劣, 即便最终能穿越子武谷, 非战斗减员也是非常多的, 届时军队能剩下多少战斗力也是存疑的, 其次, 人们之所以为子武谷期谋感到遗憾, 是觉得此季一定能成功, 夏侯毛虽然比较平庸, 但谁也不能断定, 他一定会弃城而逃, 如果夏侯毛选择坚守不出, 只要曹军援军及时赶到, 魏延不但拿不下长安, 反而会成为瓮中之鳖, 白白损失数万人亡, 时至今日, 人们之所以会感到遗憾, 是因为这条计谋没有实施, 加之一些人喜欢将小概率事件描述为既定事实, 使得人们以为, 诸葛亮同意魏延的提议, 后者就一定能成功, 作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 诸葛亮并不怕冒险, 但不会同意这种风险系数高, 回报率极低的冒险, 否定了魏延的提议后, 诸葛亮还是采用稳扎稳打的策略, 公元228年3月, 诸葛亮派赵云, 邓芝率领一支军队成功占领击鼓, 并佯装攻打长安, 与此同时, 诸葛亮率领大军直奔隆右地区, 自从刘备死后, 曹魏几乎对蜀汉放松了警惕, 他们觉得除了刘备之外, 没人能独当一面, 而诸葛亮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在诸葛亮的率领下, 隆右三郡很快便沦陷, 郡守眼见诸葛亮兵强马壮, 选择了投降, 此事传到曹魏朝堂, 朝野震动, 关键时刻又是曹瑞稳住了军心, 他御驾亲征, 坐镇长安指挥战斗, 任命曹真为大将军前往隆右地区, 和诸葛亮正面对战, 此时诸葛亮正在对隆西郡和广魏郡用兵, 为了应对曹瑞的御驾亲征, 他派马肃前去镇守接庭, 接庭是曹军支援隆右三郡的必经之路, 只有守住接庭, 才能阻断曹军前来支援, 也能为诸葛亮攻打其他两郡争取时间, 接庭是一个一手难攻的地方, 只要不犯错误, 防守的难度并不大, 在镇守接庭一事上, 人们普遍认为诸葛亮会让魏延前去, 毕竟魏延身经百战, 防守接庭这种军事要塞还是手拿把钻的, 但诸葛亮在这件事上起了私心, 他想给马肃一个表现机会, 接庭之战重在防守, 不需要主动兼敌, 他觉得这次任务看起来艰难, 实施起来并不困难, 再者, 诸葛亮特意安排老将王平辅佐马肃, 还派出蜀汉最精锐的部队前去执行任务, 以此确保万无一失, 在马肃出征前, 诸葛亮给他制定了详细的排兵部策略, 只要严格按照策略执行, 就不会有问题, 但诸葛亮失算了, 他不知道, 马肃只是一个理论派, 在实践方面欠缺经验, 此次是马肃第一次带兵出征, 他想把之前所学的军事理论派上用场, 按照诸葛亮的部署, 马肃需要在道路要塞上部署重兵, 直接阻挡曹军前进, 但马肃没有采纳诸葛亮的策略, 而是将大营扎在山上, 他认为, 这样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老将王平见马肃, 擅自改动排兵策略, 急忙上前劝阻, 他告诉马肃, 在山上扎营是兵家大计, 一旦对方切断水源, 就会面临全面被动, 年轻气盛的马肃完全不听, 他坚持认为, 在山上扎营是一个妙计, 当张和率领曹军到达接亭时, 经士兵探查得知马肃在山上扎营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还以为, 这是对方故意摆下的移兵之计, 为了确定这一消息, 张和反复派人前去探查, 最终确认蜀军并未在周边设下埋伏, 张和是身经百战的老将, 他当即看出马肃的命门, 马上派人封锁下山取水的道路, 蜀军被断水后, 正常的饮食都成了问题, 没过多久, 军队就陷入一片混乱, 张和瞅准时机, 对蜀军发起了进攻, 一举将蜀军打得溃败, 关键时刻, 王平率领一千士兵坚守阵地, 他命人鸣金雷鼓虚张声势, 以此来迷惑张和, 张和见已经打通了接亭前往隆右的道路, 害怕蜀军有伏兵, 便没再继续追击, 在王平的带领下, 蜀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 接庭失守后, 曹军直接抄截了诸葛亮的大后方, 本来诸葛亮已经把隆西郡和广魏郡视作囊中之物, 因为接庭失守, 不但失去了这两郡, 还不得不全面撤军, 连此前的隆右三郡也拱手让给了曹军, 马肃的故作之大, 全面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计划, 蜀军不得不退回汉中再做打算, 第一次北伐以全面失利而结束, 为了这次北伐, 诸葛亮准备了好几年, 倾尽全国之力才敢迈出这一步, 退守汉中后, 诸葛亮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不甘, 但这一切都只能自己默默忍受, 此前刘备在死前曾劝说过诸葛亮, 说马肃此人眼高手低, 不值得重用, 但诸葛亮并未采纳, 回想起刘备的劝说, 只能悔不当初, 马肃失败后, 并未到诸葛亮面前请罪, 而是畏罪潜逃, 但没过多久就被抓了回来, 在马肃的生死问题上, 有人建议诸葛亮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让他继续为蜀汉效力, 从客观角度来看, 马肃经此失败后, 肯定会痛定思痛, 加上自身的天赋, 可以成为一个可依仗的人才, 诸葛亮与马肃私交甚好, 于情于理都可以饶他一命, 但诸葛亮要严明军纪, 不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于是下令将其军法问斩, 不过在问斩之前, 马肃就在狱中病死了, 十年三十九岁, 三国演义将这段故事加以包装, 成为了著名的灰类斩马肃, 有意思的是, 三国制作者陈寿的父亲, 便是马肃帐下的参军, 他也因为此事受到了牵连, 最终结甲归田, 基于这种机缘巧合, 想必陈寿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 一定是五位杂陈,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 诸葛亮做了深刻检讨, 他向蜀汉全体将士道歉, 并上书刘善请求自贬职位, 刘善收到奏书后, 知道诸葛亮并非惺惺作态, 降低他的职位也能给蜀军将士一个交代, 于是, 诸葛亮被降为右将军, 代行丞相之职, 虽然这个处分并未削弱诸葛亮的权力, 但可以看出, 诸葛亮并未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 出现问题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出来担责, 这也是诸葛亮人格魅力的体现, 纵观诸葛亮的五次北伐, 第一次是最接近成功的, 如果皆停不失, 整个拢右地区都会是蜀汉的囊中之物, 长安也几乎唾手可得, 此次北伐过后, 曹军加大了防守力度, 这使得北伐之路越来越艰难, 第一次北伐尽管以失败告终, 不过, 诸葛亮在这个过程中发掘了两个人才, 王平凭借自身的突出表现, 被诸葛亮提拔为参军, 后来晋升为讨寇将军, 一直被诸葛亮重用, 成为蜀汉集团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 除了王平之外, 诸葛亮还得到了姜维, 姜维此前并不是蜀汉阵营的将领, 而是在曹魏旗下负责守卫天水郡, 在诸葛亮北伐过程中迫于无奈投降了蜀汉阵营, 此时的姜维年仅21岁, 诸葛亮见其有勇有谋, 精通用兵之道, 便有意培养了, 后来诸葛亮提拔他为奉义将军, 为了培养姜维, 诸葛亮把他当成了关门弟子, 几乎是亲囊相授, 而姜维也不负所托, 在诸葛亮的培养下忠诚大气, 孙权得知诸葛亮北伐失利的消息后, 担心曹魏会趁机南下江东, 于是打算先下手为强, 此时曹修镇守扬州, 坐拥十万大军, 总领曹魏集团东线战士, 孙权自知不能对曹军正面强攻, 为了消灭曹修, 孙权打算用计将曹军引到江东地界, 然后一举将其消灭, 为此, 孙权和鄱阳太守周房演了一出双簧, 孙权先派人到鄱阳巡查, 假装查出周房贪污腐败, 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 然后周房给曹修下了一封详书, 表示自己无法在江东立足, 准备投降曹魏, 与此同时, 周房为了向孙权谢罪, 剪掉了自己的头发, 希望能获得原谅, 在古代, 剪头发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几乎等同于受刑, 起初曹修并不相信周房是真心归降, 便派人到鄱阳前去暗访, 当探子将周房割发带手的事情, 汇报给曹修之后, 他才相信是真的, 于是派人联络周房, 表示会率领大军到晚城地界去接应周房启示, 就这样, 曹修进了孙权设下的圈套, 魏国上书蒋记得知曹修前去接应周房的消息后, 认为其中有诈, 便向曹瑞汇报, 曹瑞也认为此事不妙, 为了营救曹修, 他派贾奎和司马懿前去支援, 当曹修到晚城地界发现周房并未在约定时间前来, 他知道自己上当, 不过曹修并未打算退兵, 而是趁机进取江东, 如果此时贾奎姗姗来迟, 曹修连同十万大军就会全军覆没, 好在贾奎及时赶到, 避免曹修大军被江东集团包了饺子, 不过此役曹军损失惨重, 江东集团斩杀魏军一万多人, 各类物资不计其数, 给曹军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这次战役被称为石廷之战, 石廷之战过后, 曹军短期内没有能力进犯江东, 孙权通过用计解除了一次潜在危机, 石廷之战过后, 曹修到曹瑞面前请罪, 不过曹瑞并未处罚他, 反而念其以前功勋卓著, 赏赐了他一些财物, 此事让曹修耿耿于怀, 他受不了这种屈辱, 在悲愤交加中生了一场大病, 一个月后便突然离世, 曹修的离世对曹魏集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本来后三国时代就缺少名将, 曹修的死让曹魏整体实力打了一定的折扣, 此时曹氏宗室中有出息的人已经不多, 曹瑞再三思量让满宠接替了曹修的位置, 诸葛亮听闻曹魏遭受重创, 心中大喜, 他断定此时曹军将兵力都部署在东线, 关中地区必然兵力薄弱, 于是决定再次北伐, 公元228年11月, 诸葛亮率领数万大军向散官进军, 直奔陈仓, 正式开始了第二次北伐, 此次北伐距离上一次失力撤军仅仅过去了半年, 在这半年时间里, 曹军对城防进行了加固, 诸葛亮见陈仓城防兼顾, 不想强攻便派人前去招降陈仓守将好招, 此时陈仓城内仅有一千多守军, 诸葛亮本以为好招会因为兵力悬殊而选择归降, 但好招坚决不详, 劝降失败后, 诸葛亮下令强攻, 陈仓的坚固程度超乎了诸葛亮预期, 尽管蜀军使用了多种攻城器械, 但陈仓城依然固若金汤, 为了鼓舞士气, 好招亲自站上城墙指挥作战, 打退了蜀军潮水般的进攻, 没过多久, 曹瑞就得知诸葛亮再次北伐的消息, 他急令张和到洛阳商量对策, 并命他前去救援, 张和临行前告诉曹瑞, 此番诸葛亮孤军深入, 粮草储备不足, 用不了十天就会撤兵, 事情正如张和所料, 还未等张和到达陈仓, 诸葛亮见陈仓久攻不下便下令撤退, 此次北伐虽未能攻克陈仓, 蜀军也并非一无所获, 诸葛亮撤军后, 前来支援陈仓的卫将王霜, 想趁机捉拿诸葛亮, 结果反备诸杀, 这算是此次北伐的一大收获, 这次北伐是诸葛亮临时起义, 事前并未经过周密的规划, 也没进行大规模粮草征集, 只是带了短期作战的口粮, 对于没能攻下陈仓, 诸葛亮也并未表现出失望之情, 公元229年2月, 在诸葛亮从陈仓撤军的同时, 蜀军大将陈氏奉诸葛亮之命, 前去攻打魏国的武都殷平二郡, 陈氏这次出兵, 被视作蜀汉的第三次北伐, 此时的诸葛亮刚撤出陈仓不久, 结合他让陈氏发起的军事行动来看, 诸葛亮此番前去攻打陈仓, 很有可能是为了把曹军吸引到东线, 进而让陈氏能够顺利拿下西线的武都和殷平二郡, 当曹魏得知蜀军在西线发起进攻时, 雍州刺使郭怀紧急前去救援, 结果行至半路, 被诸葛亮拦了下来, 诸葛亮从陈仓撤军后并未打算退回汉中, 而是伺机观察曹魏援军的动向, 为陈氏攻打西线二郡争取时间, 孤怀见诸葛亮前来拦截, 自知不是敌手, 最后原路返回, 没了援军的支持, 武都因凭二郡根本抵挡不住蜀军的攻击, 没过多久, 二郡就被攻克, 成功纳入蜀汉版图, 第三次北伐可以看作是第二次北伐的另一个战场, 此次北伐虽然没能在战略上改变魏国和蜀国之间的形势, 但蜀汉将其看作一次大的胜利, 尤其是后主刘善, 认为诸葛亮为蜀汉扩大的版图, 于是下诏表扬诸葛亮, 并趁机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之位, 短期内进行了三次北伐, 蜀军将士非常疲惫, 加之作战需要大量粮草, 蜀国国力遭到了透支, 此时蜀汉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 诸葛亮知道这个道理, 当年年底, 诸葛亮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出了成都, 搬到了汉中平原, 然后诸葛亮在汉中北部大力修建城坊, 在免水以北修筑了汉城和乐城, 为蜀汉建立一道坚实的屏障, 就在诸葛亮忙于北伐之时, 江东集团也发生了大的改变, 在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 孙权也决定称帝, 公元229年4月13, 孙权选了一个黄道集日举行了登基仪式, 正式宣布称帝, 改国号为吴, 史称孙吴或者东吴, 孙权登基时, 给天下发布了一道诏书, 其中痛斥曹丕篡称帝的行为, 对于自己称帝一事, 孙权则表示, 是因为汉室气数已尽, 为了天下苍生而不得不称帝, 孙权称帝后, 派人前去通知蜀汉, 孙权在信中表示, 吴蜀两国的皇帝是合法的, 而曹魏政权的皇帝, 则是篡权得来的伪皇帝, 他将吴蜀两国皇帝并称为二尊, 蜀汉集团得知孙权称帝的消息后, 内部讨论的炸了锅, 大多数臣子都觉得孙权此举过于荒唐, 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称帝, 当初刘备称帝是基于汉室宗亲的身份, 而且称帝后, 一直把匡扶汉室作为己任, 而孙权既不是汉室宗亲, 也没得到汉室皇帝的善让, 贸然称帝是冒天下之大不韦的举动, 经过一番讨论后, 大臣们一致表决让诸葛亮去讨伐东吴, 但诸葛亮并未听从群臣的建议, 他想群臣解释道, 现在蜀汉正忙于北伐, 东吴正好能在东南牵制住曹魏的兵力, 如果此时与东吴交戊, 就会陷入双线作战的局面, 以蜀汉的实力尚不足以支撑两线作战, 再者,孙权登基已经成为继承事实, 即便不同意对方称帝, 也很难从实力角度出发, 让孙权改变决定, 既然不能改变, 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在诸葛亮的劝说下, 蜀汉大臣便接受了孙权登基的事实, 随后, 诸葛亮派人到东吴进行回访, 孙权见蜀汉承认他的皇帝之位, 便后代来访使者并大摆宴席庆祝, 这次访问期间, 蜀汉两家再次结成了联盟, 相互之间承诺, 如果其中一家被曹魏攻打, 另外一家要无条件地前来相救, 达成联盟后, 双方又制定了瓜分曹魏的目标, 按照约定, 打败魏国后, 兵州、 梁州、 益州、 衍州、 归属国、 徐州、 玉州、 冀州、 幽州归东吴, 依无蜀两家当时的实力, 能联合起来自保已经非常不错, 瓜分曹魏简直是吃人说梦, 之所以设定这种目标, 是为了让双方团结一致,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无蜀双方重新结盟后, 蜀汉不用担心孙吴在东边发难, 诸葛亮可以将精力全部放在北伐上面, 曹魏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角色, 诸葛亮前几次北伐打了曹魏一个措手不及, 此番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 主动提出法蜀的是曹真, 他上书曹锐, 请求主动前去攻打蜀国, 对于法蜀一事, 陈群觉得不能操之过急, 以意带劳要比劳师远征胜算更大, 曹真身为西线军队的首领, 如果任由诸葛亮三番五次前来挑衅, 个人微信会受到挑战, 他不理会陈群的反对, 执意上书要求法蜀, 曹锐见曹真决心强烈, 便同意了法蜀的请求, 制定好法蜀的策略后, 曹军兵分三路进攻, 一路由曹真率领, 目标直指诸葛亮在汉中的主力部队, 另一路由司马懿率领, 攻击汉中东侧, 最后一路由张和挂帅, 负责攻击汉中西侧, 公元230年7月, 曹军集结完毕后, 开始了法蜀之旅, 曹真作为此次法蜀主帅, 报定必胜的信心, 打算避其功于一意消灭蜀国, 为此他任命夏侯霸为征讨先锋,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 当初夏侯渊在定军山被蜀汉大将黄忠斩杀, 夏侯霸心里憋着一股强烈的怨恨, 此次出征蜀汉, 他要用一场大胜来报杀父之仇, 由于司马懿在之前的征讨中有亮眼表现, 此次出征前, 他被提拔为大将军兼任大都督, 并被授予黄月, 黄月是古代帝王专用器物, 授予黄月相当于给了司马懿充分自主权来决断军中事务, 此次曹魏三路大军总数超过十万人, 参战人数和名将数量是后三国时代最多的一次, 面对曹魏大举来罚, 诸葛亮不敢调以轻心, 他一面布置汉中的城防, 一边命镇守大后方的李延向汉中调集士兵, 但出人意料的是, 李延拒绝接受诸葛亮的调度, 不肯往前线调兵, 当初刘备在白帝城脱孤时, 李延也是脱孤大臣之一, 刘善登基后, 李延一直是诸葛亮的副手, 多年来为诸葛亮操办后勤工作, 按理说, 李延作为脱孤大臣, 应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实际上蜀汉大小事务均由诸葛亮一人说了算, 久而久之, 李延心里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 他想借机争取权力, 组建自己的幕僚团队, 和诸葛亮共同治理国家, 从李延的官职来看, 他确实应当和诸葛亮平分权力, 但从政治地位层面来看, 李延没法和诸葛亮相比拟, 诸葛亮是陪同刘备从落魄一起走到帝王宝座的人, 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刘备的成功, 刘备之所以让李延充当脱孤大臣, 是为了照顾一周本地利益集团的面子, 对此, 蜀汉上下都心知肚明, 李延心里也很清楚, 在无蜀结盟仪式上, 孙权最看重的是诸葛亮的态度, 而不是后主刘善,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 天下人都认为诸葛亮才能代表蜀汉, 而不是刘善, 作为对三国历史不熟悉的人来讲, 一定听说过诸葛亮, 但不一定听说过李延, 此时李延站出来争权, 体现出对自己的定位认识不足, 而且在蜀汉生死存亡之际站出来争权, 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诸葛亮看穿李延的意图后, 出于大局考虑, 他提拔李延为票旗将军, 提拔他的儿子李锋为江州都督, 接替李延之前的位子, 李延见诸葛亮妥协, 便同意调兵北上支援汉中, 就在卫蜀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时, 上天给了卫军当头一棒, 当曹真率领大军行至子武道时, 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大雨, 伴随大雨的还有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一时间, 曹真大军被困在山谷中进退不得, 原本志在必得的曹真, 眼见将士们非战斗检员非常严重, 如果继续前行, 恐怕还未到达汉中便全军覆没, 曹真大军被困的消息传到朝堂后, 以华新杨复为代表的一群老臣, 上书曹锐请求撤军, 对于这次劳师远征, 朝堂上本来就有不同的声音, 如今出师不力, 反对声音更大, 曹锐本想让曹真原地待命, 等天气好转再进取汉中, 无奈朝中反对声音实在太大, 曹锐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撤军, 卫军撤退后, 诸葛亮没打算让他们轻松回去, 他派魏延和吴义率领一万骑兵前去追击, 他们追至杨夕一带时, 遇到了卫军主将郭怀和费瑶, 这次遭遇战发生在山地, 蜀军非常善于在山地作战, 加之魏延具备极高的军事指挥才能, 此一蜀军大破卫军, 杨夕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争, 这也是魏延的得意之作, 此战过后, 魏延被提拔为征兮大将军, 禁封为南政侯, 由于各类影视剧的渲染, 一直有诸葛亮打压魏延的说法, 实际上, 诸葛亮不仅没有打压魏延, 反而非常欣赏他的才能, 并不断重用, 曹真退兵后, 心情极度郁闷, 不久后便卧病不起, 他不能接受无功而返的事实, 曹瑞知道, 此次失利不怪曹真, 便亲自前去看望, 曹真和曹修一样, 接受不了败局, 不久后病情加重不治身亡, 曹真死后, 他的长子曹爽继承了他的爵位, 成为曹氏宗氏的顶梁柱, 曹真死后, 远在千里之外的诸葛亮 并未露出多少欣喜之色, 反而身边的司马懿高兴之情 异于言表, 曹真在世时能全面压制司马懿, 如今曹真去世, 曹瑞不得不进一步仰仗司马懿, 这使得司马懿对曹魏的掌控越来越深, 曹魏集团经此变故, 短期内, 放弃了进攻蜀汉的想法, 而蜀汉经过这段时间的修整,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诸葛亮决定开始第四次北伐, 在北伐之前, 诸葛亮做了大量准备, 这其中就包括提升蜀军的装备质量, 诸葛亮自知蜀军整体实力不如卫军, 因此, 要从装备方面增强军队战斗力, 为此, 诸葛亮发明了一些 在当时看来比较先进的装备, 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诸葛连弩、 半马钉和牧牛流马, 弩是骑兵的克星, 当初袁绍用上千张弓弩, 破掉了公孙瓒的精锐部队白马一丛, 普通的弩只能一次发射一支弓箭, 诸葛亮改良的弩可以连续发射十支箭, 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半自动步枪, 半马钉是为了阻断敌人追击而创造的暗器, 这种钉子撒在地上总有一根尖灵朝上, 马一旦踩在上面就会摔倒在地, 这能有效阻断敌军骑兵前来追击, 从现在科学角度来看, 这两项发明实际上并不难, 一般手工匠人就能打造出来, 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发明这种装备实属不简单, 在诸葛亮众多发明创造中, 争议最大的就是牧牛流马, 这是一种能自己行走的器械, 而且能适应山地地形, 诸葛亮发明牧牛流马主要是为了运粮, 牧牛流马的神奇之处在于, 这种装备里面设置了机关, 只有蜀军士兵知道如何使用, 卫军即便劫持了牧牛流马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这种发明之所以争议很大, 是因为违背一般物理学常识, 基于物理学常识, 物体运动需要一定的动力, 而牧牛流马的动力来自哪里不得而知, 从史书记载来看, 牧牛流马的确存在, 但未留下图纸, 诸葛亮死后也并未被保存下来, 这就使得此事变得很有争议, 一切准备就绪后, 诸葛亮开始了第四次北伐, 出征之前他让李延坐镇丞相府, 带行丞相之职, 为了保证北伐成功, 诸葛亮再三嘱咐李延, 一定要保证粮草供应, 李延也信誓旦旦的保证, 一定会按时往前线运输粮草, 公元231年2月, 诸葛亮亲率八万大军, 经齐山直取拢用, 得知诸葛亮再次北伐的消息后, 曹魏集团并未慌张, 他们知道诸葛亮不会善罢甘休, 此时曹魏集团能堪大任的将领, 只剩下司马懿, 尽管曹瑞不想给他太大的权力, 但面对诸葛亮这样的对手, 只有司马懿才能与之匹敌, 于是曹瑞让司马懿驻守长安, 全权负责对蜀汉军团的作战, 至此, 司马懿取代曹真, 成为卫军新一代主帅, 在制定应对策略方面, 司马懿采取了集中兵力和蜀军正面交锋的策略, 于是率军前去救援被围困在齐山的卫军, 诸葛亮得知司马懿大军悉数前往齐山后, 便命王平驻守齐山, 他亲自率领三万精锐前去攻打北边的上邦, 并顺利将其拿下, 上邦是卫军的粮仓, 如果蜀军将上邦的麦田破坏, 就会给卫军的粮草供给造成极大的压力, 为此,司马懿率军火速赶往上邦, 在麦田彻底被毁掉之前成功到达, 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面对诸葛亮的主力军队, 卫军从数量和作战能力上并不吃亏, 卫军将士也跃跃欲试, 纷纷主动请鹰要求出战, 但司马懿坚守不出, 无论蜀军如何前来挑衅, 就是避而不战, 司马懿之所以这么做, 是觉得诸葛亮远道而来, 粮草必然紧张, 在作战方面诸葛亮追求速战速决, 只要避而不战, 用不了多久, 蜀军就会退兵, 司马懿的策略是对的, 但曹卫将士们并不想坚守不出, 他们想用战斗来为自己积累军功, 随着时间逐渐推移, 卫军内部请战声音越来越强烈, 如果再避而不战, 恐怕会引起滑变, 无奈之下, 司马懿选择了出兵, 不过, 他并未选择大举出动, 而是派出小股力量和蜀军作战, 王平眼见卫军前来迎战, 率领乌党非军手持最新配备的兵器, 将卫军打得大败, 一战斩首魏军三千余人, 算是一次大胜, 此次失败并未伤及魏军核心主力, 反而让司马懿进一步了解到蜀军的实力, 此役过后, 司马懿继续采取坚守不战的策略, 魏军将士因为此次战败也不敢再主动请求出战, 此后, 无论蜀军如何前来挑战, 司马懿始终不为所动, 双方打起了消耗战, 就在双方对峙时, 蜀军的后勤保障出了问题, 因为羽济绵延使得蜀军的运粮之路非常难走, 驻守汉中的蜀军粮草出现了紧张, 负责后勤保障的李延担心诸葛亮追究责任, 他向刘善进言, 说现在的情况对蜀军不利, 请求撤军, 刘善不了解前线情况, 听了李延的建议, 下诏让诸葛亮撤军, 诸葛亮接到刘善的诏令左右为难, 他见粮草供应不足, 无奈下选择了撤军, 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撤军后, 命令张和前去追击, 对此张和表示不同意, 按照兵法为师必缺, 雄寇勿追的原则, 不应该在此时前去追击, 而且张和与诸葛亮交手过几次, 知道他在撤军时一定会留有后手, 当初诸葛亮从陈仓撤军时, 大将王双就是因为不信邪前去追击诸葛亮, 结果落入了埋伏圈为蜀军斩杀, 对于司马懿的命令, 张和表示不同意, 但司马懿此次出征前被曹瑞授予黄月, 具备军中的生杀大权, 张和虽然是军中二把手, 但也必须听司马懿的命令, 否则司马懿就能以违抗军令为由斩杀张和, 无奈之下, 张和率领一万精兵前去追击, 追击之前张和就预感到不妙, 尽管一路小心, 最终还是落入到诸葛亮社下的埋伏圈, 此意一万多卫军被蜀军居高临下和围, 在数万张弓弩的射击下, 卫军成了活靶子, 张和也被射中身亡, 至此纵横沙场40年的张和就此陨落, 张和的死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人觉得司马懿是想借诸葛亮的手铲除张和, 从而实现独揽军中大权, 从客观角度来看, 即便要追击诸葛亮, 也不用派张和前去, 派其他将领也能实现, 张和的死让曹魏损失了一员名将, 司马懿也彻底掌控了整支军队, 诸葛亮回到汉中后, 开始回顾此次北伐过程, 整个过程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唯独刘善下的撤兵诏令让他不理解, 为此, 诸葛亮向刘善上书询问撤军的缘由, 李延得知诸葛亮上表刘善时, 他担心自己的谎言败露, 又给刘善上书, 表示诸葛亮此次撤军是宜兵之计, 是为了引诱曹魏前来决战, 刘善对李延的奏表半信半疑, 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诸葛亮, 为了进一步掩盖自己欺上瞒下的罪行, 李延事后将都运粮草的官员杀掉, 试图死无对证, 诸葛亮知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 明白是李延从中作梗, 于是上表弹劾李延, 在事实证据面前, 李延无从抵赖, 只得跪拜求饶, 游善见李延误了大事, 最应当斩, 念其是托孤大臣的身份, 便将其贬为庶民流放子童郡, 事后来看, 李延最开始犯的错误并不严重, 只要向诸葛亮说明情况, 稍后加紧运粮即可, 但李延不想在诸葛亮面前失去面子, 只能用谎言去弥补另一个谎言, 最终不但耽误了诸葛亮的北伐大计, 也让自己晚节不保, 李延是一个能力很出众的人, 奈何私心太重, 身居高位, 依然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 这样的人只会作茧自负, 诸葛亮弹劾李延一事, 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认为是诸葛亮故意打压李延, 但从诸葛亮重用李延之子李锋来看, 他并不是报复李延, 而是单纯地惩罚李延的错误, 否则也不会重用他的儿子, 李锋上任太守后, 诸葛亮还专门写信给他, 告诉他不要受父亲的事情影响, 让他安心做官, 解决完李延的问题后, 诸葛亮再次把心思放在北伐上面, 他总结了前四次北伐失败的教训, 意识到了粮草运输的重要性, 此次他并没有急于再次北伐, 而是鼓励农业生产, 升级军队装备,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 诸葛亮觉得时机成熟, 准备开始第五次北伐, 公元233年12月, 诸葛亮开始在斜谷口修建粮仓, 为北伐最准备, 与此同时, 他还派人连续孙权, 提出共同北伐的设想, 吴蜀两家同时在东西两县, 同时向曹魏发兵, 孙权认为此技不错, 答应了联合出兵的邀请, 公元234年2月, 诸葛亮集结了十万大军, 开始了第五次北伐, 此次北伐是规模最大, 准备最充分的一次, 出动了蜀汉几乎所有的兵力, 准备避其功于一役,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清朝出动, 是因为他年事已高, 如果在死之前不拿下曹魏, 等他去世后, 蜀汉必亡, 为了完成刘备的嘱托, 他打算竭尽全力为蜀汉一搏, 此次诸葛亮将军队驻扎于渭水之南, 准备先拿下长安, 曹瑞得知诸葛亮北伐的消息后, 命司马懿前去应对, 在应对诸葛亮方面, 曹瑞嘱咐司马懿, 一定要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 时日一久, 蜀汉就会遇到粮草吃紧, 届时会自动退兵, 曹瑞作为曹魏政权第三代领导人, 颇有曹操的风范, 在洞察问题方面, 要高过曹丕好几个段位, 司马懿领命后, 率军渡过渭水, 也在渭水南岸背水扎营, 按照司马懿的预测, 诸葛亮生性谨慎, 大概率会在五丈元扎营, 结果印证了司马懿的预测, 生性谨慎的诸葛亮选择屯兵五丈元, 五丈元, 帝势险要, 屯兵于此首先能保证自身安全, 其次距离斜骨粮仓很近, 便于吊集粮草, 司马懿和郭怀与诸葛亮交手多年, 非常了解他的作战方式, 在前几次交锋中, 诸葛亮的计谋被司马懿成功识破, 只能无功而返, 回到五丈元, 诸葛亮见司马懿是个狡猾之人, 很难出奇制胜, 于是改变策略准备打持久战, 他将军队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在后方屯田重地, 另一部分负责与卫军作战, 司马懿见诸葛亮开始屯田, 知道他准备打持久战, 心里较苦不迭, 但也不敢主动出兵招惹诸葛亮, 就这样, 两军在卫水形成对垒之势, 诸葛亮之所以按兵不动, 是寄希望于孙权能在东线给曹魏制造麻烦, 等曹魏首尾难顾的时候再主动出兵, 孙权按照事先的约定共同出兵曹魏, 试图突破东部防线, 此时曹魏阵营中能用的大将屈指可数, 关键时刻坐镇东线的蛮宠守住了东吴的攻势, 成功将陆逊率领的大军击退, 孙权侧应行动的失败, 让诸葛亮不得不改变计划, 如果不能吸引卫军主力前来决战, 时间一久会对蜀军不利, 为了引诱司马懿出兵决战, 蜀军每天都在卫军大营前叫阵, 曹魏将士的母亲问候了一遍, 蜀军的挑衅让卫军愤怒不已, 纷纷请求出战杀敌, 但司马懿不为所动, 坚守不出, 时日已久, 诸葛亮内心有些着急, 加之整个军中的事物都靠他一人打理, 年过五十的诸葛亮身体上已经吃不消, 司马懿打探到诸葛亮的健康状况不佳后, 更加坚定了此前的策略, 坚决不主动出兵作战, 为了刺激司马懿, 诸葛亮派人送去了一件女人衣服, 暗讽魏军是胆小怕事的女人, 不敢与之作战, 众将受不了这种侮辱, 纷纷请战前去杀敌,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不然也不会用如此低级的手段逼其作战, 但此时魏军已经群情激昂, 如果再阻止他们出战, 恐怕会引起骚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司马懿当着众人的面大骂诸葛亮, 并表示会出战迎敌, 不过在出战之前, 司马懿向曹瑞写了一封奏表, 说将士们已经急不可耐, 请曹瑞允许主动出战, 曹瑞收到司马懿的奏表, 知道司马懿顶不住压力了, 于是派人前去下令禁止出战, 否则军阀处置, 将士们见皇帝下令不得出战, 虽然心有不甘, 也不得不遵守, 司马懿借皇帝之口平息了可能发生的内部风波, 然后继续采取龟缩战术, 坚守不出, 司马懿的归缩战术让诸葛亮无可奈何, 只能继续与魏军对峙, 经过三个多月的对峙后, 诸葛亮积劳成疾, 身体情况日益恶化, 最后体力不知而倒下, 由善得知诸葛亮病重的消息后, 派尚书蒲叶礼福前去慰问诸葛亮, 同时询问一些国家大事的处理方法, 慰问结束后, 礼福启程回成都复命, 行至半途, 礼福又紧急返回, 诸葛亮见到礼福后, 没等他开口便告诉他, 蒋婉能胜任丞相之职, 礼福此次返回是想问诸葛亮, 他去世后谁能接替他的位置, 诸葛亮也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没等礼福开口便说出了蒋婉的名字, 诸葛亮的声明大意让礼福感动得落泪, 他强忍泪水问诸葛亮, 假如蒋婉去世, 谁能当此大任? 诸葛亮说, 废医可以胜任, 说完之后便不再回答其他问题, 诸葛亮明白, 蜀汉人才凋零, 能撑到费一这一代就非常不错, 很难指望能往下延续, 礼福读懂了诸葛亮的预言又止, 离开了营帐回成都复命, 礼福离开后, 诸葛亮开始安排后事, 他召集姜维、杨仪、费一前来商量撤军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 诸葛亮并未召见十里之外的魏严前来, 根据诸葛亮的安排, 撤军后命令魏严断后, 如果魏严不服从命令, 则让杨仪等人分军撤退, 安排完撤军事宜后, 诸葛亮不久后便与世长辞,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终年54岁, 诸葛亮死后, 杨仪等人遵守一令密不发丧, 与此同时, 费一前去试探魏严关于撤军的态度, 当魏严得知撤兵的消息后, 十分不愈, 他表示, 虽然诸葛亮去世, 但蜀军还有他坐镇, 能继续与魏军作战, 魏严还表示, 这态度正好印证了诸葛亮临死前的揣测, 杨仪见魏严不肯断后, 便遵照诸葛亮的遗令, 率领大军自行撤退, 魏严在朝中速来与文臣不和, 人们碍于魏严的军功不敢与之争执, 但杨仪从来不给魏严留面子, 经常爆发争执, 二人的矛盾已经几乎处于公开化状态, 诸葛亮在世时尚且能压制住魏严, 如今诸葛亮去世, 魏严自认为没人能制约自己, 便主动挑破了与杨仪之间的矛盾, 然后拉拢费衣响, 想主动与司马懿决战, 当初诸葛亮之所以没有召魏严见最后一面, 就是怕他会不遵守一命, 魏严虽然有勇有谋, 但在司马懿面前还是不够用, 如果强行与司马懿交战, 会把蜀军带入万劫不复之地, 当时蜀军大营中, 除了诸葛亮以外, 就属魏严的能力和职位最高, 如果死前不把权力交给魏严, 会引起他的不满, 导致兵变, 所以诸葛亮干脆不召见魏严, 而是把权力暂时交给杨仪, 如果魏严听从一命就继续任用, 如果不遵守一命, 就只能舍弃他, 司马懿见蜀军撤兵, 知道诸葛亮已经游进登窟, 甚至已经死亡, 几经考虑之下, 他决定出兵追击, 杨仪见魏军追来, 派姜维前去迎击, 司马懿见江维来战, 以为是诸葛亮部下的移兵之计, 试想又使他进入包围圈, 此前, 王霜和张和就是被诸葛亮在撤军之际斩杀, 想到此处, 司马懿打消了进攻的念头, 任由蜀军有序地撤退而不敢追击, 直到蜀军全身而退, 司马懿才知道诸葛亮已死, 司马懿的谨慎小心, 让他错过了追击蜀军的绝佳机会, 后来此事流传开来, 出现了一句谚语, 死诸葛下退活重达, 杨仪率军脱险后, 行至斜谷准备退守汉中时, 发现战道全部被烧掉, 烧掉战道的人正是魏延, 当魏延得知撤军的消息后, 利用自己军队行军快的优势, 率先撤回了汉中, 并将沿途战道全部烧掉, 断了杨仪的后路, 魏延烧掉战道后非常后悔, 他担心刘善追责, 于是主动上书给刘善, 说杨仪挟持诸葛亮的灵鹫准备造反, 巧合的是, 杨仪控告魏延烧掉战道的奏表, 同一天到达了成都, 面对两份截然不同的说辞, 刘善不知道该信谁, 董允和蒋婉则为杨仪作宝, 认为是魏延说谎, 刘善选择了相信, 杨仪为了返回汉中, 选择了抄小道回去, 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到达了汉中, 魏延害怕杨仪回汉中后事情败露, 便率军前去阻拦杨仪, 结果杨仪在阵前怒斥魏延种种不轨的行为, 并对着诸葛亮的灵鹫起誓, 让士兵们不要跟着魏延执迷不悟, 将士们知道魏延理亏, 没有交战便自行退去, 魏延见事情彻底败露, 刑急之下选择了逃跑, 杨仪见魏延逃跑, 派马超的弟弟马戴前去追击, 并成功将其斩杀, 杨仪见魏延已死, 下令诛杀魏延三族, 也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 他只要杀掉魏延即可, 没必要诛杀他的三族, 根据正史记载, 魏延逃跑的方向并不是曹魏, 而是汉中, 说明他只想杀掉杨仪, 而不是背叛蜀国, 受各类影视剧影响, 很多人对魏延之死有误解, 实际上, 魏延只是性格方面存在缺陷, 能力和忠诚度方面没有问题, 魏延死后, 使得蜀汉原本就薄弱的人才储备更加凋零, 诸葛亮的死让司马懿叹息不已, 作为三国时期名列前茅的能人, 司马懿自恃甚高, 当初曹操征辟他到丞相府任职, 司马懿都称病不去, 唯独对诸葛亮钦佩不已, 诸葛亮的去世, 让他觉得世间再无对手, 这也预示着蜀汉的悲剧命运, 当诸葛亮的死讯传至蜀国上下时, 民众无不为其哀悼, 为了表达对诸葛亮的哀思, 由善追侍诸葛亮为忠武侯, 并亲自为其祭奠, 根据诸葛亮生前遗愿, 将他的坟墓修建在定军山, 让其能够遥望北方, 诸葛亮下葬时极其节俭, 除了一身素衣之外, 没有任何陪葬的器物, 出师未结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金, 诸葛亮的死后, 无数文人默克为其挥毫泼墨, 来表达对诸葛亮的惋惜敬仰, 蜀地百姓为了纪念诸葛亮, 每逢节日都会焚香为其祭拜,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 不畏名利, 只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 将北伐之事坚持到底, 纵观整个华夏历史, 诸葛亮是帝王心中完美的人臣, 他功高不振主, 才高不自傲, 一心一意, 只为江山社稷, 从不畏一己私利而损功肥私, 从客观层面来看, 诸葛亮是标准的权臣, 但在他死后的一千多年里, 从未有人以权臣之名批评他, 各朝帝王和史学家都不吝啬对他的赞美之词, 得此轻欲, 诸葛亮实至名归, 诸葛亮的去世让蜀国上下一片悲痛, 悲痛之余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问题, 谁来接替诸葛亮留下的位置? 诸葛亮去世前暂时把权力给了杨夷, 这让他误以为自己会成为诸葛亮的接班人, 但刘善在论功行赏的时候, 只是任命杨夷为中军师, 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位置, 他自认为率领十万大军退兵有功, 又斩杀了魏延, 即便不能接班诸葛亮, 也应该得到更高的位置, 刘善的这番任命让杨夷心生不满, 更让他不满的是, 接替诸葛亮位置的人是蒋婉, 当时蒋婉的资历和职位都比杨夷低, 这番任命让杨夷觉得刘善受了奸人迷惑, 才做出如此举动, 实际上, 诸葛亮在生前就已经密奏刘善, 将自己接班人的事情安排好了, 后来, 刘善派礼服到武藏元位问之时, 再次确认了诸葛亮推举蒋婉的事情, 蒋婉作为新一代执政大臣, 不是刘善的主动选择, 而是诸葛亮的遗令, 以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 没人怀疑他的决定, 杨夷对此非常不满, 他多次在费一面前抱怨此事, 起初费一还耐心开导他, 后来杨夷表示, 后悔听从诸葛亮的安排, 当初应该率领十万大军投降曹魏, 费一见杨夷如此执迷不悟, 便将这番话告诉了刘善, 杨夷因此被贬为庶人, 杨夷被贬后仍不安分, 多次上书诽谤朝廷, 最终在朝廷前来抓捕他之前选择了自杀, 杨夷是一个野心很大, 又没有多少能力的人, 这种人的下场往往很惨, 但杨夷认识不到自己的局限性, 把诸葛亮临时过渡给他的权力当成了能力, 得此下场实属不冤, 杨夷最初跟随刘夷创业的时候并未得到重用, 诸葛亮发现他是一个大才并着力进行培养, 刘夷称王后, 诸葛亮举荐挥做了上书郎, 进入到蜀汉政权的决策层, 杨夷也并未辜负诸葛亮的信任, 在诸葛亮五次北伐期间, 杨夷在大后方很好完成了任务, 并未出现任何差池, 有了这几次考验之后, 诸葛亮才决定将他作为接班人, 诸葛亮生前担任丞相一职, 总览蜀汉军政大权, 诸葛亮去世后, 由善将丞相一分为二, 分为尚书令和大将军, 尚书令负责政事, 大将军负责军事, 蒋婉同时兼任这两个职位, 成为蜀汉头号权臣, 此时的蒋婉大约45岁左右, 从年龄上来看并不年轻, 但因为蒋婉此前名气并不大, 因此他成为执政大臣后, 蜀国百姓比较忧虑, 担心他撑不住场面, 会被曹魏趁虚而入, 具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孙权, 诸葛亮死后, 东吴就第一时间在武蜀边界屯重兵, 孙权当时是这样打算的, 如果曹魏短期内拿不下蜀汉, 他就派兵前去支援, 如果曹魏能迅速击溃蜀汉, 那就迅速出兵瓜分蜀汉, 此时压力来到了蜀汉这边, 或者说压到了蒋婉身上, 能否处理好这次危机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也决定着蜀汉的存亡, 对此, 蒋婉表现得非常镇定, 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然后又派人出使东吴, 蒋婉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非常明白孙权的意图, 但他不能像怨妇一样做无谓的谴责, 而是继续拉拢孙权, 维持无蜀联盟, 蒋婉派宗裕出使吴国, 他向孙权阐明了蜀汉的态度, 孙权通过宗裕详细了解了蒋婉的为人以及能力, 打算继续维持无蜀联盟, 综裕走后, 孙权右派使者出使蜀国, 通过明察暗访, 考察蒋婉的执政能力,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孙权才彻底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蒋婉通过化解此次危机, 坐稳了执政大臣的位置, 成功完成了权力过渡, 危机解除后, 刘善对蜀国政坛进行了一番调整, 费一担任上书令, 总领行政事务, 蒋婉只负责军中事务, 同时任命姜维为右监军, 无意被提拔为车骑将军, 通过这番调整可以看出, 刘善在搞权力制衡, 避免一家独大, 很多影视剧将刘善描述为傻子, 从这个人事调整可以看出, 他非但不傻, 还非常懂得稳固自身地位, 诸葛亮去世后, 蜀汉无力乏味, 孙权也无心往北扩张, 曹魏也处在修生养息阶段, 三国迎来一段宝贵的和平期, 司马懿在与诸葛亮对峙的过程中立下大功, 随后被曹瑞提拔为太尉, 总领魏国军事大权, 加之司马懿在朝堂上经营的人脉, 此时的他已经是权倾朝野, 也算是标准的权臣, 只不过曹瑞是一位雄主, 他能压制住司马懿, 这才没出现权臣专权的现象, 曹瑞作为一位年轻的帝王, 他登基之初就遇到诸多考验, 这些年一直如吕薄冰, 如今见蜀汉、东吴都没有前来进犯的意图, 他也逐渐放松警惕, 准备好好享受一下帝王时光, 在享受方面, 曹瑞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大兴土木, 修建皇家园林, 第二件事是搜集美女充实后宫, 据史料记载, 曹瑞后宫妃子数量达到上万人, 这其中当然有夸张的成分, 但也说明曹瑞非常沉溺于女色, 尽管后宫有上万美女做陪, 曹瑞并未留下子嗣, 他此前有过三位儿子, 君不幸早妖, 为了解决子嗣问题, 曹瑞从曹氏家族中选了两个人过继给自己当儿子, 一个叫曹芳, 另一个叫曹荀, 面对曹瑞大兴土木, 淫乱后宫, 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劝谏, 有些资历比较老的大臣直接对他提出批评, 言辞很犀利, 对此, 曹瑞也接受批评, 但就是坚决不改, 这种淫乱的生活也导致曹瑞的身体过早地被透支, 也许这就是帝王的快乐之处, 沉浸在淫乱生活里, 曹瑞也失去了争讨无数的念头, 不过这种安逸的日子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曹瑞就迎来了新的挑战, 给曹瑞带来挑战的人是辽东太守公孙渊, 公孙家在辽东经营了三代, 到了公孙渊这一代, 实力越来越强, 但此时已经是位属无三分天下, 辽东要想偏安易于, 必须找一个靠山, 公孙渊起初向吴国称臣, 后来觉得吴国太远, 又转头曹瑞旗下, 曹瑞对于公孙渊称臣一事是比较高兴的, 并派人前去侧封, 后来公孙渊又反悔, 不想称臣, 这引起了曹瑞的不满, 为了消除辽东这个威胁, 曹瑞派兵前去征讨, 曹瑞本以为辽东是一个软柿子, 能够轻松拿捏, 结果, 卫军被公孙渊打得大败, 初次征讨以失利告终, 公孙渊得胜后信心大增, 认为曹瑞实力不过如此, 只要不去主动招惹对方, 以一代佬守住辽东还是很有把握的, 打退卫军后, 公孙渊自封为燕王, 称王之后, 公孙渊又和鲜卑结成联盟, 共同抵抗曹瑞, 眼见公孙渊不断做大, 曹瑞决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防止辽东和吴蜀两国联合对曹魏发难, 此前征讨辽东失败,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轻敌, 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为了稳妥起见, 曹瑞决定让司马懿挂帅前去征讨, 司马懿得到皇帝的征兆后, 火速赶网洛阳, 在出征前, 他信誓旦旦地向曹瑞保证, 一定能够拿下公孙渊, 曹瑞对司马懿深信不疑, 此时的司马懿已经是曹魏集团的顶梁柱, 除此之外,曹瑞也无人可用, 公元238年, 司马懿率领四万大军正式奔赴开往辽东, 高沟黎国王见曹魏攻打辽东, 也派出数千人来协助魏军, 此前, 公孙家族曾出兵攻打过高沟黎, 两者结下了世仇, 此次公孙渊落难, 高沟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落井下石, 此前那场大盛让公孙渊士气正盛, 但当他得知司马懿挂帅前来征讨时, 顿时心凉了一劫, 他知道司马懿的为人, 更知道他的能力, 为了寻求自保, 公孙渊火速向东吴求救, 并答应对东吴称臣, 孙权对公孙渊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很反感, 本想斩杀使者以解心头之恨, 不过, 一位名叫杨道的大臣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 杨道告诉孙权, 斩杀辽东使者对称霸天下没有用处, 现在应该做的是派一支队伍到辽东地区静观其变, 如果公孙渊能打赢司马懿, 则出手相救, 以此来展现东吴的恩情, 如果公孙渊打不赢, 则趁机劫掠其财务人口, 以此来雪前耻, 杨道的建议让孙权醍醐灌顶, 他决定采纳杨道的建议, 于是告诉辽东使者会出兵相助, 让公孙渊一定要挺住司马懿的攻势, 不久后, 孙权派出一支队伍在旁边静观其变, 并没与要参战的意思, 公孙渊见司马懿率领大军而来, 丝毫不敢怠慢, 但这并不能阻止司马懿的攻势, 因为两者在谋略方面差距太大, 公孙渊根本不是对手, 双方经过三次战斗过后, 司马懿三战三截, 公孙渊只好退回大本营香平, 香平是一座非常坚固的城池, 一守难攻, 公孙渊想利用巨险而守的战术和卫军对峙, 等魏军粮草耗尽, 自然会选择撤兵, 公孙渊能想到的事情, 司马懿也能想到, 公孙渊此前没想到自己会败得这么快, 退守香平的时候, 没来得及调集粮草, 当整个辽东的大军涌入香平城后, 粮草一下子出现了短缺, 反观司马懿这边, 短期内根本不用担心粮草问题, 公孙渊此举相当于给自己挖了个坑, 不过此时正值辽东地区的雨季, 连绵大雨让卫军很难发挥实力, 但大雨总有停止的一天, 雨季过后, 司马懿重新集结大军对香平城发起了总攻, 在绝对实力面前, 燕军最终没能抵抗住卫军的攻势, 城中将士知道, 公孙渊败局已定, 为了自保, 他们出城向司马懿投降, 公孙渊见自己众叛亲离, 没有继续抵抗的必要, 于是便派使者向司马懿弹劾, 不过, 公孙渊并不是真的想和谈, 而是想利用和谈来拖延时间, 他好寻找机会逃跑, 司马懿看穿了他的把戏, 没有下令停止攻城, 而是一鼓作气将公孙渊父子击杀, 至此, 称霸一方的公孙家族就此覆灭, 公孙渊本来能在曹魏旗下做一个土皇帝, 偏安易于聊此一生, 他却错误地估算了自己的能力, 以为能在曹瑞和孙权之间左右逢源, 结果因为实力不济, 最后玩火自焚, 杀掉公孙渊后, 司马懿并未打算放掉其他人, 他下了一个屠城的命令, 把城内15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斩杀, 包括公卿以下的官员, 此次总攻屠杀上万人, 屠城结束后, 司马懿将这些尸体聚集在一起, 垒成了膏肿,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功绩, 司马懿并不是一个冲动行事的人, 当初和诸葛亮在武藏园对峙时, 诸葛亮送女人衣服来侮辱他, 他都不为所动, 如今下令屠城并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他想通过这场屠杀来彰显自己的手腕, 同时给他潜在的敌人一个震慑, 破掉湘平后, 已是初冬时节, 远道而来的卫军因为衣服单薄, 请求把湘平仓库内的棉服分给士兵遇寒, 这本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请求, 任何一个爱护士兵的将军都会同意, 但司马懿选择了拒绝, 他说, 这些棉服是国家的财物, 应该请示完皇帝才能定夺, 不能私自使用, 这个理由从逻辑上看没有问题, 但问题在于, 司马懿在屠城的时候把皇帝放在了一边, 在分发棉服这种小事上, 又把皇帝搬了出来, 足以看出他的城府之身以及心狠手辣, 在司马懿眼里, 他只在乎自身利益, 除此之外, 任何人的利益都可以拿来牺牲, 包括皇帝, 平定辽东后, 曹瑞对司马懿进行了重赏, 就在司马懿准备班师回朝进京面圣的时候, 曹瑞传召让他直接驻守长安, 不必来洛阳进界, 司马懿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 任何细微之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曹瑞此时让他驻守长安, 肯定是担心朝中生变导致边境混乱, 因此, 让他前去稳定军心, 尽管司马懿非常好奇朝堂发生了什么, 但他还是听从命令前往长安, 可没过几天, 曹瑞又突然下令让他火速进京, 得到诏令的司马懿当即带着随从赶往洛阳, 在赶往洛阳的路上, 司马懿就预感有大事发生, 而事情发展也正如他所料, 此时的洛阳正在进行一场全力斗争, 由于曹瑞长期沉溺于酒色, 身体状态每况愈下, 后来一病不起, 在重病期间, 曹瑞任命燕王曹瑞为大将军, 曹瑞是曹丕的弟弟, 是曹瑞的叔叔, 曹瑞与曹瑞年龄相仿, 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非常深厚, 而且曹瑞性情温和, 没有野心, 让他担任大将军辅佐下一代帝王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曹瑞仅仅仅当了四天大将军就被替换, 曹瑞被任命为大将军后, 他推辞了一下, 表示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这本是一种谦让, 基本不会发生意外, 此时的曹瑞自知命不久矣, 他见曹瑞谦让, 便问刘放和孙姿的意见, 刘放是中书界, 孙姿是中书令, 两人从曹操时代便开始为曹瑞效力, 后来成为曹丕的心腹, 曹丕死后, 曹瑞继续把他们当作心腹使用, 由于长期处在核心权力圈, 刘放和孙姿一定程度上把持了朝政, 这让曹氏宗亲和其他大臣感到不满, 纷纷劝曹瑞要提防他们俩, 避免重演东汉末年时长式的悲剧, 曹瑞认为自己能掌控局面, 便没重视大臣们的呼声, 继续重用孙姿和刘放, 健康的曹瑞能够掌控大局, 可现在的他已经病入膏肓, 有些事情也有心无力, 当曹瑞问他们俩人曹宇能否担任大将军一职时, 刘放和孙姿军表示不同意, 他们劝曹瑞任命曹爽为大将军, 同时让司马懿进京辅政, 其他曹氏宗亲得知曹瑞欲打算赵司马懿入京时, 纷纷前去劝谏表示反对, 曹瑞也觉得司马懿城府太深, 便打消了赵他入京的想法, 并下诏让班师回京的司马懿前去长安, 不要来洛阳, 孙姿和刘放见曹瑞改了主意, 内心十分不安, 如果阻止司马懿进京制衡曹氏宗亲, 一旦曹瑞去世, 他们俩人将会被清算, 为了自保, 他们俩跪在曹瑞并榻前, 拼死利剑让曹爽为大将军, 同时照司马懿进京辅政, 此时的曹瑞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在孙刘两人的劝谏下又改变了主意, 决定封曹爽为大将军, 同时宣召司马懿火速进京, 为了国家着想, 曹瑞必须重用司马懿, 为了曹氏宗亲, 曹瑞又必须制衡司马懿, 曹瑞知道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为了制衡他, 曹瑞死前又任命孙礼为大将军长使, 让他协助曹爽执政, 希望通过他二人来制衡司马懿, 安排完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后, 曹瑞已经不省人事, 紧接着刘放以皇帝的名义提召司马懿回京师, 接到召令的司马懿一刻不敢耽搁,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洛阳, 他仅用了一天一夜就到达了京师, 然后直奔皇宫面见曹瑞, 并踏上的曹瑞看到司马懿后, 长舒了一口气, 他命人将自己的两个养子曹芳和曹荀叫到跟前, 然后告诉司马懿, 他打算让曹芳继承皇位, 司马懿见曹瑞已经支撑不住, 急忙点头答应, 就这样, 司马懿再次成为托孤大臣, 安排完后事后, 曹瑞当天便撒手人寰, 十年三十五岁, 曹瑞并不是一个立志做明君圣主的皇帝, 他活得非常洒脱, 在做事情方面从来不避讳, 从生活作风方面来看, 他是一个标准的昏君做派, 不过, 这并未掩盖他的能力, 在他执政期间, 对外多次击退无数, 对内则深谙制衡之道, 将司马懿等一众老臣驾驭得服服帖帖, 总体来讲, 曹瑞是一位能力很强, 但存在感不强, 名气不大的皇帝, 曹瑞驾崩后, 年仅八岁的曹芳继位, 成为魏国新一代皇帝, 曹爽被加封为侍中, 此时, 曹爽集军政大权为一身, 正式开始了辅政之路, 在辅政之初, 曹爽与司马懿相处的比较和谐, 有不懂的地方都会向司马懿请教, 平定辽东后, 司马懿的威望达到了巅峰, 作为托孤大臣, 加封为侍中和曹爽共同分享军政大权, 司马懿加封侍中之后, 曹爽内心不愿, 自此便与司马懿产生了矛盾, 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 曹爽为了提高声望, 他在朝堂上积极推出改革, 但朝堂大臣并不信任年轻的曹爽, 对他推出的改革, 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这让曹爽的改革很难推行下去, 曹爽认为, 这一切都是司马懿从中作敢, 自此之后, 曹爽就把司马懿当作头号对手, 在曹爽的运作下, 司马懿从太尉被提拔为太傅, 太傅虽然也属于三公之列, 但属于虚职, 对于曹爽的发难, 司马懿并未抗拒, 而是欣然接受, 曹爽见司马懿如此痛快地放权, 于是, 又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朝中各个岗位, 开始全面把控朝政, 作为曹爽的副手, 孙礼看不惯曹爽独断专权的行为, 多次提醒曹爽注意分寸, 否则会玩火自焚, 曹爽不但不听, 反而将孙礼贬出京城, 孙礼本是曹瑞安插在朝堂上, 制衡司马懿的一颗棋子, 曹爽此举相当于自费武功, 把能制衡司马懿的人全都赶了出去, 眼见整个朝堂都在掌控之中, 曹爽便放松警惕, 开始了奢靡淫乱的生活, 如果魏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 曹爽可以高枕无忧地奢靡下去, 但曹魏仅仅是三足鼎立中的一个, 就在曹魏发生权力更迭时, 东吴的孙权正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此前配合诸葛亮北伐失败后, 孙权一直在静代时机再次北伐, 如今曹魏右主登基, 曹爽又在国内专权独断, 这让孙权再次燃起北伐的念头, 公元241年, 孙权集结十万大军, 兵分四路对魏国发起攻击, 并将首要攻击目标放在了韶碑, 被贬为扬州刺史的孙李, 得知东吴大军来袭后, 率领城内为数不多的士兵出城迎战, 为了鼓舞士气, 孙李身先士卒, 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勇猛, 就在孙李逐渐不支的时候, 魏国东征将军王陵及时赶到, 与孙李一道与东吴大军展开了消耗战, 后来双方见彼此士兵消耗过于惨烈, 便先后退兵, 孙李凭借在此战中的英勇表现, 重新被朝廷重视, 后来被提拔为冀州墓, 韶碑之战的失败, 并未打退东吴北上的念头, 他们随即把目标放在了樊城, 由于樊城守军较少, 东吴很快便占据了主动权, 樊城危在旦夕, 消息传回洛阳后, 大臣们在是否援助樊城仪式上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人觉得, 只要樊城拼死利手, 待东吴粮草吃紧就会自动退兵, 司马懿知道樊城的重要性, 他决定亲自率军前去解围, 当时的司马懿只是被瓜分了行政权, 军权仍在手中, 百官见司马懿救樊城的决心很强烈, 转而站到了司马懿这边, 在众人的支持下, 司马懿率领大军直奔樊城, 樊城将士听闻司马懿率军来救, 士气大增, 在东吴的强攻下顽强守住了城池, 司马懿到来后, 双方局势立马发生逆转, 负责攻城的将领诸然知道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便下令撤退, 远道而来的司马懿不想空手而归, 他乘胜追击, 一举斩杀了吴军上万人, 取得了一场大胜, 东吴其他两路大军见势不妙, 也果断选择撤军, 就这样, 孙权派出去的四路大军均无功而返, 此役过后, 司马懿得到了丰厚的奖赏, 朝廷赐他十亿万户, 除此之外, 司马家族内部还有十亿人被封为猎侯, 此时的司马家族达到了巅峰, 与曹爽不同事, 司马懿并未居功自傲, 而是越来越低调行事, 北伐失败后, 孙权非常恼火, 不过, 他此时顾不上反思总结, 因为东吴内部出现了严重斗争, 东吴内斗的原因始于太子孙登之死, 公元241年5月, 太子孙登病逝, 他的死让孙权悲痛欲绝, 孙登并不是吴国第一位太子, 十年前, 他的弟弟孙律曾被立为太子, 后来也是因病去世, 孙登和孙律是孙权最优秀, 也是最疼爱的两个儿子, 他们的去世不但让孙权痛苦不已, 也打乱了东吴的政治部署, 孙登死后, 孙权改立孙和为太子, 孙和是孙权的三儿子, 刚成为太子的孙和, 在大臣中间的根基不深, 这位以后的登基之路埋下了隐患,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蜀汉, 蒋婉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 上任之初就解决了与东吴之间的危机, 获得一片赞誉, 在蒋婉的治理下, 蜀国逐渐恢复了国力, 此时的刘善萌生了北伐的想法, 在司马懿征讨辽东之时, 刘善命令蒋婉统帅三军到汉中驻扎, 准备四级北上, 在北伐问题上, 蒋婉总结了诸葛亮前几次经验, 他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粮草运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蒋婉制定了从水陆出兵的计划, 打算沿汉水而下, 直取魏国的上庸一带, 蒋婉在执政方面是一把好手, 但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人才, 对战局的把握以及临场应变, 根本无法与诸葛亮相提并论, 他制定的这些策略很难实现, 刘善作为不懂军事的皇帝, 也看出, 蒋婉制定的这些策略过于冒险, 而且可行性不高, 后来, 刘善让沸一去劝说蒋婉, 让他重新制定策略, 蒋婉几经思量后做了一个决定, 他上书刘善, 称自己身体多病, 不能继续留在前线, 请求辞去大将军一职, 他推举姜维负责前线战士, 刘善不是一个庸才, 他也看出蒋婉不适合带兵打仗, 便同意了他的请辞, 然后任命沸一为大将军, 统领三军, 与此同时, 姜维被任命为镇西大将军, 兼任梁州刺史, 王平被任命为镇北大将军, 统领汉中军队, 兼任汉中太守, 刘善完成人员调整后, 准备为北伐做准备, 可还没等到蜀军出击, 曹爽就率领大军主动来伐, 此时曹爽已经执政五年, 在这期间, 尽管他将自己的亲信, 全部安插到核心岗位, 但仍然堵不住朝堂上的议论, 曹爽要想彻底服众, 必须拿出相应的军功, 在建立军功方面, 曹爽经过反复衡量, 最终把目标放在蜀国身上, 因为东吴和魏国之间隔着一条长江天胁, 防守的一方占据绝对优势, 在人才辈出的魏国前期都未能攻破东吴的防线, 曹爽知道自己的水平, 他不会去捏东吴这块硬石头, 相较之下, 法蜀的难度要小很多, 确定好目标后, 曹爽就紧急调集军队, 开始征讨蜀国, 对于曹爽法蜀一事, 司马懿是反对的, 从客观层面来讲, 他认为曹爽能力不足, 前去法蜀只会白白透支国力, 从个人层面来讲, 司马懿担心此次曹爽法蜀万一取得一些小的胜利, 会冲击司马懿的声望, 基于这两个原因, 他劝阻曹爽不要法蜀, 但曹爽心意已决, 况且他把持着军政大权, 司马懿也只能提提建议, 不能强行阻止, 公元244年2月, 曹爽集结了十几万大军准备法蜀, 出征之前, 曹爽任命夏侯玄为征锡将军, 任命夏侯霸为右将军, 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 死于蜀将黄中之首, 多年来, 他一直期望能为父报仇, 如今再次踏上伐蜀之旅, 他表现得相当兴奋, 除此之外, 曹爽为了安抚司马懿, 让他的长子司马师担任中护军一职, 任命他的次子司马昭为征属将军, 曹爽启用司马懿的两个儿子, 也是为了失败后防止被司马懿弹劾, 届时如果司马懿发难, 就把责任推给他两个儿子, 从曹爽和司马懿之间的博弈来看, 两者已经相互猜忌, 害怕互相拆台, 一切准备就绪后, 当年三月, 曹爽正式率领大军启程, 目标直指蜀汉的北大门汉中, 当曹爽大举来伐的消息传到汉中后, 引起了一片慌张, 此时驻守汉中的首将为王平, 当时汉中仅有三万士兵, 主力部队被费衣调至福县, 汉中距离福县一千多里, 在卫军到达之前, 福县的军队不可能赶来救援, 面对曹爽来讨, 驻守汉中的大臣分为两种不同的意见, 大部分人力主撤退, 然后等待援军, 但王平力主主动迎战, 他知道汉中的重要性, 一旦汉中失守, 蜀国就再也抵挡不住卫国大军, 届时就有王国的风险, 王平作为汉中太守, 是与汉中共存王, 他力排众议, 带领士兵冲到前线, 拒险而守, 汉中是个一手难攻的地方, 加之王平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将曹魏十万大军成功拒之门外, 曹爽担心士兵伤亡过多, 没有下令强攻, 暂时撤退商量对策, 此次曹爽出征带了强大的智囊团, 但这些智囊团都是理论派, 很少有实践经验, 面对拒险而守的蜀军, 没有也别好的办法, 王平在全力防守的同时, 还率领精锐夜里偷袭卫军大营, 王平偷袭的恰好是司马昭的军营, 司马昭本来就不希望曹爽打胜仗, 面对蜀军的偷袭, 他并未下令抵抗, 因而造成卫军伤亡严重, 这次偷袭让蜀军士气大震, 卫军的士气则受到重挫, 第一番交手过后, 蜀卫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 这位蜀汉朝堂争取了前来救援的时间, 随后, 刘善命费一率军北上救援, 曹爽得知蜀军援军将至, 内心十分焦急,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要么继续坚守, 要么撤退, 对此, 曹爽的智囊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有人主张应该及时撤退保留主力, 有人认为应该坚持到底, 不能无功而返, 对此, 曹爽更倾向于后一种建议, 他接受不了无功而返, 于是向朝廷请求增兵, 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汉中, 曹爽的增兵请求让曹魏朝堂一片沸腾, 曹爽乏位之前, 就有很多大臣表示反对, 他们觉得, 曹爽此举会严重透支国力, 弄不好会全军覆没, 一些大臣本来就看曹爽不顺眼, 如今见他落难, 更是落井下石, 为此, 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大臣, 纷纷给曹爽写信, 让其以大局为重, 不要轻举妄动, 应该及时撤军保存军队实力, 与此同时, 夏侯玄等人也觉得法蜀无望, 再继续坚持下去恐生变故, 他们力劝曹爽退兵,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 曹爽最终决定班师回朝, 但此时的曹爽已经错过最佳撤兵时机, 蜀汉已经组织兵力准备反击, 在曹爽撤军的途中, 费一和王平两面夹击卫军, 蜀军利用善于在山区中作战的优势, 把魏军打得丢盔卸甲, 魏军在逃亡途中死伤数万人, 曹爽还差点被活捉, 此役是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案例, 曹爽率领十几万大军不仅没能拿下汉中, 反而成为了笑柄, 此后的二十年, 曹爽再也没对蜀汉发起大的功法, 此役过后, 人们彻底知道曹爽是个无能之辈, 大臣们纷纷转头司马懿旗下, 曹爽的权力格局再次发生变化, 这场大胜让蜀国举国欢腾, 费一和王平因为立下大功得到了重赏, 其他有功将士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赏赐, 此时的蒋婉已经病入膏肓, 他去世之前把一周刺史之位让给了费一, 自此之后, 费一成为蜀汉第三代执政者, 公元246年, 蒋婉病逝, 一同病逝的还有董宇, 这些重臣都是诸葛亮给刘善留下的政治遗产, 当年诸葛亮在初诗表中告诫刘善要亲贤臣, 袁小仁, 董允生前很好地约束这刘善的言行, 董允死后, 宦官皇浩得到了刘善的专宠, 并开始插手朝政, 宦官善权是王朝大计, 这也成为蜀汉灭亡的伏笔, 在蜀卫大战的期间, 东吴内部也发生了大事, 时任太子孙和, 与鲁王孙霸针对皇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孙霸是孙权第四个儿子, 孙和被立为太子后, 大臣们建议应该区分他们俩的尊卑, 以此来彰显太子的尊贵, 在皇权社会, 大臣们的提议是很有道理的, 孙权听从了建议, 降低了鲁王的待遇, 并让他搬出了南宫, 这让一向关系不错的孙霸与孙和产生了矛盾, 孙霸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他觉得自己比孙和强, 因此大力拉拢群臣准备对太子之位发起冲击, 此时的孙权已经六十多岁, 所剩十日无多, 随时都有驾崩的可能, 孙霸明白, 必须尽快夺得太子之位, 否则孙权一旦去世, 孙和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帝, 为此, 孙霸联合自己的姐姐孙鲁班, 对孙和进行了全方位监视, 只要发现一点问题, 就向孙权进禅, 人们通常以为宫廷斗争很高级, 实际上并非如此, 宫斗是建立在皇权之上的, 宫斗的本质是搜集对手的错误, 并在皇帝面前大肆煽风点火, 借皇帝之手铲除对方, 皇帝并不害怕宫斗, 有时候甚至乐见其成, 因为能从宫斗中走出来, 说明具备一定的实力, 皇帝最怕的是结党营私, 因为结党营私最终威胁的是皇权, 能把皇帝拉下马, 孙霸和孙鲁班就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把孙和与其他大臣的正常交往, 描述为结党营私, 暮年的孙权已经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孙霸的迷惑下, 逐渐开始打压孙和, 一时间太子之位堪忧, 在万分为难之际, 孙和派人向陆迅求救, 对于这场党争, 陆迅一直采取中立态度, 不想参与其中, 但如今太子党已经被逼上绝路, 如果太子被废, 东吴又会面临动荡, 出于国家层面考虑, 陆迅决定帮太子一把, 陆迅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在做事方面异常小心, 但即便如此也未能逃脱被孙权猜忌, 由于陆迅和太子之间有联系, 此事被孙霸等人描述为相互勾结, 由于陆迅建立的工业实在太大, 严迈的孙权害怕驾驭不了陆迅, 便开始制衡陆迅, 打压陆迅在朝中的势力, 孙权明知道, 陆迅是出于好心才插手太子一事, 但此的是, 孙权已经行动不便, 他害怕陆迅图谋不轨, 便经常派人前去打压陆迅, 并为其罗列了二十条罪状, 最终陆迅不堪其扰, 在悲愤交加中去世, 享年六十三岁, 作为吴国的开国元勋, 即周瑜、鲁肃、吕蒙之后, 陆迅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支撑着吴国, 即便是这种开国元勋, 也依然难以逃脱党争的迫害, 陆迅死后不久, 孙权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那些对陆迅的指责都是诬告, 但一切为时已晚, 一代功勋将领就此陨落, 陆迅的死也让孙权幡然醒悟, 他不再继续容忍这种无休止的党争, 尽管孙和与孙霸还未停止争斗, 但孙权已经对此二人失去了信心, 他开始物色新的太子人选, 最终, 孙权立自己的小儿子孙亮为太子, 彻底结束了这场党争, 这次党争带来的灾难非常深远, 为东吴灭国埋下了隐患,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曹魏, 曹爽伐属失败后, 在朝中声望一落千丈, 不过他仍掌握军政大权, 暂时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当初被曹锐提拔上来辅佐曹爽的孙力, 因为不肯在曹爽面前卑躬屈膝, 因而不断遭到打压, 曹爽一度将孙力解职在家赴贤, 后来北方匈奴和鲜卑不断侵扰边境, 前方军情告急, 曹爽需要派人前去评判, 曹爽不敢用自己的亲信, 因为他的亲信都是一群酒囊饭带, 根本没有北上征讨的能力, 但他也不敢用司马懿, 一旦司马懿成功归来, 声望必然会大增, 届时曹爽也很难与之匹敌, 这种为对手做嫁衣的事情, 曹爽更不会做, 思来想去, 曹爽最终决定让孙力挂帅前去评判, 孙力有一定的能力, 但能力和野心又没司马懿那么大, 曹爽自认为能控制住孙力, 于是让他挂帅出征, 孙力得到任命后, 找司马懿详谈了一番, 并发了一顿牢骚, 孙力本是曹睿提拔上来制衡司马懿的, 结果, 孙力见曹睿是个庸才, 便渐渐倒向了司马懿, 并希望司马懿能够重新夺回大权, 孙力的倒戈, 也说明曹爽的为人确实一般, 根本拉拢不了比他强的人, 孙力找司马懿商谈的事情, 很快传到曹爽耳朵里, 为了报复司马懿, 曹爽在公开场合故意刁难他, 司马懿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但他非常善于把握时机, 他知道现在不是和曹爽撕破脸的时候, 面对曹爽的打压, 司马懿选择了隐忍, 后来, 司马懿的原配妻子张春华去世, 司马懿趁机称病请辞, 曹爽欣然应语, 就这样, 司马懿离开了朝堂, 司马懿离开后, 曹爽又剥夺了司马师的军权, 整个司马家族都被踢出了权力中心, 随着司马家族退出朝堂, 曹爽认为自己取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 自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能阻拦他在曹魏发号施令, 此时的曹爽达到了人生巅峰, 依附曹爽的人在做事的时候, 更加肆无忌惮, 在民间为非作歹, 曹爽更是把皇宫当成自己的后花园, 任意搜刮国库中的宝物, 并将宫中美女带到自己府上淫乱, 出行的时候, 排场和皇帝别无二致, 根本不把皇帝以及一众大臣放在眼里, 失去约束的权力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驾驭不好会遭到反噬, 曹爽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朝堂大臣虽然对曹爽的行为敢怒不敢言, 但他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只等有人把这股气引导出来, 在曹爽肆意妄为的日子里, 司马懿让长子司马师 幻养了三千死士, 所谓的死士, 就是一些随时为司马家族卖命的人, 关于司马师幻养死士一事, 后事争议颇多, 有人认为, 在曹爽眼皮子底下训练三千人, 而不被发现几乎不可能, 实际上, 这些死士并非专业的军事人员, 而是一些泛夫走卒江湖流寇, 平时散落在市井各处, 和司马师之间单线联系, 彼此之间并不认识, 他们也不知道将来要执行什么任务, 只知道要随时接受召唤, 在司马师豢养死士的同时, 司马懿一直装病示弱, 起初曹爽对此并不相信, 但又不能光明正大的提出怀疑, 毕竟司马懿已经请辞回家, 光明正大的质疑会被视作赶尽杀绝, 会引起朝堂众臣不满, 但司马懿不死, 曹爽始终不能安心, 为了一探究竟, 他派人以慰问的方式前去探查司马懿的病情, 司马懿见曹爽派人来访, 当即明白他的用意, 于是装作手无腹肌之力, 最终成功麻痹了曹爽, 公元249年正月, 曹爽已经执政十年, 此时的他已经无所忌惮, 认为魏国一片风平浪静, 没人能威胁到他的地位, 按照惯例, 皇帝曹芳会在正月初六这天, 到高平陵祭拜先祖, 而曹爽打算带着亲信陪同前去, 此消息被司马懿得知, 司马懿听后犹如枯木逢春, 一下子从床榻上坐了起来, 只是司马懿准备行动, 得到司马懿的指令后, 司马懿召集了司马浮、 司马昭、 王冠等人前来商讨大事, 此时的司马浮、 司马昭等人才知道豢养死士一事, 先前司马懿为了谨慎行事, 没告诉除司马懿以外的任何人, 足见司马懿的城府之身, 一切准备就绪后, 司马懿一声令下, 三千死士随即跟随他们出动, 司马懿将死士分成挤兑, 司马懿带人到郭太后请宫, 请求他写一份罢免曹爽的诏书, 郭太后在曹爽上台后, 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 对于司马懿的请求, 郭太后很乐意帮忙, 与此同时, 司马懿安排王冠带人 占据曹西的军营行使中军职权, 司马浮和司马施带人封锁城门, 防止有人给曹爽报信, 司马懿拿到郭太后的诏书后, 当即占领了洛阳武器库, 将武器分发给三千死士, 司马懿在发动政变之前, 秘密联络了许多朝中老臣, 他们平时备受曹爽打压, 对于司马懿的邀请, 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 由于曹爽带着亲信悉数出城, 城中军营没有将领坐镇指挥, 司马懿一伙人拿着太后诏令 火速控制了军营, 军中将士有很多是司马懿的老部下, 他们并未反抗司马懿, 甚至乐见其成, 随着曹爽的军营被控制, 整个洛阳都被司马懿掌控, 在司马懿发动政变期间, 有一些人逃出了洛阳, 成功给曹爽报信, 此时的司马懿已经不再封锁消息, 而是率兵出城, 占据有利位置等待曹爽前来, 然后写了一封信给皇帝曹芳, 在信中痛斥曹爽各种独断专权的行为, 并表示会前去清军策, 司马懿通过这封信来表达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同时也为诸杀曹爽提供了依据, 曹爽接到司马懿的书信后, 慌张得不知所措, 此时曹爽等人尚且有一线生机, 他的首席谋士环范拼死跑出来, 向曹爽通报城内的情况, 作为首席谋士, 环范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让随行的亲兵在前线阻挡司马懿, 争取一定的时间, 然后趁机将皇帝转移到许昌, 再以皇帝的名义召集天下诸侯来讨伐司马懿,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环范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 只要能抵挡住司马懿第一波攻击, 曹爽就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环范本以为曹爽会痛快地接受这个建议, 因为曹爽手中有皇帝和兵权, 天下大部分诸侯依然忠于曹魏, 只要运用得当, 几乎可以稳操胜券, 没想到曹爽选择了拒绝, 曹爽认为环范不是自己的绝对心腹, 不值得相信, 所以否决了他的建议, 就在此时,司马懿派人前来劝降, 说只要曹爽投降, 就能留住性命和爵位, 起初曹爽对此半信半疑, 为了让曹爽相信, 司马懿当着曹魏一众老臣面前启示, 表示会遵守承诺, 为了彻底让曹爽放下戒备, 司马懿让四朝元老蒋记给他写信, 表示不会加害于他, 蒋记写信的时候, 真的以为司马懿会放过他, 作为朝堂元老, 蒋记只是希望消掉曹爽的大权, 并不想将曹氏宗氏赶尽杀绝, 出于对司马懿的信任, 蒋记才写信给司马懿, 曹爽收到蒋记的书信后, 选择了相信, 打算向司马懿投降, 殊不知, 所有人都被司马懿愚弄了, 曹爽投降后, 被司马懿软禁在府中, 此时的司马懿正在搜集, 曹爽集团谋反的证据, 虽说曹爽执政时期全是通天, 但他根本没有谋反之心, 他只想利用职权满足自己的财色私欲, 但司马懿必须找到曹爽谋反的证据, 才能将其诛杀, 为了搜集曹爽谋反的罪证, 司马懿从他亲信开始入手, 在狱中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 最终得到了一份曹爽谋反的完整供词, 至于供词里的内容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 只要揭发曹爽谋反的人足够多, 司马懿就有理由杀他, 司马懿拿着这份供词,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展示, 此时曹魏大臣们才明白, 司马懿的承诺只是一个谎言, 是为了诱使曹爽投降, 没过多久, 曹爽及其亲信的三族悉数被处以急刑, 在这次屠杀中, 很多远房亲戚都受到牵连无辜惨死, 司马懿的手段足够卑劣, 此次屠杀曹氏宗亲, 也让司马懿背上了洗不掉的恶名, 但他根本不在乎, 只要能达到政治目的, 任何人都可以拿来当作垫脚石, 曹爽死后, 朝堂大权彻底落入司马懿手中, 为了进一步控制时局, 他将负责西县战士的夏侯玄夺权, 安排自己的心腹郭怀接任, 夏侯霸得知司马懿重掌大权后, 担心自己受到清算, 最后不得已向蜀汉投降, 命运就是如此蹊跷, 本来夏侯霸将蜀汉视作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 最后为了保命却不得不来到蜀汉避难, 此时的夏侯霸已经六十多岁, 在人生暮年遭此一劫, 只能说是造化弄人, 好在刘善对夏侯霸不错, 给予了后代, 而斩杀夏侯渊的黄忠已经去世多年, 仇恨也随着时间慢慢淡化, 夏侯霸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命运安排, 夏侯霸投降后, 江维趁机来向其打探魏国内政, 夏侯霸告诉江维, 此时司马懿正在巩固自己的根基, 短期内不会前来攻打蜀国, 听完夏侯霸的分析后, 江维觉得可以趁司马懿无暇分身之际, 率兵北伐, 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 江维是诸葛亮培养出来的, 他一直想完成诸葛亮的遗志, 于是上书刘善请求北伐, 刘善见江维决心很强烈, 便同意了请求, 公元249年8月, 江维率领军队开始了北伐之旅, 此次跟随江维出征的士兵仅有一万人左右, 在江维出征之前, 费一曾告诫他不要太执着于北伐, 费一表示, 他们的能力和诸葛亮差距太大, 当初诸葛亮五次北伐都没成功, 根本不指望江维能拿下曹魏, 在北伐仪式上, 费一还是比较理智的, 所以每次江维提出北伐, 费一只给他一万士兵, 让他知难而退, 司马懿得知江维北伐的消息后, 派自己的儿子司马昭和西县统帅郭怀前去迎敌, 在这次战争中, 曹魏名将邓爱也参与其中, 并识破了江维的计谋, 最终让蜀军无功而返, 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后, 司马懿稳定了自身根基, 此时的他自认为天下无敌, 准备着手消灭吴蜀, 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经过一番考量后, 司马懿决定先对吴国展开军事行动, 当时的吴国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斗争, 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为了继承人身份大打出手, 导致一众老臣因此丧命, 后来孙权亲自出手结束了这场纷争, 他将太子软禁起来, 立自己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孙亮为太子, 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费长利诱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动乱, 司马懿正是利用东吴政局动荡之际, 准备发起讨伐, 此次伐吴进行得比较顺利, 虽未能灭掉吴国, 但也撼动了吴国的根基, 伐吴之战结束后, 司马懿在朝中的地位如日中天, 他的独断专权引起了一批忠于曹魏的将领们的不满, 这其中就包括车骑将军王陵为了推翻司马懿, 王陵联系曹操的儿子曹彪共谋大事, 他们打算先推翻司马懿, 然后再改立新军扶持曹彪上台, 不过王陵还未正式起事, 计划就遭到了泄漏, 最终被司马懿设计抓捕, 准备将其押回京师受审, 王陵不想受辱, 在返回京师的路上服毒自杀, 王陵死后,又牵扯出一大批人员, 司马懿正好趁机将反对他的人全部铲除, 曹彪因为牵扯到谋反, 按照律例要被诛杀三族, 但曹彪是曹操的孙子, 如果诛杀其三族, 皇帝曹芳可能都不会幸免于难, 但司马懿不可能放过曹彪, 最终逼迫曹彪自杀, 政治斗争充满着血腥, 司马懿清理完政敌后, 开始对家族子弟大肆封赏, 在这轮封赏中, 司马家族被封侯者多达九十多人, 曹魏朝堂彻底成了司马家族的后花园, 此时的司马懿已经接受了加九西赏赐, 加九西是皇帝对大臣的最高赏赐, 很多权臣都是在加九西之后选择篡位, 此时的司马懿有绝对的实力废掉皇帝取而代之, 不过,司马懿已经七十多岁, 体力层面逐渐不支, 对权力斗争也感到厌倦, 便放弃了篡权的想法, 公元二百五十一年六月, 并入高荒的司马懿安排长子司马师继承他的位置, 安排完后事后, 当年八月, 司马懿在病榻上去世, 享年七十三岁, 这在当时算得上是绝对的高龄, 司马懿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争议性要比曹操还大, 在才智谋略方面, 司马懿是整个三国首屈一指的奇才, 但他的人品以及做事手段让很多人感到不迟, 为达目的, 极尽卑劣的手段将自私阴险发挥到了极致, 司马懿死后, 司马师继承了他的政治遗产, 成为曹魏的实际控制人, 至此, 魏国进入到司马师时代, 公元二百五十二年四月, 七十一岁的孙权走到了生命尽头, 结束了将近五十年的执政生涯, 孙权死后, 三国最后一位巨头去世, 曾经和曹操、 刘备并驾齐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此后, 司马家族一路所向披靡, 公元二百六十三年, 蜀国被灭, 公元二百八十年, 吴国灭亡, 至此, 三国时代正式落下帷幕。